我也搞不清楚 我們不要去定義它 因為如果你定義它 我們就沒完沒了 我試著去查很多的資料 但是到目前 大概都沒有很清楚的定義 不過我們可以從數位媒體的這個概念 來想像數位廣告 這樣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 那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是有關 台灣的廣告市場現狀 還有新媒體的發展 另外讓大家瞭解新消費者 還有因應的 怎麼因應的策略 我要特別要跟各位報告的是有關 跨媒體的廣告效應 或者是媒體的交叉 交叉媒體的效應 就是我們今後的廣告 要怎麼樣去規劃 才能夠發揮它的效用 最主要的今天要跟各位報告 因為你們也有一些 網路廣告 或是網路行銷的課程 所以有些東西我可能只是帶過去 讓各位看一下就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有關 台灣廣告市場的現狀 現在廣告界服務的請舉手 跟廣告有關的請舉手 兩個 以前有關也可以舉手 我剛剛看到是 有人在雜誌社當廣告的頭頭 是不是有一天下雜誌的 有沒有來 就是你 都很年輕 我看這照片看不出年齡 因為我 我想說當主任都很老 都很年輕 如果我講錯 請糾正 但是我是對於 現在的電視的廣告 表示意見 所以電視以外的廣告 我就不談 如果我說荒謬的廣告買賣 也指電視 就是全世界的交易 就是我們從小到大的交易 一定是贏貨兩期 我們今天談好說 我多少錢買東西 這樣就搞定了 然後你就付我錢 我把東西交給你 但是台灣的廣告 是今天談好 說我們賣力廣告 但是明天我的收視率出來 發現我收視率不夠 我還要補它呢 如果到月底還補不夠 還要退錢 所以這個是很奇特的廣告 那台灣 因為過去老三台的時代 沒有去創造一種叫做 預售的制度 電視廣告 或者其他大部分的廣告 事實上都是有時間性的 這叫做時間商品 過了這個時間 特別是電視 或者是廣播的廣告 就像飛機票 就像餐廳的座位一樣 過了就沒有了 你能不能把它儲存起來 不可能 所以這種時間商品呢 通常都要預購 預售 或是預購 這是一種保障 但是過去老三台不玩這個 為什麼 你們想為什麼老三台不做這種遊戲 對 因為那時候是賣方市場 你要買我廣告 對不起 你如果要上八點檔 對不起 送點額外的東西給我 就像以前我們買汽車 育龍的汽車喔 我急著要 因為過年到了 要買一部新車 可以 紅包拿來 我就先交車 把沒有紅包的放在過年後再交 所以以前因為是一種 叫做需要大於供應的年代 所以他們就不去做這種事情 太好賺了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整個市場改變了 現在是功過於求 沒理太多了 你現在想要去進行這個制度 都已經來不及了 而且所有的業務員都已經習慣那樣的操作 你現在要把它改 他們都會受不了 以前叫吃香喝辣 現在不能叫他們 我們台灣就是 改菜剝根 不可能叫他們吃蘿蔔乾 所以在這種環境底下 今天台灣的整個市場改變了 我們的廣告制度變不過來 所以我們做電視的 賣電視廣告的只有無語問長天 我剛剛要出門最後一份公文 就是我們今天的 昨天的 昨天的廣告的收入 我們現在一共有三個台 廣告收入很不好意思 都不到六百萬 三個台 天啊 那日子都不知道怎麼熬 各位你知道一個電視台 一個月薪水起碼有四千萬 那還要叫其他的 那你一個月只有那麼一天 如果這麼一點點的廣告費 怎麼過日子 所以單靠廣告 不可能去支撐一家電視台 包括衛星電視台 像三粒TVS都一樣 他們之所以能夠活下去 是因為他們還有版權收入 他們可以向有線電視系統收版權費 所以還多一筆收入 比方說像三粒 他每年可以從有線電視系統 收六到七億的新台幣 所以再加上廣告收入 所以他們可以賺錢 十八大可以賺錢 TVS可以賺錢 韋來可以賺錢 中天現在也開始賺錢了 但是 所謂的無線電視台 各位知道 華視去年虧多少嗎 蛤 知道 那麼少 都比這個要乘兩倍以上 華視如此 台視也一樣 中視也差不多 那民視是因為有兩個頻道 那加上民視很早就去做 所謂多元的營運 我們不只是賣廣告 我們還做做 我們還賣保養品 各位知道比莫嗎 知道飛來訓嗎 我們還做很多其他公關的活動 我們還開補習班 我就是負責補習班的頭頭 我們有演員訓練班 我們以前還有兩年辦這種 人才影音訓練的培訓 就是跟政府拿很多標案 所以勉勉強強 還能夠賺點小錢 所以各位就知道說 現在整個的台灣市場 其實是很不合理 就是台灣的廣告制度 造成整個台灣的媒體市場的不健全 那這是過去留下來的一直沒有改 那目前這種廣告制度 其實代理商也叫窮 這很奇怪 代理商說他們也沒有賺到錢 那廣告主也覺得說他們也得到好處 那電視台也沒有得到好處 消費者也沒有得到好處 消費者也沒有得到好處 消費者每天看那些廣告 看久了也沒什麼好看 這大家都不好 那就變成媒體是成為社會亂源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看 所以媒體 為什麼是台灣亂源的市場結構 電視媒體有關的人 包括這麼多 經營者 員工 股東 觀眾 廣告代理商 廣告主 絕密公益商 政府收視率調查機構 以前叫AC尼爾森 現在叫做什麼NGB尼爾森 傳播交易機構都是 所以你今天罵媒體 這麼多人都要罵進去 有一次我在某個學校參加一個座談會 座談會之前 在一個貴賓室 某戲的戲主任就要討好我 他說我們都不看三台 我們都不看三台 三台節目好爛喔 那我說很抱歉喔 你都不看三台 那你怎麼知道三台爛啊 那我的意思 我的心裡在想說 你怎麼有資格罵三台 你是傳播教育者呢 傳播教育者是最沒有資格罵媒體的人 因為都是他學生 都是他教出來的 所以你們如果發現有人在罵媒體 你去看看他屬於這些人 如果這些人 你說那你自己在罵自己喔 不能夠把所有罪過的都推給我們電視台 不能夠把所有罪過的都推給我們老闆 那都不公平 因為今天一個社會現象的產生 其實有太多因素 那這個告訴各位 媒體的利害關係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的台灣廣告商 是根據收視率的百分點來買廣告 就是我剛剛講的 說今天的電視播出去以後 明天收視率如果不夠 那你要拿點數來陪我 你陪明天的也好 陪什麼時候都沒有關係 你一定要補購 我才付錢 我不夠我扣錢 所以是一個不是很好的制度 那美國跟日本的電視廣告 包括香港也是一樣 他們有預售制度 像飛機票我這票旅館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健全的廣告制度 我有一年去日本參觀 日本最大的廣告公司叫什麼 日本電通 他們有一棟大樓57層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參觀完之後 他們還有一個廣告博物館 參觀完之後 我有最大的感觸是 我說這個才是叫做跨媒體經營 廣告公司是跨媒體 因為他收廣告主的錢 然後在不同的媒體上面去操作經營 跨媒體經營者 是真正成功的典範 以前我們會覺得說 我電視不得了 現在你發現說 你跟廣告公司比起來算什麼 這幾年你會發現說 跟製作公司比起來 你電視台又是怎麼樣 以前台灣的無線電視台 你只要是能夠當上他董事長 當上尤其是總經理 就相當於部長級 或者是次長級的位階 所以那個時候是非常遵從的位置 但現在誰都可以當電視台老闆 你只要有錢 你就開個衛星電視台 你也是電視台老闆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 那因為過去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造成說 我們的廣告制度是有問題 整個制度有一點 我剛剛講大家都不賺錢 另外一個是 我們節目的製作的生產制度也有問題 美國的電視節目 如果要進無線電視網 我看過的資料說 他一年可能有一兩千個提案給他們 然後他們從中間挑兩百步 然後再篩選 篩選到最後 才請人來做presentation 然後才從中間挑一個兩個幾個而已 而且他們不只是要好的劇本 要有好的卡司 要有廣告商的支持 就是說我要準備在 美國三大電視網 現在四大電視網 播映的節目 是必須帶廣告進來 你才可能有機會 但是過去的台灣的電視節目製作人 只要抱緊一個人的大腿 或是兩個人大腿 就可以吃香喝辣 他只要特別是抱緊總經理 或者是說節目部的經理 他就很好過 他才不管你廣告 但是那個時代已經過了 所以是過去 但是問題是時代過去 這種制度可能還殘留在這個社會裡面 還殘留在這個市場裡面 所以台灣今天這個市場結構沒有改變以前 大概整個媒體的生態也不可能改 那最根本原因就是那個廣告制度 所以今天各位來看 來學數位廣告 或者說數位媒體的廣告 我們不要用數位廣告這個名字 用數位媒體的廣告 我們怎麼樣來改變 或者說來顛覆這個 傳統媒體 我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有位民進黨的文權部的 有沒有來 我最近也跟一些人在談 民進黨制政府 最近要花很多時間去做輿情匯報 每天早上一大早 就要找幾相關人員 然後來討論說今天這個報紙 或者是昨天的電視 那我們怎麼樣去因應 我說哪那麼辛苦 顯然太不了解媒體的生態 根本不要管他就沒事了 像今天 像我最近這兩天 我剛剛還碰到一個朋友 我們公司的司機 他送我去紐約 參加一個新聞局辦的記者招待會 他就一路上就跟我講說 怎麼那麼笨 319你管他吵 你不要甩他就沒事了 我也這麼想 我說幹嘛你 這個王姓南還跳出來 誰也跳出來 你讓他吵嘛 吵有什麼關係 而且現在媒體分眾非常厲害 不看了還是不看 不知道還是不知道 不知道還是不知道 這媒體生態已經改變 但是有人改變不過來 還以為現在的生態 這個媒體不得了 還以為說現在這個媒體的總經理 就是以前的部長 所以要善待他們 整個市場在改變 我們來看廣告代理商也在改變 過去是有一個廣告代理商 所以廣告代理商要做很多事情 包括拍廣告片 包括設計文稿等等 但是後來就分啊 拍廣告片也專門拍廣告片 美工的可能也有的人 也包給外面做了 那現在呢 媒體購買 大家也集資起來 乾脆就弄一個媒體購買公司 所以現在誰最大 媒體購買公司最大 所以過去那些 很有名的廣告代理商 像國華啦 像這個聯廣啊 他們相對的 就沒有過去那種氣勢 他們在改變 就是媒體在改變 廣告商也在改變 市場也正在演化當中 那碰到數位媒體 它會怎麼變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說 我們媒體為了生存 民視也開始做廣告啊 我們自己 像過去兩年 我們等於是一個媒體購買公司 我們從政府標了一個大案子來 然後就分給天下雜誌一點 分給這個廣播電台一點 分給東森一點 分給山裡一點 我們在發稿啊 我們也是公關公司 我們幫人家開記者代替會 我們也是辦活動的公司 我們幫這個遊樂場去做很多活動 我們把腳伸進公關領域 那廣告公司當然也不可能 坐在那邊讓你入侵啊 所以廣告公司 現在他們也 開始詬病製作公司 廣告公司自己要做節目 這就是整個市場在改變 那這個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匯流 我想各位聽過這個 鄭教授伊唐克雷的演講 就是匯流產生 產業之間在不斷的演變 產業之間的界線模糊 那現在我們來看 去年台灣廣告市場 去年的廣告市場 對不起 這個這個是我們業務部給我的 所以我沒有打出從哪裡找到 2005年整體市場廣告量是 530億新台幣 各位看一下 最主要要給各位看的是衰退喔 台灣廣告量在衰退 那麼2500五道媒體廣告量相比 無線電視下滑衰退15% 無線電視下滑衰退15% 反正你們這邊沒有無線電視下滑衰 有沒有無線電視下滑衰 好像都沒有 最後一個 無線電視下滑衰退15% 對這個課程也不太感興趣 傳統 都活在傳統裡面 所以很少來 其實整個無線電視下滑衰 我的了解 他們現在操作的 操作的手法 都還是沿用過去的方法 我們的廣告號稱定價十秒鐘 三萬三千三打包子 但是實際能夠收到一點 能夠收個三千五千 都是OMITOPLE的好價錢 其實無線電視的廣告價格 跟有線電視越來越接近 有線電視市場 逐漸飽和情況下 廣料減少8.3% 一個是15% 廣播下滑2.92% 但是雜誌跟其他的廣告呢 反而成長 這是台灣的廣告的現象 那麼這個部分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其實這些衰退的原因 當然是台灣整體的經濟因素有關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媒體太多 電視媒體太多 當電視媒體太多的時候 它的廣告效益相對減低 廣告主就不想在這地方再玩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網路廣告信息 那這個是一張圖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有無線電視的量 從過去的五千六 應該這個是什麼 這個單位是什麼 五千六百九十萬吧 應該是這樣 單位千元嘛 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一十億 五十億 應該是什麼 五十六億啦 不只吧 現在五十六億喔 好可憐 五十六億真的很可憐 我們當年 要申請這個 民視這個執照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的研究是 一年台灣的電視廣告有150億 那時候我們算一算說 我只要能夠拿15% 民視就會活下去 後來是增加到200億 那現在總數 你可以把有線電視跟無線電視加起來 18加56 18億加56億 怎麼會這麼一點點呢 180億 應該是這樣喔 那這個呢 這是56億嘛 對啦 那就對啦 那你看看多可憐喔 這個是70% 這個30% 以前呢這個是 我剛 我民視剛剛成立的時候 這個是70% 無線電部分 這個是30% 現在反過來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 為什麼 華視啊 台視啊 中視會虧得這麼厲害的 原因也在這裡 我們再看亞洲的廣告市場 亞洲的廣告市場 各位看一下 他們成長14% 我們衰退 人家成長 總值是660億美元 菲律賓 中國澳洲成長最多 電視占66 報紙29 雜誌5 中國有310億 不僅是美國 我們來看看這個地方 台灣電視占42 亞洲平均66 我們只有42 那報紙34 報紙29 所以你會發現 在亞洲各國 看電視的人口 還是很不夠 但是你會發現 台灣的看電視人口 會不會是因此下降 還是什麼原因 那我們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 為什麼亞洲 平均是66 我們只有42 而且你看台灣的雜誌 反而很大 各位看到這個東西 你會有什麼想法 有沒有要表示意見 他沒有把網路加進去 沒錯 其實這個我是從正面來思維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 正在電視公司當然是會壞現象 但就整體社會來講是好現象 就是台灣的網路發達 可能是台灣網路發達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台灣電視的氾濫 廣告效果下降 所以廣告商 廣告代理商 廣告主 都不願意再花錢 或是把電視廣告的預算拉低 他會拿到別的地方去 特別是雜誌 雜誌這幾年為什麼好 因為有益州刊 我想這個是事實 因為他確實是個有影響力的雜誌 雖然有時候他會亂報 偶爾 應該大部分都還好 偶爾還是有錯 所以不能講偶爾 或是經常 反正最近發現他被告 官司打輸了還不少 所以到底是亂報還是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他確實是一個 這幾年在台灣來講 是個有影響力 而且他兩本有一本 如果你不看八卦 看另外一本 其實是有一些 有分量的文章在裡面 這是事實 就像我常說 早期他進來的時候 我常說 如果你英文很好 你買Playboy 不看那些裸體照 其實他也有經典文章 同樣的道理 所以不要只看一些 畫畫綠的東西 來爭扁一份雜誌 那電視媒體發展趨勢 這個地方最主要是 讓各位了解整個趨勢的發展 那我們剛剛講 傳統的廣播電視商業模式 正面臨威脅 那原因是什麼 可以收看電視影音的產品 越來越多 像手機啊 PDA PC啊 另外是消費者上網時間 越來越長 頻道約定者也越來越少 廣告預算的成長又有限 其實這張跟 鄭教授給你們看的一張投影片 其實是一樣 我把它變成文字而已 我們來源都一樣 都是在英國的電信公司 拿到的資料 第二個是節目製作的進入障礙地 過去製作節目門檻很高 現在你我都可以成為電視製作人 好萊塢的電視製作人 或者電影製作人 他們自己就講說 過去那種吃香喝辣的日子 過去 因為非專業人士 開始可以進入這個市場 那這也就是我很期待台灣 以後可以更多的年輕人 透過自己的創作 透過自己的video blog 讓台灣成為全世界的 手機電視內容的供應中心 我們自己都每個人都來做 那這可能性很大 那另外一個是 30秒廣告的效度避減 我想這也是台灣的電視廣告 萎縮的可能原因之一 就是現在的媒體這麼發達 尤其現在我的了解 現在年輕人看電視的也不多了 所以看電視的人口相對減少 那廣告的效果相對減低 廣告主當然不願意把錢丟在這個地方 另外是顧客傳播通訊方式多樣化 那顧客有更多的選擇 多樣化當然就有更多的選擇 所以這個是整個媒體發展的趨勢 那電視廣告的威脅有哪些 美國他是說 後電視時代已經來臨 現在是後電視時代 我也一直認為說 數位電視時代來臨以後 數位電視不是電視 電視這個名詞可能以後就慢慢就消失了 那會給新媒體取代 那新消費者出現 什麼是消費者我們等一下再談 那顧客對廣告效果要求增加 廣告主跟代理商之間的關係 已經有外力入侵 我們就算是外力 我剛剛舉的例子 民視也跨入公關領域 跨入廣告領域 這就是外力之一 另外媒體繁殖增聲很容易 我剛才講過就是說 現在要自己製作電視節目很容易 或者說我們不要叫電視節目 叫做數位影音內容很容易 那你現在也可以很容易就有一個影音媒體 就是你可以用Video VideoBlog 特別現在Podcast又出現 VideoPodcast又出現 我們自己可以有很多的影音資料丟在網路上 讓人家去傳播 那現在是還沒有一個機制 以後也許有個機制就可以 讓你一個創作變成全球性的東西 你不要多 全球性每個人分離一分錢就好 在全世界流傳的時候 很可能你一個月之後就是個富翁 所以各位 你有機會要想辦法用數位的工具 去創造影音內容 創造一些故事 我現在碰到任何人 我都做這樣的鼓勵 我叫他們第一件事情做什麼 為自己做一個影音履歷表 可以嗎 大家抄起來 回去去做一個影音履歷表 我們下次大家來自我介紹 用影音自我介紹 這很好玩嘛 第二件事情 回去用Video 用影音為你父母立傳 用影音為爸爸媽媽寫傳記 是最孝順的行為 我看到吳念珍拍一部鬥賞 我真的是很感動 我說我連文字都沒辦法為我父親寫下一些東西 可是人家可以用一部電影 記錄父親的生平 那現在各位都可能 廣告信息飽和 科技的變化 這些都是電視廣告的威脅 但是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就是DVR的出現 就是數位錄影機的出現 觀眾可以自動錄下100小時以上的節目 觀眾可以選擇時間觀賞 觀眾可以跳脫廣告影片 最主要就是跳脫廣告影片 各位 如果大家都不看廣告影片 我們的廣告給誰看啊 廣告如果沒有人看 我廣告的錢到哪裡收啊 每個月只需要多付會計 就可以安裝 那看 各位聽過這個消息沒有 TIVO要到台灣來 各位都聽過 TIVO要到台灣來 這是把傳統電視 變成隨時可以重播的節目 TIVO在美國讓300萬人 願意每個月多掏400塊 400塊是台幣看電視 美國大型數位電視服務業的TIVO 準備12月進攻台灣 今年年底要來的 所以我們電視業的人 我們做廣告的人 不需要怎麼應應 不需要有沒有在應應 廣告界有沒有人在這裡 有沒有去應應這個事情 至少我們民視沒有人去討論這個事情 那當然有可能啊 所以去年 去年我們的影音班人 就有一個 他要做一個 I I廣告的頻道 專門播廣告 當然有可能 在美國數位錄影機開始 發展出讓美國320萬消費者 每個月多繳12.95元 看電視的新服務 那我昨天又收到一個朋友 給我的mail 他是從下一張 下一張會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那TIVO的服務模式 各位自己看一下 我想TIVO怎麼服務 我們不會管 但是有一點是TIVO還能夠把節目 轉入到iPod上面 我看到iPod的時候 Podcast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覺得說我們數位電視真的 就是發不發展都沒有關係 雖然今天 今天新聞群搞一個什麼數位電視 什麼起跑的 這個記者招待會 我個人是比較傾向說 好好發展IPTV 那數位電視呢 只做那種行動的跟電信結合 那只提供即時的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那些一般的節目 大家都在IPTV上去 你要去download就好 平常也不必看電視的 不必鎖在電視機前面幹什麼 那這個是最新我超到的營運境況 就是TIVO雖然很可怕 但是他目前還在虧本 在美國虧本 我們希望他再來台灣也不賺錢 就是說大家不會一下子就去 去買他的服務 各位可以看出來去年虧損1950萬 不過你會發現說 比前年同期虧損要來得少 也就是說他越來越好 所以也不是很好的消息 對我來講 那你看看他營收是6010萬美元 政府平均每月要付19.95美元 這是最新的資料 那另外TIVO跟衛星電視服務商 DirectTV結盟 推出數位錄影機的促銷狀案 讓他在2005年第四季增加 35.6萬用戶 有17.30來自主DirectTV 所以增加的用戶數 2004年增加69.8萬 這個速度不是很高 就美國那麼大的市場 一年才增加60.8萬 不算太多 但是就一個企業的規模來講 如果有幾百萬的訂付 其實是很好經營 因為他可以衍生出很多附帶的 加值的東西會出現 那現在美國TIVO的總人數是 總用戶數達到440萬 那接下來要跟各位談 數位時代廣告的改變 那數位時代 也許我們也可以說 數位廣告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過去的廣告是定點的信息 現在是內容豐富的信息 過去的廣告所針對的是 定點的市場 現在是分眾的市場 過去是靠佣金收入 過去的廣告都是收17% 現在其實收不到了 那個時代都已經過去了 那現在是要收服務費 那以前的服務費呢 現在是一計表現付費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的收視率看怎麼樣 我再給你 你的表現好 我就多付給你 表現不好就比較扣錢 交易的執行 以前是 以前是你給我錢 那今後應該是行銷夥伴 要行銷夥伴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一個概念 就是以前 廣告商跟廣告主之間 廣告商跟媒體之間 其實好像都不相干 都只是交易 但今後大家要改變過去那種 你我之間好像是敵對的一樣 我多要你一分錢 你就少一塊肉 然後大家就想辦法 在那邊喊價殺價 那今後要想辦法 大家一起賺錢 我舉個例子 我剛剛看到我們公司的一份報表 一個千層 就是我們去年 過年 過年期間 我們跟九族文化村合夥 我們就是行銷夥伴 他進場的人口越多 超過一定量我就可以分紅 我剛剛看一看 喔 還不少 不能告訴各位詳細數目 那個是機密 很高興 因為他們創造了 去年整個台灣遊樂區 在春節期間 人數最多的是九族文化村 因為跟民主合作 所以這夥伴關係就建立 那去年暑假 那個遊樂區 進場人數最多的是小人國 小人國幾乎都已經被台灣人忘掉 去年吃飯之間 大家會記起來 喔 還有個小人國 趕快去 好久沒去了 結果那個案子完了之後 他們的董事長 帶著他的兒子 其實他要準備交給兒子 董事長差不多我這個年底 他的兒子當然就是三十幾歲 年輕人帶著去 拿一張紙票來謝謝我們 收人的錢 人家還跟你說謝謝 爽不爽 支持要有夥伴關係 行銷夥伴的概念 就能夠創造新的營業模式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主題了 這個就是不好意思說了半天 我們現在才進入主題 但是我想我們要交代一下整個的市場狀況 我們來談這個才比較有意思 要不然好像不曉得再說什麼 另外一個 我也在學校兼課 我常常要我的學生說 你學這些東西 一定要先了解台灣的市場 我在四星開那門課 叫做數位電視節目規劃 我說不是數位電視 電視節目規劃 我說如果你不了解台灣的電視市場 我說了半天節目規劃有什麼用 如果我把美國的教材來教你們 也沒有什麼意思 同樣呢我在這個原子大學開一門課 叫做數位媒體發展策略 我都是教人家策略而已 詳細的你問我 我都不會 講大的我可以吹 但是我敢講是因為我是業務出身 只是不是廣告業務 不過我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曾經在廣告公司打工過 很短一段時間 本來也想進入廣告業 而且我也曾經去應徵 過去聽 各位有沒有聽過國際工商 點頭的人就比較資深 我去應徵 那時候我很笨 真的很笨 我考過 後來只找兩個人再去復始 那時候考那些題目很有創意 我自己去想了很多東西 寫了寫了 我覺得認為都寫得不錯 但是我不是法政科的 我是懸農的 那位老闆問我說 你要不要出國 會不會出國 那時候我想說 我才剛考上研究所 我才不出國 但是我應該想說 我不會出國 膽兵截鐵這麼講 他一定會用我 我說 我兩年內不會出國 各位 如果你是老闆 然後你告訴他說 兩年內不出國 他想說 兩年內我是培養期間 你等兩年我培養你 可以上戰場的時候 你可能出國 那我還用幹什麼 他當然用一個不出國的 所以我那時候真笨 我說不出國 不還好啦 我如果那時候說 好 我不出國 可能我就成為廣告人 但是廣告人 以我們那個年代當廣告人 搞不好我都已經不見了 不在這個地方 不在這個人間 因為那個太早期 那個廣告人是很辛苦的 不是說 那個業務是很好 那種生活環境也不錯 但是你必須要花很多的心思 用很多的腦筋 會勞心又勞你 所以有的人可能勞不過 就像我們一個非常有名的廣告的材質 那現在整理都不好 所以我不要講什麼人了 不好意思 好 我們回過頭來 就是數位媒體 後電視時代的新媒體 我們稱之為數位媒體 那什麼叫數位媒體 許凡可承載 儲存 處理 傳輸 呈現數位化資訊的傳播媒體 都稱為數位媒體 這個是原資大學學務長 梁朝雲教授的定義 他的演講稿 我把它摘下來 那我想這個定義是很合理合適的 那我們看IBM的定義 IBM在2003年5月他定義說 無法儲存在傳統資料庫的影像 影像在工程界叫資訊 工程界叫音訊 跟圖像等尚未建構的內容 其實這個地方 問題出在哪裡你知道嗎 問題是我們談media 英文依據media 台灣可以翻成媒體也別人翻成媒體 上個禮拜我在原資大學的課堂上 就跟同學在討論 媒介怎麼定義 媒體怎麼定義 媒介是什麼 媒體是什麼 我說了半天好像都說不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也不要說也說不清楚 但是各位曾經有人這樣過建議 那我們只是說媒介它是一個 媒介我想不用太多解釋 就是它是承載一個內容的中介的物質 或者中介的物體 或者是方法 那媒體也許我們一般講 談到講媒體 電視台是個媒體 那是一個經營媒介的機構 如果你這樣去定義 也未嘗不可 但是這些定義在目前 學術界也沒有好好定義 我們業界何必這麼辛苦去定義它 直到大家大概了解怎麼樣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也不是要去做學術研究的內容 那數位媒體到底有哪些 要怎麼去歸類 其實這個都留給學術界很辛苦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網站 電子新聞 數位電視 數位廣播 IBTV MOD 或者是行動電視 Podcast 部落格 VLOG 這些也許我們都稱之為新的媒體 新的媒介 但是在IBM來講 只要用Streaming傳出的 它都通通把它歸類作為數位媒介 這也對啦 用Streaming方式傳播的 都把它歸類 這比較簡單 那數位媒體的性質是什麼 它是不會隨時間退化 複製不會影響原稿 我們在網路上 我們在網路上 複製來或複製去 都不會檢損在原稿 一分半半好 但是過去的類比的 你每尻一次 大概信號就會衰弱 另外是具有原生內在的價值 也就是說媒介本身連結的價值 與媒介本身連結的價值 像電影 音樂 就是這個內容 它跟媒介本身 它連結起來就產生價值 像電影 像音樂 另外還具有商業流程的價值 各位如果我們拿來訓練 這個影音系統拿來訓練 影音內容拿來做訓練 拿來做會議的素材 就會產生另外一種價值 這是數位媒體的性質 那數位媒體加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的性質是 任何點都可以進行 這是不用講 數位媒體加網際網路的性質 最主要讓各位知道是這個 任何具有天生價值的影音 都可以透過網路進行全球銷售 比任何最大的零售商更具潛力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說 現在年輕人 如果你去創作數位影音的內容 你的內容都可以進行全球的銷售 我的瞭解像三立的偶像劇 或三立一些內容 他賣給新加坡的這個叫做電信公司 他賣的就是全球版權 台灣已經有人在做這種聲音 所以台灣絕對有這個條件 讓我們的這些數位影音的內容 變成全球的供應的重鎮之一 接下來我們再看 各位看 我們現在慢慢大家要進入主題 就是所謂交叉跨媒體 或是交叉效應的概念 各位這個是英國一家 叫YouMedia的電視公司 或是衛星電視公司 或是數位電視公司都可以 他特別強調Triple Play Triple Play我們現在是三網合一的概念 那你看他是電視網站加手機 這個Avago是做什麼 各位看到這個是什麼東西 做什麼 Bingo 台灣說要推展數位電視 我說現在推這麼辛苦 為什麼不開放在網路 在電視上做Bingo遊戲 還怕沒有人來買數位電視 台灣數位電視還不能發展嗎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都沒有人去建議 各位這家小小的電視台 可以經營16個頻道 他的主控在地下室 矮矮的地下室 他在一個老舊的工業區裡面租一棟房子 然後就這麼經營 那他還有一個網站更厲害 網站做什麼 約會網站 他也是一樣跟手機結合 跟電視結合 賺大錢 他員工只有兩百多個人 我們民事有八百多個人 四倍 他們賺的錢是我們四倍 我們人是他的四倍 賺的錢是他的四分之一 所以數位你怎麼去操作他 幾乎怎麼做 那我們來看 我們看媒體在改變 廣告商在改變 那我們看消費者有沒有在改變 消費者在改變 後電視時代的新消費者是什麼 我們稱為數位原住民 我們的下一代 你們可能半個 有一半數位原住民的血統 我叫做什麼 我叫數位移民 這個話都不是我說的 是美國人研究寫的報告 我們這一代叫什麼 Baby Boomer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的孩子叫什麼 叫做Echo Boomer 我把它翻成回響浪潮 我們叫做新浪潮 他們叫做回響的浪潮 嬰兒潮 我們這一代叫嬰兒潮 Baby Boomer 我們翻成嬰兒潮 我們是潮水 嬰兒像潮水一樣融進 那下一代就是回響 嬰兒潮的回響 就是回響浪潮 我不知道怎麼翻 你們可能比我更有文學底子 你們去想想看 Echo Boomer要怎麼翻 數位時代成長的第一代 一出生 家中就有電腦跟網際網路 他們的溝通 娛樂 獲取資訊 購物的方式 都不是上一代人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電視 我們要想慢慢的是這些人 這些人大概現在都是 都算是應該想1980年代 現在是20年代 20歲 25歲左右 都開始成長了 所以我說你們可能有一部分人 都屬於這一群這樣的人 他們想法是什麼 如果我們做的電視節目他們不看 我們就少掉多少人不看 他們占了我們人口比例應該相當多 而且我們做的東西 他們現在看 等他中年的時候他還會回味 如果他有錢他就會回味 如果他沒錢他就不會回味過去 我常常講說我們這一代很偉大 很幸福 我常常這麼講 當然有人不認同我的觀念 我們這一代是讓台菜復興 台語復興的一代一代 因為我們這一代有錢 我們這一代賺了錢 賺了錢 過了中年之後 就會回味年輕的東西 小時候東西就會去找 所以我們這一代就會想吃台菜 我們年輕的時候 看到這個番薯是很討厭 我小時候看到番薯是很討厭 因為每天都吃番薯 我老婆跟我結婚之後 有一次她從菜市場買這個番薯 回來飯店一起煮 我破口大罵 因為那是我貧窮的回憶 貧窮的記憶 那個時候我看了會難過 昨天來了一個日本人 我們請他去台菜館吃飯 吃那個寒煮 我就跟他吹牛說 這個就是我的貧窮記憶 就變成很自豪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做的電視節目 是25歲這個Eco部門 或是原住民看 數位原住民看 等他們到中年的時候 他們還會回過頭來 再回味這東西 你的當年的經典之作 再過20年後 30年後 搞不好又可以再賣一次 對不對 就像瓊瑤的小說 永遠不會衰退 因為teenager永遠存在 然後teenager會老 等他老的時候 他還會回味 所以他可以重拍 永遠有兩群人在看 一群人是回味的 一群人是teenager 都還在戀愛的這個馬叔叔的年齡 各位如果做生意 這個是不是很清楚的市場 我們要掌握就是這種市場 如果像我們 我們自己民視很清楚 我們做這個八點檔年紀 現在都是第一 有什麼用 都是阿公阿嬤在看 等他們要回味的時候 對啦 所以那個是只賣一次啊 能夠賣多少次 像貓王你看 貓王為什麼東西 永遠不會衰退 其實以後就會衰退了 不會衰退的原因就是 他以前年輕 他以前年輕時代的 年輕的那些人 長大了 又要去回味 所以他東西就永遠能看 可是等這一代過去了 你們年輕人管他 誰是貓王狗王 誰還要去看 所以那個那個 你看過幾年 他那個博物館 大概就沒有人看 這是很正常的一個現象 所以各位就了解說 我們必須了解我的消費是什麼 我才能夠做好的廣告 那你看他們怎麼看電視 就他們一出生 就號稱有五百個頻道 美國 美國是有五百個頻道 在台灣是沒有的 但是台灣一百個頻道 是絕對有的 其實是沒有八十幾個頻道 在那樣的環境以下 他們是選擇習慣性這樣跳來跳去 那喜歡在各頻道之間遊移跳來看 觀看出時間非常短暫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想 我最近要我女兒 她下下個禮拜要回台灣 說你幫我買一本書 我現在看到一本書叫做 Shot Form Film 還是Shot Form什麼東西的製作技巧 這怎麼樣去製作短片 製作短片的技術 我想這個以後是非常有機會 包括我最近 昨天 剛剛 不是 對不起 這個時間他們會跳錯 剛剛中午了 我跟一些文藝界人吃飯 我隔壁做的文件會的副作 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諸位是歌仔系的研究者 我來搞一個十年 十年台灣歌仔系的發展計畫好不好 我說齁 除了傳統歌仔系以外 我能不能搞一個短劇 叫年輕人創作 你們創作 但是唱是用都馬調 用那些我來念歌樓 用那個歌來唱齁 然後我們拍那個短短的 然後也穿那個很漂亮的古裝 藝物演唱 那也可以像上次那個 什麼天外什麼 中式有一個 這就沒有中式的 上一出延續劇 他們那些仙女都穿得很 很短很清涼有沒有 天外什麼東西 我忘掉了 有沒有 那個都 號稱古裝 那哪也是古裝 我們稱為現代古裝 我們就讓歌仔系穿現代古裝 然後由年輕來創作 啊不要多 多拍五分鐘的 然後我們對外行銷 Taiwanese at Opera 在手機上幫 我就跟他這樣講 蛤 蛤 什麼 對啊對啊對啊 我們都可以有一些想法 那他就笑一笑 我說我要搞一個十年的歌仔系發展計畫 除了傳統的以外 還有現代 兩條路並進嘛 一方面保存文化 一方面創新文化 這叫什麼 文化創意產業 有沒有道理 那我們是用影音來創造 用影音來創造台灣的新文化 另外一個是這些新消費者是喜歡即時回應 要MSN 要手機簡訊 我衝擊量能夠用email 你叫我用MSN 那個要在那邊打字聊天 哪有那種本事 不過現在有Skype 什麼東西可以直接通 不過現在年輕人 就說你看那個速度多快 我們好不容易才學會一樣新東西 另外一樣新東西又出現了 我怎麼跟得上啊 那年輕人不要學很奇怪他們不要學 就像那遊戲喔 我們學半天那個手就是動不了 可是他們也不看啊 英文也不會啊 可是怎麼會打得那麼好很奇怪喔 真的我一直想不通 不過最近我想通了 因為年輕人一出生以後 又腦發達 又腦發達是用圖像在思考 所以他們看圖就知道很多意思 那我們長大以後 右腦慢慢不發達 左腦越來越發達 就分析能力很強 可是很奇怪喔 像我們年紀大了 又想學佛又想學打坐 你知道那個右腦在訓練什麼 那個右腦在訓練右腦 你知道什麼叫本性 直入本性 自性 什麼叫自性 就是右腦發達 所以我們小時候 那個右腦發達 因為社會化的關係 就不發達 那左腦發達 那現在長大以後 又要想辦法讓右腦發達 那我現在一直在訓練 所以哪一天我說明就通靈了 我就會看到各位很多東西 開開玩笑 另外就是說他們有自己的網站 自己可以創作CD、DVD做好 我最喜歡這樣的事情 我年輕的時候 就一直想做這些創作的工具 但是都沒有工具 那太難 我那時候用V8也拍很多東西 包括有一年 那個蘇貞昌當縣長 他就請我們一些朋友到屏東去 那我就拍他 他怎麼樣在過年的時候 到一個在家有一個地方去住一個晚上 然後一大早起來 就叫我那女兒 那時候他們都很小 我朋友的孩子 叫他們在操場上撿垃圾 那我都把他拍起來 我說要拍一個縣長的一天 縣長怎麼過年 回來從頭到現在 那個到現在都沒有轉換成V8S 他老婆說 哎呀你把他轉成這個袋子給我們 送一個袋子給我們 我到現在還沒去動他 就是一直 那時候的工具 跟現在比起來 那時候比較難 現在這些都很容易 那喜歡個人化跟互動 酷是他們的品味 特別是個人化跟互動 各位 他們喜歡個人化 我說你們喜歡個人化 其實我也喜歡個人化 我現在常常要年輕人說 你們要懂得呈現個性 展示叛逆 那我也告訴我 像我這種年齡的人 我說我們年輕的時候 備受壓抑 我們活在威權的體質下 這個也不敢 那個也不行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 到了一個年齡了 我們也應該展示一下自己 年輕沒有展示過的個性 也要適度的呈現叛逆 所以老的也要 年輕的也要 你們中間的不可以 因為你們是社會中間 社會中間當然就要規規矩矩做事 數位原住民特性 我想這個就自己看一看就好 但是我想有一個 過去 過去我們這個社會是 特別談個別獨立 但這個地方有一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 雖然他喜歡個人化 但是 他們用MSN啊 他們用網路啊 他們知道要連結才能共生 共生是很重要 我們台灣的 我們這一代 或者說現在中間這一代 那些吵吵鬧鬧的政治人物 就是不懂得這個 所以每天都在耗 消耗他們個人的生命 我們也受連累 沒辦法 這個社會的進化 這個叫做Evolution 所以各位不要擔心 我就覺得說 你用笑看 這個台灣的發展就好 不要受他們影響 另外是 我們過去是工作導向 他們是娛樂導向 遊戲導向 那你看 computer的game Email Internet 手機 還有這個即時訊息 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這是數位原住民 那數位原住民 那數位原住民 學習方式我們也不必全部看 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們透過多元化媒體的交換過程來學習 那經由快速回饋的媒體 然後經由隨機存取式的VOD的方式來探索資訊 所以各位了解 他們是這樣在學習 那你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他們的玩具是什麼 他們的玩具是什麼 他們的玩具就是數位媒體 數位媒體就是他們的玩具 數位媒體就是他們的玩具 電腦 遊戲機 電視 手機 MP3 iPod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數位廣告的價值是什麼 傳統的廣告是對目標族群傳播價值觀 只是給他們一個觀念的溝通 觀念的溝通 但是在網路空間裡面 在網路空間 我知道不知道英文怎麼翻 是Cyberspace Cyberspace這樣的一個概念裡面 行銷企劃者 就是一個Marketer呢 要給消費者不再只是傳播溝通而已 而是立即的 立即的價值給予 所以跟消費者溝通 單靠傳播 就是說傳播慢慢的 它的方式必須要改變 就是現在我們談的大眾傳播學 其實慢慢的不能夠適用現在 而是要跟消費者互動 消費者必須 我們必須有這樣的概念 消費者就是這樣子的人 另外是 接下來就給各位介紹網際網路的 我在一些年長的場合裡面 我說數位電視的遙控器 就好比這個電腦的滑鼠 如果你用過電腦 我正在講 這個遙控器就是等於滑鼠 那遙控器就是 這個我懂了 遙控器就是滑鼠 我馬上可以可以心理意會 可是那群人沒有一個人上網 沒有一個人用電腦 那我說這個有什麼用 沒有用 如果你在說消費 滑鼠就是滑鼠 遙控器就是遙控器 遙控器為什麼等於滑鼠 沒有用 所以各位你們要怎麼樣溝通 這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不要想說我懂 然後你們也應該懂 我最不喜歡跟這個學術界人一起開會 他們老是以為我們英文很好 所以這個powerpoint都是用英文 然後他英文型嘛 他可以一邊看到英文 然後就跟你們講中文 我們聽的人 靠屎你講什麼聽話 他有時候又繞兩句在英文 中文都已經不懂了嘛 然後你又講英文 尤其是工程的 我以前剛開始就學那個 什麼DVV什麼DTH 搞半天真的不懂 有一次我們公司一位 工程師 組長 問他報告 他也是一樣的 他那時候在唸研究所 唸台大的研究所 全部都是英文 我們總統聽說 那你現在講什麼 從那次以後 我們公司那組長報告 英文就少了一點 少了很多幾乎沒有了 不過我們上個禮 我們每兩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二的上午 我們有工作會把我們請外面人來演講 我們又請一位教授 他全部都英文 而且他禮拜二早上8點4時演講 禮拜一我才看到那個演講稿 全部英文 我總不能叫他退回去說 拜託你給他還真中文 我趕快拜託我們公司的年輕人 欸 拜託不要緊 他一直翻翻 翻到快下班才翻好 我就趕快印出來送給總經理 結果總經第二天他沒有來參加這個婚宴 我在想他可能看得不太爽的樣子 後來聽說是有事啦 跟這個無關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說 我們 你應該知道你的場合是什麼 你跟誰在presentation 你的面對的對象是什麼 你要用共同的語言來溝通 學廣告這是第一個要素 你當然有時候是為了要創造一種奇的東西 你會故意弄幾句洋文 表示你這廣告的不同凡響 那可以 但是你不能全篇於立 全篇都是搞一個外文 然後讓大家都看不懂 喔 你說我這廣告很酷 你要跟誰酷啊 所以我們從那個故事來印證說 廣告的溝通 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那我們回過頭來來談 網際網路廣告的基本分類 這是從日本的一本叫做 網路廣告 Internet廣告革命的書裡面 在錄下來 它這樣分類的 那英文的分類 也許跟這個差不多也不一樣 那web廣告的形式 然後有電子郵件 這些都算是網路廣告 在Internet上面的廣告 那web就是網站上面的廣告 就有很多又可以分很多 或什麼banner 或者是什麼方形的 正方形的 長方形的 那streaming也是一種 網際網路的廣告方式 另外是行動電視的 行動上網 另外listing其實就是關鍵字廣告 關鍵字廣告 那web廣告的形式 日本它分成定型的廣告 就是內文 另外一種banner 還有budget budget就是一個方方的 像一個budget一樣 你知道那日文都寫那個 那個叫什麼 寫的那個那種 叫做片甲 我剛開始看也看不懂 我日文不是很好 但是我可以猜 但是我看那個片甲名 我可以把它想成英文 然後我就可以去理解它 我是這樣在看日文的書 所以各位不要以為我日文很行 你跟我講日文我聽不懂的 必須先聲明一下 那我就去請教我們公司的日文幫 我們公司有好幾個都是東京一大的 或者是日本住十幾年的 我們日文非常好 那個寫的budget 那我以為是budget 有個budget就是口碑的廣告 我以為是口碑 其實不是 可是後來看內文才知道說 它是一個方形的 像budget一樣 喔budget 才知道原來是budget 那另外一個是長方形的廣告 另外一個是像摩天樓一樣 像跌上來的廣告 就是說它定型廣告 另外非定型廣告也是floating 我想這個知道 那另外一個是可以再一直擴充 或者你一直點 然後它一直再擴充 一直擴充擴充的廣告 那個pop up的啦 什麼全頁的啦 或者是用贊助的廣告 各種不同的廣告 我想這個部分 你們自己去了解 如果我不懂 不要問我 去問莊老師 因為我講的是策略 這個是技術面的 就由莊老師負責 那我只是隨便找一些 讓各位看一看 就是找到幾個 在網路上找到的 有的方形的 我想這個應該是稱為budget吧 就像一個bash一樣 那有的可以一直連動的 那這個有這個 怎麼會接上這邊就可以動 這個有網路連線嗎 蛤 這麼好 你還有這種效果 我們上網齁 蛤 我不知道 我在我的公司都不動啊 怎麼來到你們這邊就動啊 這邊磁場比較強了吧 不錯齁 還不錯不錯 還會動耶 很高興啊 你知道我這樣抓下來 我突然之間 我也很年輕起來那種感覺 我懂得用這種東西來 因為你知道我要抓這東西 剛開始是很笨手笨腳 常常抓錯 抓出來怎麼沒有啦 我又再重新來 這要花很多時間 現在看起來很快啊 但是實際上 但是我為了你們這張 又讓我學一些新技術 包括我怎麼會畫圖 我慢慢越畫越漂亮 等一下給各位看幾張 雖然還不是很好 那網際網路的廣告效果是什麼 它分成三種 一種印象的效果 含廣告衝擊 品牌 或是改變消費者態度 就是在網路上廣告有這種效果 還有一種流量的效果 流量的效果就是說 你看到這個以後呢 你可能還會殘留事後的印象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能回過頭來 還會再去點閱它 所以網路廣告有個好處 因為它不像電視廣告完了就沒有啦 你要找也找不到嘛 對不對 但是你這個可能還會回來 還會回來 另外你還可以回應跟它 response 所以網際網路廣告就是因為有負動的效果 而且它是停留在網站裡面 就像我們剛剛把剛剛那個抓下來 它還可以再 我們抓到這地方它還可以動啊 你看多有意思 它還 就是說我們以前 如果把別的地方廣告抓下來 可能死的還是 活的抓到我們這邊來變死的 可是我們從網站抓到我這邊來 這廣告還是活的 所以它的這種事後的印象 跟事後的點閱都有它的效果存在 另外一種是我特別提出來 就是說新興的網路廣告 關鍵字的搜尋 因為這個會是最近 最近這一陣子很紅的一種廣告方法 而且它不是很貴 那在日本 這個是日本的資料 那我等一下還有台灣的資料 它只是 最主要是說 它每日可以計算投資報酬率 每日計算投資報酬率 然後來算價錢 就是剛剛我們講就是說 效果有效果再來說 沒有效果不用說 這個不是很好嗎 我投資一個廣告 有效果收錢 沒效果不用急 這個我們都大家可以 可以來做廣告 是最很好 另外在點選率 點選率很高 而且價格透明 所以廣告歡迎 這是一個新的方法 那美國有兩大計程 Google是第一 那Overture 現在更名為 Yahoo Search Marketing Solution 我剛剛看各位的這個 這個報名的資料裡面 有人也提到這個部分 我說還好 我這個地方還找到一些新資料 要不然亂講的話 人家這個比我更懂 年輕人比我更懂 那不是漏氣嗎 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一種冷漢冒出來的感覺 你知道嗎 好感到好感到 好感到 我至少還找到一些資料 要不然你來跟人家吹什麼 什麼數位廣告 你懂什麼 我們年輕人比你更清楚 你還來幹什麼 那另外關鍵是廣告 這是從網路上 大家各位可以去看看 我就不講 就是SU 優化網站裡面找到的 其實跟剛剛那個是一樣 那它的 它另外一個英文名字叫 Pay Per Click 你看點選多少再來算帳 就是搜尋引擎 允許你為網站選擇特定的 主要搜尋引擎關鍵詞 做付費廣告 那這個部分現在Google有 Yahoo有 大概最主要做這兩家 美國也是這樣 日本也是這樣 大概這兩家 是做的最好 PC網友沒有 沒有 就只有這兩家 那這個是 今後你在做做 幫人家做廣告企劃的時候 你可以考慮的一種方法 或者說你要辦活動 怎麼樣 宣傳上讓人家進入這個部分 然後進入到你的網站 所以各位 談到這裡就順便跟各位講 你這個東西就是一種連結的效果 這個關鍵字實上就是連結的效果 第一個效果是什麼 怎麼樣讓人家快速找到你 其實現在的網站就好比人海茫茫河出群 全世界那麼多網站 哪裡去找 現在我跟人家講說 我有網站 那你有網站什麼 我說你不要問我 你就到Google裡面去打個黃國詩 打下去就可以找到我的網站 有可能 我不敢說一定有 至少就是不會那麼麻煩 不要說什麼 我自己把Google那種搜尋體系 把它抓到我的網 我的電腦裡面 我自己年紀大了 自己寫很多文章 那個我們自己對檔案管理 又不是很用心 所以你當年寫的文章 放在哪一個資料夾裡 不知道 他便說 你怎麼找 找一找 Google幫你找 真的很方便 所以現在朋友講說 如果你要儲存你的資料 你要儲存你的資料 就去Google 開一個Email 或者去這個 隨便拿一個 Portal裡面去開一個部落格 你把所有的文章什麼都丟上去 要找就快了 你上去以後就數位化了 數位化的那個搜尋你 就幫你找到了 那你不必擔心啊 那以後 老人痴呆也沒有關係啊 就找得到 所以我就覺得 科技進步 你只要能夠跟上 老了沒有關係 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那他的運作方式是 搜尋引擎收到網路使用者 輸入的搜尋自傳 是符合你設定的搜尋引擎 關鍵字 或有關連帶的時候 這個時候搜尋引擎會將你的關鍵字報告 廣告帶出並顯示在搜尋引擎 結果頁的上方或左邊或右邊 這個是各位有空回去看看這個 Google或者是Yahoo就可以看得到 這是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談這個 跨媒體廣告企劃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現在在經營一個企業網站 我們常常不是很用心在經營 所以各位以後如果你要幫人家規劃 廣告的企劃案的時候 或者做所謂的 這個叫media planning的時候 你一定要考慮 怎麼樣讓這個企業網站 在這個整個media planning裡面 佔有一席之地 甚至它說不定就是一個核心 那這個是企業網站 對企業的廣告主來講 它是第一次可以親手操作自己的媒體 網站就是企業自己的媒體 過去企業老闆哪有自己的媒體 都是別人的媒體 了不起它是一個Kelope Kelope算是它的平面媒體 它機器 如此而已 但是網站 是它自己可以親手操作的媒體 那它是一個企業的品牌網站 它要可以做它的 創造它的品牌效應 那也是一個做它活動的網站 那它要怎麼樣讓這個企業網站 有用 你現在很多企業都要花錢買廣告 買大眾媒體廣告 常常忽略 你花錢買廣告 為什麼不在你花錢買的廣告裡面 秀出你的企業網站 你一定要利用你現在花的錢 趕快在現在這個時候 讓你的企業網站 變成有名的網站 或者是消費者知道的網站 你要branding你的website 要去品牌化你的網站 所以廣告主可以自由自在的 在自己的領域跟消費者溝通 這是你跟消費者溝通的 一個很重要的據點 那如果你的互動 在互動的這個技術上面 你能力夠 其實你可以創造各種各樣的可能 你可以創造很多的活動 在你的網站上 我舉個例子 我在去年曾經辦過 婚禮規劃師訓練活動 我剛開始辦的時候 我們公司有一個年輕人 他一直不看好這個 他說這個有誰是報名 他一直希望最好沒成功 表示他看得比我準 你知道在一個企業裡面 一定有這種囂張 就像你們中華電信 一定有人希望你們MOD搞不成 對不對 你搞成了我算什麼 有人鐵口之鑽 MOD一定是 一定是 一定是 他希望你死 表示我先知 會不會有這樣的 一定有 所以我們公司就有這樣的 所以我那時候 招生效果不很好 後來我自己就跳進去 那我自己上電視去吹噓 然後都要他們看到這個消息之後 上我的網站去看詳細內容 那今年第二期 我就交給我合伙 合伴的那個單位去做了 我就不管了 因為我辦過第一次 年輕人自己去玩 我就不管了 結果報名截止的時候 9個人報名 我第一期辦 48個人報名 一個人收3萬5 只有10週 很貴 那今年 價錢減少 時數增加 報名人數減少 為什麼 我後來檢討的時候 我拿到他們的傳單 都沒有我們的網站 那也沒有特別去說明 民視的那個也沒有 商標也沒有出來 所以就是說 你在做廣告的時候 你那個操作的過程 非常細膩 你忽略一個 整個就沒有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現實的 活生真的例子 你怎麼樣去應用那個網站 而且你想想看 我已經花錢了 花大筆錢去買電視廣告 買報紙廣告 為什麼你不把 順便把你的網站放進去 那個順手的東西 第二個 你應該把這些網站 修得很漂亮 把內容很豐富 讓人家進來的時候 以後他就常常進來 你就可以省掉很多廣告 以後你這個就是你的媒體的 你為什麼不去擴張你的媒體 現在很多人就是 還沒有辦法去瞭解這個 因為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企業主的老闆 不知道網站是什麼網哥 他不重視 他還沒有辦法理解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公司的Marketer 記住 一定要回去告訴你老闆 這企業網站多重要 一個月 多花兩萬塊去維護 或者請一個人去維護 絕對值回票價 而且要應用各種各樣的 互動的機制 然後去創造各種可能 這企業網站 不要太小看它 接下來要給各位介紹一個名詞 就是革命的進化 革命跟進化 革命跟進化事實上是複次的 Evolution跟這個revolution 一個是巨變 一夜之間就有個改變 或是一夕之間 或是一剎那之間 這個是革命性的衝擊 那evolution是一天變一點 一點一點一滴一滴慢慢變 這就是演化進化 那日本人用一個革命的進化 網際網路是不是一個革命 但是網際網路也不正在進化 你看廣告的表現 當年網路剛開始的時候 台灣出現了一家叫Double Click 各位知道吧 現在Double Click在哪一家 回家了嗎 回美國啦 有沒有倒我不知道啦 就是不見了 在台灣不見了 哇 當年不得了 他們是做什麼 他們當年最多的廣告是什麼 Banner 後來Banner是什麼 Banner是消費者 或者是說使用者 在網路上不講閱聽者 我們講使用者 是使用者的障礙 討厭 跑出這個東西來 所以Banner 慢慢後來就改變很多東西 就Flash的出來 動畫出來 或者是網路電影就出現啊 或是互動啊 關鍵字 廣告不斷在改變 在網路上的廣告不斷在進化 不斷在改變 當然 就像這個報紙廣告不會因為廣播廣告出現 報紙消失 電視出現也不會讓廣播消失 網路出現電視也不會馬上消失一樣 所以當Flash出現 橫幅也不會馬上消失 還是繼續存在 這些東西都會繼續存在 但是有的效果不同 那你看你要 你是什麼樣的廣告 你要做什麼樣的應用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網路廣告的目標市場 目標市群非常清楚 那過去我們做廣告 做電視廣告 誰在看 我怎麼知道 我們那個什麼 以前叫Eddie Nielsen 現在叫NGB Nielsen 還是什麼 現在叫什麼 蛤 NGB嘛 現在這個Nielsen的 這個調查 到底準不準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常常跟他吵 如果他給我們高一點說 很準很準 給我們低一點我們就跟他吵不準 以前那個中市的董事長鄭舒明 他不是就登廣告抗議嗎 說不準不準 後來他高一點就準準準 所以就是說 說準也不準 說不準也準啦 就是很模糊 但現在很清楚 誰看我們都很清楚 另外就是這個Media Planning 從整合行銷到交叉媒體效應 其實今天要真正要跟各位是談這個部分 真正要跟各位是談這個部分 過去是這個整合行銷 我們現在要談到是交叉媒體效應 或是跨媒體效應 那跨媒體的媒體計畫 我們分三個部分來跟各位談 第一個是談Media Planning的變化 這個媒體規劃 現在或是媒體計畫產生變化 另外是網際網路廣告 我們怎麼規劃 另外是大眾媒體 跟網際網路的媒體 所產生的跨媒體策略 我們怎麼去凝蔽 我們怎麼來思維 那我們先看媒體計畫的變化 那是過去我們是做這個Media Mix 就是我們把各種不同的這個Media 電視 廣播 新聞 雜誌 交通廣告等不同的媒體 把它混合在一起來使用 可能電視佔多一點 廣播佔少一點 新聞多一點 雜誌少一點 交通廣告也少一點 那麼我們就把客戶的預算 分配給這些不同的媒體 然後以不同的 或者相關的內容 或者有點不同 可能有點相同的內容 在這個不同的媒體裡面出現 然後希望尋求最大的reach 最大的觸及力 希望尋求這個東西 那現在的互動廣告 是以互動媒體為核心 周邊是大眾廣告 是促銷 是交易系統跟品牌 我們看一個圖 就是跨媒體 或者是交叉媒體效應 是以網站為核心 然後呢 我們要用大眾傳播媒體 作為輔助 就是我剛剛講說 如果我有一個企業廣告 我企業網站 那應該是我整個廣告的核心思維 那我所有的東西都應該圍繞這個 我的企業網站 那也不一定是企業網站 而可能是 你可能在Yahoo 或者是在其他的網站上 你也買廣告 或是在裡面登廣告 那就是說 你要用那些廣告 作為核心 那用這些來輔助 那另外你要有促銷的活動 那麼要有交易的體系 要怎麼交易 包括人家刷卡 或是網路上點購等等 那怎麼付錢機制 你要去設計它 另外這個品牌的溝通 你要怎麼去做 是從這樣的一個思維 來做媒體規劃 所以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看看Mediamax 是以大眾傳播為中心 電視、廣播、報紙、雜誌、交通、看板 以最大的target reach為主 就是重點 以電視為主 其他媒體為主 這是大眾傳播 Mediamix的一個做法 那它只有媒體加媒體的效應 是追求量的效率 那我們看 Cross Media 就是交叉媒體 或是跨媒體的效應來講 那是Internet跟鍵盤 是以網際網路為中心 結合周邊的大眾廣告促銷交易 系統跟品牌發展等舉辦 互動性的活動 是今後行銷模式的主流 是日本的書上這麼寫 我就照照 那它會產生媒體 成媒體的相成效果 那直的效果 強調的是直的效果 跟遠見跟視野 那我們來看網路廣告怎麼規劃 網路廣告的規劃要了解 網際網路的媒體的數據 我們要了解 這個網路 這個網站 比方說Yahoo 它是什麼人在看 那你希望它的社群 跟你的產品是相符合的 你才用 如果不符合 你可能跑到Google 或者跑到哪一個 或者是PC Home 或是誰的地方 那我們必須要很清楚它的媒體是 然後我們選擇 適合我的產品的網路媒體 也許你選兩個 也許你四個都選 或者五個選 不知道 然後你要決定廣告的大小 要發稿的形式 還有目標客戶 這是你網路廣告規劃的時候 你要思考到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跨媒體的規劃 就是大眾乘以網際網路的跨媒體策略 是以網站 我們講網站的時候 是企業網站加外部網站 自己的網站要考慮進去 不要自己的媒體不用 然後拼拼用Yahoo的番組等等 為核心的廣告企劃 它這個發展的原因 又是因為寬頻普及 消費者接觸媒體的方式改變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介紹 數位原住民 要介紹Eco Boomer 最主要是他們的發展 接觸媒體的方式 跟上一代不一樣 大眾媒體跟網際網路的媒體的結合 發稿實際跟形式得到 可以擴大廣告效果 這是我們談到跨媒體規劃的時候 這邊我們有一些 實際的經過測試以後 所產生的結論 電視廣告播出以後 網站的動畫廣告 接續展開的時候 可以獲得這樣的效果 消費者認知後 容易產生驅動效果 他可能會鼓勵他去買 或是鼓勵他在網站上 去進一步去了解 甚至在網站上下單 消費者認知後 不容易忘記 等一下我們有數據 消費者從認知者 變成使用者的效果會增加 原來我們傳統的廣告是告訴你有這樣東西 但是從認知到他變成購買行為 這段路有時候是很長 有時候很長 但是如果你加網站的以後呢 他可能可以縮短 這是經過人家測試的 另外是兩波電視廣告之間 如果我們夾著有一個網路的廣告的時候 比方說第二季跟第四季第三季 我們用網際網路的廣告補進去 那可以發揮鍍橋的效應 就可以發揮一種 一種中間創造出來的新的效應 另外是任何時間觸及目標顧客 任何時間都可以碰到目標顧客 我們平常的這種廣告 如果他不看電視你就接觸不到他 他不看雜誌不看新聞 你也接觸不到他 但是而且他是像電視 特別是電視 特別像電視是有時間性的 他想看可是已經過去了 可是網路就放在那裡 網站就放在那裡 他回家去點一點就跑到你家 他回家就會到你家 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 那另外是電視加網站的廣告效果 那這有人做過研究 他是分成四組 一種是接觸電視廣告組 一種是接觸網路廣告組 一種兩個都接觸 意思是第四種是兩個都不接觸 他們是在美國做實驗 看美國的空軍廣告 結果呢第三組 兩種都接觸的 這廣告認知呢 32 不是不是 哇對 第三組呢 兩者就接觸 他對電視廣告的認知是32 但對網路的廣告就達到78 就是有加成的效用 他看過電視 又看過網路 他兩個一加成 就創造了高達78 那第一組 對電視廣告認知只有23 因為他只看電視 那第二組對廣告認知是65 也就是說他如果只是在網路上 他的廣告認知是65% 他是兩者都接觸的話 當他在網路上的廣告的認知上 就會高達78% 那也就是說 電視促成他的網路的廣告認知 更高於原來的單純的網路廣告認知 這是美國的研究的報告 那另外一個是日本日清食品 他有一種產品叫巨多 巨多什麼我沒有去查證 他說這是2003年5月 以電視網站以及其他媒體 進行產品廣告 結果呢 經過電視跟網路認知的產品 而購買者是54 如果從電視只有46% 經由網路有40% 這是兩者產生的加成效果 會提高 那其他的只有24% 這個是日本的研究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地方來了解 就是 互動時代的企業的行銷議題 是應該以企業網站作為核心 應用電視跟網際網路的廣告表現 進行數位傳播 或互動傳播的設計 這是 我們現在面臨的這種 所謂跨媒體時代的時候 我們要去進行的方式 我們一定要 要考慮到 以企業網站為核心 那企業網站變成說在設計上 我們就要把相關東西放在裡面 比方說 我剛剛講說我們要招生 那我們會在這網站上 把我們招生的東西放進去 另外我們這個 這個叫做 我們有個節目叫消費高手 你知道我們消費高手 一個端午節可以賣多少粽子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賣35萬顆的粽子 那這個怎麼賣 其實就是一樣 一定是電視節目加網站的設計 讓它能夠進入網站 那我再舉個例子 最近我們這個 有一個這個叫做 保養品叫BIMO 那我們就會有人從網路上看到這個消息 從電視上看到以後 他就進入網站去 那電視看到了 那電視一晃就沒有了 那怎麼辦 那像以前 這個常常會跟電話結合 電話有時候你正要抄的時候 又不見了 看不到 所以現在有網路 因為網路他只要看到這個 那只要有一定印象 他就網路上去Google 就會找到你的網站 他找到你的網站 就很多東西就有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 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 比方說我剛剛舉的那個例子 就是台中有個消費者 他就是看到電視 然後進入搜尋網站 然後進入我們的網站 然後又有問題 就打電話來 所以要買 但是他進入網站 他又不敢用信用卡付錢 因為怕萬一這個網路安全不夠 所以他就打電話來 我們公司的經理就親自接電話 就跟他談 然後呢 他說他要買 那我們的經理很客氣 他說那你先買小包裝 先試用看看 如果好你再買 他說不用啦不用啦不用 我要買四包 四個大包 那他就說怎麼付款 他就告訴他怎麼付款 他都不用 他說不想那樣付款 然後剛好我們有人去台中 我們在台中會辦展示會 那就告訴他 我們在台中有個展示會 我們專程幫你送去 你送到貨的時候 你再付錢 他說那這樣子 我順便幫我的朋友 再買多少包 原來說小包的 他說不用我買四包 然後再幫朋友又買四包 八包 八包這送貨就 這個錢就夠了 你看 這就是我剛講的 我有電視的廣告 然後有網路 所產生的效用 那再加上人員的促銷 這人員 就是說我們那個經理師 也是很懂得怎麼樣去抓住那客人 因為你一開始就跟他吹牛說 多好你多買一點 他想你在催你 我們很體貼嘛 你不要一次買那麼多 你先試用看看 他想 哇 這個怎麼 這個一定是很好 還是怎麼樣 他心理上至少就不會排斥 然後他想說 民視 這招牌那麼大 我在聽他騙 騙我來騙 到民視很好玩耶 對不對 馬上會成名 所以我們現在民視最怕 像我以前辦這個 辦這個演員訓練班 其實早幾期我很擔心 我都要求我們所有的公司 那男同事說 你們任何一個人 你們不能夠跟我打哪一個人的主意 你讓我抓到的話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我很怕萬一出現一些什麼東西 他回去 然後跟他巴巴怎麼說 跟他哥哥怎麼說 然後回過頭來 來民視踢館 那我這個班主任怎麼辦啊 而且你各位都知道 以前很多傳播公司 開這個演員訓練班 是在騙財騙色的 如果我上報 那我的同學說 黃國師怎麼晚節不保 老了才去電視台搞這種遊戲 所以我很擔心 所以你就知道說 因為你的招牌大 如果我是一個小公司 你來啊 了不起我明天換個招牌嘛 我民視我明天可以換嗎 你知道民視 有順便跟你講的沒有關係 我們當年喔 用了大概不到10秒鐘 還是不到20秒鐘的 人家的短片 那個事情我處理過 就是我們那時候的新聞部的經理 我們現在不說誰啦 說誰了才剛好幾 掌聲感情 他沒有處理電話 他說哎呀 用你20秒你算啥啦 而且大家都是民主運動人士 就是我們用到當年的街頭運動 或是以前有一個什麼 什麼專門拍這個黨外的活動的 某一個人士的一小段 可是就是因為我們處理的時候 太大意了 太大意那就沒有好好去處理 其實那好好處理 搞不好10萬塊20萬就結束了 那20秒算什麼 結果你知道我們處理多少 沒有那麼多啦 打6折啦 600萬 他很簡單 他告你董事長沒有用 董事長 政治人物常常要告 那很正常嘛 我怕什麼 哭怕誤 但他告我們胡亂寧 胡亂寧那個女生 他被告他當然就是不願意被告啊 他當然就是跟總經講 總經說哎你去跟他談 不過我談一半就找別人接受 因為我知道我不會談判 我談判一定輸啊 結果別人談判也沒有好到哪去啊 就600萬按下去啊 喔 那時候真的很痛啊 非常痛 那當然是因為這就是因為兩次 一次沒有處理好又犯第二次 所以人家就抓住這個地方 去咬緊不放 那其實講起來都是他們老同事 可是他看你民事當年 從社會吸金吸那麼多 拿你600萬算什麼 他可能是這樣想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很棘手 所以你如果在一個大公司 幫人家處理這些類似這種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很用心把它處理掉 要不然小錢可以打發 就可能變成大錢還處理不了 最好是小錢就能打發 不要變成大錢處理不了的 積手的事件 這是我真正自己的痛苦經驗 那我們回過頭來說 你企業網站在今後 確實是一個很重要 你怎麼樣去把它包裝 怎麼樣去設計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有一個全方位的廣告的概念 那你看我們是用Web做主 然後第二個配合應該是電視 電視不管怎麼樣 在目前來講 它絕對還是一個 最有影響力的廣告媒體 那報紙廣告 雜誌廣告 另外我們必須有Promotion 另外我們要Event Marketing 我們要有公關 我們要有店面的設施 如果你是一個通路的話 你的店面的 店面的這種Promotion也很重要 店面的那些設施 那另外如果可能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到所謂的 置入式行銷 也是一個在未來很重要的一種行銷工序 所以這是複動時代企業的行銷的議題 我們必須要了解 那接下來我是給各位看幾個 這個就是Web Marketing的這種概念 那我希望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我這個畫圖技術很差 能夠畫這樣 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你們應該給這個老人家一些鼓勵的 就是說按道理就是說 這個Mass Marketing 應該外面再畫個虛線 這樣一直拉拉到這邊來 就是Mass Marketing應該是這樣子 一塊 Direct Marketing這樣一塊 可是我不曉得是哪裡拉這個線 那我想說這樣已經夠清楚了 反正我到時候再跟各位講就好 所以我就沒有去找 那這個部分一樣 Communication Media是這樣一塊 那Marketing Rule是這樣一塊 就是說這些都算是Marketing Rule Core Center 傳真 明信片 事件行銷 店面促銷 這個都是屬於Marketing Rule 那各位可以從這邊看出來 促銷活動當然是大眾的 大眾的 那這個明信片呢 當然算是直銷嘛 直銷的 那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是以Web做核心 Web做核心 那我們要參著這些東西 參著這些相關的方式 去為顧客認定一個整體的行銷計畫 也就是說我們在新媒體時代 做行銷的時候 不要忘掉企業網站 不要忘掉網路廣告 但是不能 如果你也只是說網路廣告很有效文 你只用廣告當然也無可厚非啦 可是就目前來講 你大眾傳播媒體還是有一定的效率 你怎麼樣適度去分配 那這個東西你就必須要對整個的廣告市場 整個市場 整個市場要很清楚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數據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自己的產品它的屬性跟它要數學的對象 你也必須很清楚的了解 這是WebMarketing定位 那另外一張是各項活動 WebMarketing的各項活動 比方說品牌網路廣告 你要做橫幅呢還是做動畫 那你要不要有做大量誘導型的網路廣告 那這個部分屬於Marketing的概念 這個部分的外部的網站 這個部分算是外部網站 那這是內部網站就是企業網站 企業網站 這個部分是企業網站 這個部分是外部的網站 那你怎麼樣借用外部的網站 來做直接直銷行銷或者直接的行銷 那這個是你要去設計 這個是各種活動各種方法 它的定位在哪裡 那你看你自己的企業網站 就要有促銷設計 你要有提供品牌體驗 在自己企業網站裡面要去做這種事情 你讓人家進入你的網站 可以去感受你的品牌 這是WebMarketing整體上 我們可以各種活動 可以從這裡找到它適度的定位 給各位做一些參考 那你像Direct Marketing 你除了用外部網站之外 那你必須怎麼樣透過傳統的媒體 去做相輔相成的加乘作用 我們剛剛特別講的加乘作用 那接下來要跟各位來談一個話題就是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原住民 數位原住民 或是ECO Boomer ECO Boomer 他們都會傾向個人媒體 那他們喜歡 可能自己有自己的部落格 可能你喜歡手機 那在這樣的一種時代底下 像我第一次買到一個市場 因為我裝潢的時候 我們那個設計師 那設計師叫做 他有他的理想 他有他的理念 他就幫我弄了那個 那個放電視機的 只有那麼窄窄一塊 當然不能買那種傳統的電視機 我只要花三十幾萬去買一個 結果用三年不到 就壞掉了 那我就再花九萬塊 跟他換一部新的 最後加起來也是四十幾萬 所以很貴啊 那我自己在電視公司上班 如果以我的個性 我絕對不會去買那種產品 因為我知道他怎麼發展 可是因為設計師來講 你一間房子台下桌了 知道 忍痛 但是那買的是什麼 只是一個monitor而已 是一個Display 你必須要裝很多東西 才能夠收到電視 那當然那個還收不到電視 他沒有Tuner 所以你就知道說 如果從傳統來講 我買一個電視啊 怎麼買一個電視不看 真的不能看啊 所以你看看 像現在這樣的一個時代 你如果用傳統的電視的概念來看 你連生活上碰到的東西 你都沒辦法接受啦 所以你必須要扭轉 所以我常常叫人 不是教人家 常常跟人家討論說 你要適用數位思維來看問題 那什麼叫數位思維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必須要用非線性的觀念 必須用一種產業斷念來看問題 就是從黑白過度到彩色的時候 這次叫香榮 我們家有黑白電視 管你這個電視台播的是 有顏色還是沒顏色的 我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現在數位電視一出來 我家的電視就看不到啦 你必須再買一個setup box 再說家裡有setup box 請去走 謝謝你們啊 你看看 這麼少人 所以這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產業斷裂 它不相容 不相容 我們做的節目就沒有人看了 傳統的類比 現在只有五個無線節目 現在新的數位電視 有十四個節目 可是全台灣到現在 只有八十幾萬戶的人家 有setup box 所以我不曉得什麼時候 我們才有廣告價值 你要叫政府送啊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錢了 都虧得半死了 你就要叫送 那我們提早關門 所以各位就說 像目前這樣的一個時代 像我們看到 現在個人媒體出現 部落格會出現 手機電視會出現 那現在年輕人的想法 年輕人對媒體的思維 會是怎麼樣 都不知道 所以以後的廣告是越來越難做 當然不會那麼快 不會說明天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我們必須準備 必須準備 所以有一天那個時代 會突然之間跑出來 我再跟各位報告一個故事 我以前在我的日記上常寫說 當無線電視的廣告價格 等於有線電視的廣告價格的時候 就是我們災難的開始 那大概是四年前 我就在我的筆記本上寫 可是我都不敢講 因為我是覺得講出來 好像在唱衰自己 我們業務部一定不爽 可是我寫寫後來就忘掉了 然後突然之間說 怎麼真的等於等於 等於你看看 我們算還好 我們有一家無線電視台 還有一家有線電視台 叫做品視新聞 所以我們就可以拉扯一下 影響不大 可是隔壁的友台 就很難 所以他們是不是災難開始 所以一家虧9萬 一家虧6億 一家虧9億 一家虧6億 一家虧多少億 華視去年是因為賣了一塊 南侃的影棚的地 來補一補 剛好打平 那個地不要賣多少億 如果那個地賣多少億 就是虧多少億 所以你看看這個多可怕 所以有一天 數位廣告不是廣告 然後數位廣告的形式 是一個很奇怪的形式 改變出來的時候 你準備好沒有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廣告人 如果是做廣告業務的 你自己就要經常去思維這種問題 然後隨時準備 當隨時大家都不準備的時候 只有你準備 你會變成什麼 大不好 錢都會賺起來 所以各位你們要準備當大不好 有一天你們賺了錢 如果是因為聽我今天晚上的說 說辭 不要忘了包一個紅包給我 個人媒體有沒有 或有什麼廣告效應 就是說 比方說 在座有人搞一個部落格 又有video 或是叫vlog 紐約時報叫vlog 紐約時報創一個名字叫vlog 然後紐約時報又創造一個名字叫vlog 叫什麼 我把它翻成 我忘掉英文了 我翻成素人電視 我們不是有素人畫家嗎 那我們有沒有素人電視 那我們是會不會創造素人電視 那我們在座每一個人都會搞個電視台 我們自己有自己的電視台 我們這個電視台在網路上 是不是全球性的 對啊 所以有一天你們在座某一個人 是不是有一個素人電視台 然後全球的點閱率 是排在500名 我們不要100名 500名 你看我們台灣那個有錢人 500名就很有錢了嘛 500名裡面就好 有沒有可能 要有信心說yes 大家都有可能 另外是手機電視的經營模式 是不可能靠銷售廣告的商業模式來維生 除了寄生電信還有什麼出路 大家可以想想看 談到這裡我就順便跟各位講說 我們公司不是號稱有八個手機電視的頻道嗎 那其實我們那些年輕人 我就就說 他們還是用傳統的類比思維 去經營手機電視 他們以為說我有八個頻道 就好像電視台說我卡八個位置 這八個位置我卡了 以後人要送這些都要收錢 有沒有可能 數位時代沒有所謂頻道不頻道 你從EPG進去 EPG各位知道嗎 就是電視節目指南 你從EPG進去 你管你是哪一個頻道 它裡面分類 然後一直點一層一層一層下去 就像你點網頁 你在打開highnet的這個首頁的時候 highnet會跟你講說 這個新聞是第一個頻道 這個項目是第二個頻道 什麼旅遊是第三個頻道 有沒有不要嘛 所以一樣的 數位電視你進去也不要管它 你是第幾個頻道 你不必去按號碼 你就一直點進去 所以當你是一直點進去的時候 你現在卡八個位頻道有用嗎 沒有用 重要是你的東西好不好看 如果你東西不好看 你今天放上去 明天就會可以下架 因為他一定看 唉唷 放一三個月都沒人點那 鐵雕啊 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 在數位電視裡面 網路電視裡面 沒有所謂channel的概念 但是必須要記住有capacity 什麼capacity 頻寬 bit rate 所以英國的BBC 數位電視以後 成立一個新的部門 叫什麼 叫bit rate management 任何一個人 你要做電視節目 如果三個月以後要播 你要先跟他訂 我今天播這個節目 要用多少bit rate 所以一樣啦 以後 電信公司 3G也好 或者手機電視公司 他要不要 有一個bit rate management 你來啊 可以 到處 你要用多少頻寬 你播這個要用多少頻寬 是用這樣的概念來思維 所以我們現在 號稱有 你把它錄成這樣 如果我們公司那邊看到 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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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砍我頭說 我剛才要把它撈開 沒關係啦 這個是我們來討論 就是說 像 我們現在弄八個頻道 其實 就整個投資來講 太大 而且 獲益的是你們中華電信 我們是 拿我們的資源 弄了八個頻道 在貴中華電信的平台上面 然後我們公司 就花很多錢 在我們公司 自己不要付錢 可是你們 你們也不要付錢 我們就幫你做廣告工 喔 看我們的民視的手機電視台 用我們的資源 然後 中華電信說 沒關係啊 我們就跟你拆啊 看多少人點閱啊 不錯 現在點閱率是第一 但是全台灣有幾支手機 各位知道嗎 現在 6萬 如果加上其他的 聽說頂多10萬 10萬支裡面 會用手機看電視的 兩聲好嗎 已經不得了嘛 兩成算是相當多了嘛 那只有2萬支 2萬支裡面 有很多頻道 有大愛 又有什麼什麼其他的東西 分到我們這邊 可能二十分之一 可能三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一個月分一萬 你知道我們投資那個八個頻道 一個月不用 不要說一百萬 我也五十萬 五十萬 換一萬 我們只能說 還好民視這幾年還賺錢 我們戲還可以維持很長 但事實上是不太公平 不太公平 應該中華電信要把它廣告費 挪一部分給我們 這樣才是合理 所以如果我有機會去 面見賀成董事長 賀成是他雙姓嘛 賀成董事長 我應該跟他哭訴 拜託一下 你這樣實在是太難 各位你知道我們很辛苦 我舉個例子 各位知道在電視上的版權叫做播音權 對不對 在網路上叫做公開傳輸權 我們買了NHK的新聞 我們買路透社的新聞 買CNN的新聞 我們只買在電視在台灣的播音權 當你要用到手機 就叫做公開傳輸權 用在網路也是公開傳輸權 你再要再付一次錢 如果你不付 你把它播出去就侵權 如果被抓到罰起來 民視招牌大 他當然告你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辦 他說好你可以去播 但是我們算一算加起來 那幾個我剛剛念的那幾個加起來 一年要再加兩百萬 那我現在一個月才收一萬 我又加兩百萬 又兩百萬 所以我們說算了 那我們只好有個機制 就看到有外電的時候 我們主控就趕快 這個切換 有一個這個 切換的機制就按上去 然後就趕快跳一個廣告 或跳另外一個短片就進來 把它蓋過去 所以有時候就蓋到下一個 因為這條新聞到底多長 不會很確定 所以大概會 有時候會萬一漏一點點 所以寧可長一點點 蓋到下一個也沒關係 不要把上一個露一點點出來 又哀告 所以我們是這樣在操作 這個要不要再多一個人 或是要不要花一點時間再去 這都是錢耶 可是分那麼一點 好可憐 所以這個就是說 你手機電是這樣的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銷售廣告 那我們現在是寄生在電信上 電信它的規模又太小 所以我們現在卡進去 其實意義不大 意義不大 那得利的是中華電信 得利的是中華電信 上個禮拜三 有一個第八屆的電信高峰會議 找我去報告 我是其中的講員之一 我就提到這一點 中華電信說 沒有啦 沒這麼慘 說沒這麼慘 你看報表 他們就是 他們其中有一位 就裡面MOD的夾子處的那個處長 那個勞處長 是不是勞處長 行動 3G的勞處長 就說 哎呀 你趕快去跟我們賀城去談談 我有很多觀念 可以讓這個傳播電信跟電視能夠共生 所以我今天寫一封信 剛剛下班的時候 要來這邊之前就傳給賀城 他不曉得會見我 見我的話就趕快去訴苦 哭訴 看看能不能讓他分一點給我們 那應用3G手機塑膠商品的可能性是 就是說未來 我們怎麼樣用3G這樣一個平台 怎麼樣來賣東西 有沒有可能 也就是說我們怎麼樣用3G這個平台 來幫客戶做廣告 那這個可能性是怎麼樣 這都是一些未來東西 就是說我們談數位廣告的時候 我們把未來可能性有一起跟各位介紹 那我們要幫客戶去做廣告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可以試著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用一點點的 我是建議說用一點點預算 我們去試試這個新的平台 那這個意義有兩個 一個是你可以在中間發現一些新的東西 第二個你是等於是在贊助年輕人 去發展他新的一種新媒體 我是從這樣的觀念 所以我一直建議說電信業者要去投資手機內容的製作 你投資一些年輕朋友 可能給他10萬塊20萬塊 他就搞一個5分鐘的可能全球性轟動的東西 那你等於再促銷台灣 這可能性很大 但是對電信來講 你一年的廣告可能是一億三億 拿一點點出來小錢 我是從這樣的角度 所以各位如果你是在幫人家規劃 那你的客戶有預算 你不妨用一點點的錢 剝一部分的小經費 試著在這樣的媒體裡面去找一些東西 比方說像這個無名小子 他們也 他們也許也可以去怎麼樣去活用他 或是WebTV怎麼樣去合作 然後創造一點新的東西出來 那對他們這些年輕朋友經營這些網站 都不如注意 這是一方面介紹新的 一方面幫年輕人呼籲 我這個老人家還不錯 那這個有一個跨媒體活動設計 那這個有一個跨媒體活動設計 僅供參考 就是說我們現在如果要做跨媒體活動 我們除了一般廣告之外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比方說我們公司當年說要拍五分鐘聯繫去 我就沒有積極的贊成 原因說那個錢是我出就花不來 而是應該由電信業者 手機業者出這個錢我來拍 然後在我電視台播 那幫你們做廣告 那在這邊炒熱 然後再又到手機去播 那有的人在電視上沒看到 那你就飛到這手機上去看 那我們不斷把炒熱炒成話題 大家就拼命去買手機來看 那手機就有人買了 那這是一個方案 會不會成功我不知道 如果哪一天你按照這個操作失敗 你不要來罵我 沒有掛不正的 只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我是說我們用 Event Marketing的方式 我們從偵選劇本 偵選男女主角 手機走播 電視走播 網路走播 觀眾互動活動 我們全部把它弄成一個大的活動 也就是說現在你要做 做這種新媒體的活動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跟傳統媒體掛鉤 利用傳統大眾媒體的力量 跟你的新媒體產生一種互動 或是產生一種交叉的效果 那你這個做水平上的串聯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 那各合作廠商的官方網站 要設計各種活動 那跟播音要做連動的設計 另外這種自助之行銷 將3G融入劇本 讓人家看到那個連續機 就想買3G的手機 那3G手機就賺了 那門號也賺了 那我們電視業製作 製作我們就賺製作費嘛 那各賺各的 就是所謂多贏的局面就出現了 這是我一個想法 但是會不會做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鼓勵人家這樣做 我那天碰到一個遠傳的素博 遠傳素博 對他們同學 我就告訴他這個故事 說你們遠傳應該去做這東西 尤其是現在遠傳這個東哥陷入困境 各位知道誰是東哥嗎 徐系東嘛 他東哥不是現在陷入困境嗎 我們要搶救他啊 他我一個朋友告訴我說 我們東哥心態微懶 微懶 微懶值得對之到一場 可是現在遭受了藍色立委的攻擊 然後藍色立委又私下告訴他說 對不起啦我不是不支持你啦 我是要讓這個政府難看啦 他卡在政黨惡鬥之間 痛苦的要死 那交通部的官員又不敢講話 所以他左右不是人 所以這年頭做正義做到這個樣子實在是很辛苦 那另外事不要管 那最後一段 也算是最後的 那是各位看新媒體 我要給各位看這一張 最主要是讓各位看看就是說 我們新媒體是一個多平台的世界 有新媒體跟多平台這樣一個新的市場 那我們有手機電視 有寬屏就是IP 寬屏網路嘛 那是一個電腦 電腦結合寬屏網路 另外我們有數位電視或是IP電視 我們在這個電視上看 就在電腦上看電視 電視上看電視 我們也不要用電視 傳統的電視 就是傳統的電視這個名字裡面 我們可以看影音內容 我們在電腦上可以看影音內容 手機上也可以看影音內容 那這些平台 我們怎麼樣去創造廣告效益 我們怎麼樣去設計廣告 那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以後在設計這些 所謂媒體規劃的時候 我們必須把交易考慮進去 要把消費者的參與考慮進去 那我們必須用互動的機制 我們要藉這樣的一種媒體規劃 把我們的內容傳輸出去 把我們的品牌強化出去 這是一個新的市場的機制已經來臨 這已經來臨 而且是在英國都已經有人在操作 所以台灣也應該會有人更近 我相信已經有人在做 那給各位做參考 那最後就是說 我建議各位就是 我們要充分理解 新媒體跟傳統媒體的差異性 那千萬不要用傳統媒體的思維來看新媒體 那也一樣我們不要 把我們自己的成長經驗 加諸在新人類的身上 那我們要跳脫傳統廣告業務的潮酒 為顧客提供全方位的行銷規劃 那過去我們做生意靠關係 現在我們可能說服務至上就可以賺錢 但是今後你必須是能夠提供 偷偷數選你是一個諮詢顧問的角色 你才可能賺到錢 所以各位看 如果你有這個賣人壽保險的 他們叫什麼 叫顧問啊 他們叫理財顧問 他們不叫受險顧問 以前叫受險顧問 現在不叫受險顧問啊 叫什麼 理財顧問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提供這樣的概念 因為他不只是幫你保險 他也幫你理財 幫你節稅 幫你賺更多的錢 所以一樣 你做人家的廣告 你不是賣廣告 你是做人家的行銷顧問 是幫人家賺更多錢 然後人家賺了錢以後 又付錢給你 分你一點錢 你是他行銷夥伴 分你一點錢 然後不只是給你錢 他還跟你謝謝 說不定還叫你阿公 因為你幫他創造太多的財富 另外一個就是 以後的這個廣告形式改變 我們以前設計廣告的 製作節目就是製作節目 現在有所謂製作日行銷 兩個又搞不清楚 節目好像又是廣告 廣告好像也是節目 廣告拍得好看 就是一個聯繫劇 以前我一直跟我們業務人說 想辦法幫人家刺激 把廣告變成聯繫劇 每天露一段 讓他每天一直看下去 每天給他一分鐘 然後每天都有不同的產品 然後跟廣站聯繫 我想上課之前我先自我介紹好了 我也是學傳播的 我畢業之後呢 我就在中國時報 也是做marketing公關跟行銷 所有跟marketing有關的 然後之後呢 我原來是在報紙的媒體 之後我就在廣播電台 我在台北之音 也是做行銷 也是做marketing 也是做公關 其實marketing裡面 就在含公關嘛 之後呢 我就到三立電視 也是一樣負責的 就是行銷公關部 也是做marketing的部分 那其實 不管是在台北之音 或是在三立 只要是做公關 然後公關的主管 一定都是對外的發言人 所以公司只要是出事 或是呢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大概都是我必須要對外說明 大概是這樣的角色 那在這三個不同的媒體 其實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 都是做公關的部分 行銷部分 那到了三立的部分 除了做公關 我還兼另外一個部門 叫做數位內容事業部 我想應該還有另外的team 因為你們是業務課程嘛 有別的課程 應該是跟數位學習有關的 那所以其實我也 我也是帶一個數位內容事業部 其實因為其實因應數位時代的來臨 所有的行銷跟所有的內容 它勢必得從傳統的平台 進到數位的平台 所以在 我不曉得別的電視台了 那在三立電視的話 基本上我們是用內容取向 所以我們在行銷的角度上來講 我們也希望是從行銷的角度 切入數位平台 所以以我的身份來講 我可以去監管 數位內容事業部 我們還是用行銷的角度去出發 因為現在數位 數位時代或數位內容其實有兩大問題 一個就是新的商業模式 其實還在試驗嘛 平常講是這樣 另外一個是 數位的內容到底在哪裡 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其實基本上來講 我想大部分就是歸類這兩個問題啦 所以我大概也是監管那個部門 我們希望企圖能夠解決這兩個問題 或是創造新的商業模式 同學請坐 好 外面還在下雨嗎 很大 好 那我叫張正芬 那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要講的是有關於公關產業的部分 我想我可能先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一直認為所有的行銷 應該是說所有的公關 它只是含在行銷的一部分 我想如果學過行銷學 或是上過有跟傳播有關的 那只是為什麼今天會特別把這個題目拉出來呢 是因為我想在所有的媒體當中 公關的操作應該算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是最容易讓一般的消費者 或是樂聽者或是讀者或是觀眾 最容易清楚的 所以我們特別把公關策略拉出來去談 但是我想要認識公關策略 我還是會從大方向去談 然後最後再focus到公關 那我大部分其實我會用例子的方式 讓大家知道說到底電視台的公關在做什麼 因為我每天都在做這種事情 每天都要見媒體 每天都要跟媒體打交道 然後每天都要告訴媒體今天可以寫什麼 那我會帶上例子讓大家知道說怎麼作業的 我先從一個大方向讓大家知道說 我的邏輯思考是這樣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其實在 因為你們手邊都已經有講義了 所以你們也不用操 我大概是講我的概念 其實在所有的電視媒體上來講 我把它當作一個大產品來看 這個大產品其實就好像說 其實我把這個TV media 給它換成任何的product 都是要理的一樣 就是說其實在所有的公關 或所有的操作行銷來講的話 它其實不外乎要顧到它的品牌 跟它的產品特性 簡單說就是這樣 只不過說我把它套到一個媒體上來講 那如果是一個電視媒體 它必須行銷的層面一定 行銷的層面大概有哪幾個就是它的品牌的行銷 對不對 就是說你必須把它這個產品建立好很好的通路 或是很好的消費行為或是消費模式 簡單說如果在電視產業上來講 它就是要很高的收視率跟很高的知名度 如果今天換掉一個衛生棉就是要有很高的知名度 跟很很好的銷售市場 簡單說是這樣 那如果是在電視媒體的話 我們就要很高的很高的知名度跟很高的收視率 那要套成這樣的話 其實它透過哪些的行銷操作呢 就是品牌的行銷 這是一定要的 還有產品的行銷 還有消費者行銷 那這消費行銷在電視產業來講 其實就是所謂的觀眾行銷 我們怎麼樣可以跟觀眾有很密切的行銷的操作 跟行銷的一些方式 再來trade marketing 這個對我們所講 其實就是所謂的專業通路的行銷 以電視產業或是媒體產業來講 不外乎是像是像專業雜誌的行銷 類似像廣告雜誌或動腦雜誌這樣子 或是像是所有購買公司或是廣告客戶 就是特定的產業跟特定的專業通路上面的行銷 我想這個部分其實在媒體上來講 比較重要是因為我們對的是大眾 那事實上其實真正會消費我們這個產業的 其實是廣告主對不對 因為我們不會跟每一個消費者來收多少錢 可是呢真的會購買我們的 其實就是客戶跟廣告主 那這些的行銷是特定產業的行銷 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講非常的重要 那這些東西就可以在哪些的展現呢 哪些的方式哪些的通路上展現 就有這麼多報紙啊 第一個是NP報紙啊 第二個是雜誌 第三個是廣播 第四個是Internet 廣路的部分 還有現在很流行的3G 還有呢Agency 就是我剛剛所講的所有的代理商 所有代理商包括說 現在比較流行的是廣告代理商 媒體購買公司或是直接的廣告主 那一般來說因為媒體產業的不同 它會有比較不同的Agency的一些溝通跟行銷 比如說像因為以前我在廣播電台 這廣播電台你針對特定的Agency的話 它都會有小型的廣播廣告代理商 這種廣播廣告代理商呢 就不太像是我們現在所認識的 像什麼媒體庫啊貝利德啊 它是比較小的廣告代理商 那這種廣告代理商類似像是 嗯什麼權威傳播啊 就是那種比較小的傳播公司 但是它大部分都是focus在廣播廣告 所以呢 會因為媒體的不同 它的Agency的溝通也不同 那比如說像雜誌跟報紙的話 像雜誌的話通常雜誌它比較少跟購買公司 因為它的其實它的業務量比較小 所以大部分Agency它的所謂的Agency 會比較針對客戶 比如說時報週刊好了 時報週刊其實它會直接跑客戶族群 它比較少去比較少 比例上來講它大概一半會跑客戶 一半會跑廣告工廣告代理商 所以一半跑廣告客戶就是說 它可能會跟福特很熟 會跟中華汽車很熟 但是像我們電視台可能跟中華汽車不熟 我可能跟媒體庫很熟 這是因為產業媒體的不同 所以你跟各種各種媒體的打交道的不同 所以呢換句話說 比如說時報週刊 它的公關跟Trader Marketing 它可能就是不是跟針對像媒體庫貝利德這種行銷 它可能就會寫年度十大客戶 然後招待一次國外旅遊 類似像這樣 這是最最基本的一個客戶行銷啦 那他們會輪出年底 輪出那個業務量嘛 然後前十大 可是前三你會發現是Chanel啊 類似喔 Chanel啊 Tiffany啊 中華汽車啊 Volvo啊 可能像這樣的東西 它就找十個客戶 然後呢年底就招待他們去 也許年初或年底招待他們客戶出去旅遊 那這種東西就建立公關 對它來講是這樣的方式建立公關 那如果是對於電視台的話呢 基本上電視台公關 我們可能會run出 好 十大媒體購買公司 那這十大媒體購買公司呢 好我們這十大 可能就是裡面的 Buy Media Buyer的Leader 我們可能就run 可能我們做的可能就是 兩天一夜的高爾夫球的Seminar 類似像這樣子的Trade Marketing 這種東西也是一種公關 可是會因為 會因為對象的不同 會有不同的公關方式 或是說針對這樣子的agency 比如說以電視台來講的話 我們會針對這個族群 我們可能會辦什麼 就是說像是消費者行為的Seminar 那可能會是一個參序 類似這樣的方式 那消費者行為的Seminar 其實基本上 我們可能會用電視台的某個例子 去跟agency溝通 說像這樣子的產品 對我們兩個產品就是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 它target是什麼 它的消費行為是什麼 以後你們是哪些客戶比較適合 其實這樣子的教育模式 雖然說是一個客戶的Seminar 可是間接的也公關到我們產品的行銷 因為我一定會用我的產品的例子 去做說明 比如說 我今天做的十個廣告代理商 我去溝通了一個東西 我可能是溝通愛情魔法師這個偶像劇 類似 我就舉這個例子 當我在解釋愛情魔法師這個偶像舉手 我是不是潛移默化 就讓客戶或是購買公司 認識了我這個產品 類似這樣講 那通常來參加的也許他不是leader 他只是一個buyer 那他會潛移默化知道說 我的愛情魔法師target是這樣 所以我可能 他女性消費者比較多 可能是15歲到24歲 那可能回去就會想說 像這樣的話可能洗馬鏡很合適 或是衛生命很合適 類似像這樣 那下一次他在下cue的時候 他就會注意到說 偶像劇可能翻一翻 可能除了看收視率之外 也會對那個知名度有一點了解 像這樣子的 trade marketing是非常有效的 他費用也不用很高 那也可以建立關係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上了課 就像我們一樣 上了課他如果安排了上了課 中間一定會休息時間嘛 休息時間就是很好的公關交易的時間 那這種關鍵就是撇開上課的課程 內容不管 這話就談些有的沒的 其實那種哪類啊 有的沒的其實很容易建立關係 那他就會問說 那你們最近明道拍什麼戲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大家就聊開了 那下次我們可不可以去探明道的班啊 類似上 有人知道明道是誰喔 就某一個偶像 某一個人 這樣子 那就這樣 來來來來 之後就是建立一些關係 其實這樣這樣就有兩個層面嘛 一個層面就是說 讓他知道說電視台的產品 他的明星 明星是我們的籌碼 跟我們可溝通的產品 所以我會用這樣的方式去跟客戶做溝通 對不對 那這種其實就好像說 我可能舉例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是一個可口可樂的Semina 可能事後 他沒有辦法跟可口可樂什麼 但是他可能會送你兩箱可口可樂 類似這樣的 這是某一種公關 對我來講 我可能沒有辦法送你什麼東西 因為我就是一個賣空氣賣產品的 可是我告訴你 下一會我明道拍戲 在台北拍戲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興趣來探個班啊 其實這就是一種公關交易嘛 對不對 那對他來講 他可能 可能這個人沒有興趣 但是他可能會有親朋友 好友有興趣 對我們來講常常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欸對不起我 我不是明道的謎啦 但是我那個誰誰誰 他希望兩張簽名照 類似這樣的東西 因為可能他自己會覺得說 喜歡明道 他覺得說 他不是那種追星族 可是他總會有一些 追星族的朋友 有一些壓力 所以他就可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建立一些公關的 公關的一些關係 那這種東西其實 進而他就下一次 其實最終目的 他還是要buying 還是要買我們的產品 下我們的廣告 所以對我來講說 其實Athens這樣的 這樣子的溝通是很有效的 另外一個就是Event Event其實我就不用說 我多說就是靠活動 大的活動小的活動 大型活動公關活動 造勢活動跨年等等 都有很多方式 可以建立一個TV Media 其實最近我覺得 比較特別一點點的是 那個電視 不管是媒體的 媒體的Event 我覺得比較清楚 可以建立品牌形象的 有兩個媒體的活動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一個是 這一次台滾 台客搖滾嘉年華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你們有沒有看到台客搖滾 哪一個報紙最挺 應該有注意到吧 蘋果嘛 對不對 因為蘋果是這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他協辦大型活動 因為這一次蘋果 這一次那個 台客搖滾嘉年華 協辦單位 除了蘋果還有3D電視 所以我們交手多次 所以很清楚知道說 這一次對蘋果來講 他非常清楚知道 他這一次要做這個 這其實做這個活動對他來講 他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很重要 他建立了知名度 對不對 非常重要 第二個呢 是他建立一個品牌印象 什麼品牌印象 因為大家都覺得 蘋果日報是一個外來文化 是一個港仔狗仔文化 對不對 可是呢他今天內挺了 台客搖滾嘉年華 感覺上他有localize 對他來講 某部分的品牌深刻印象 是這個樣子 不管這一次活動 他到底有沒有達成這樣的效果 但是我打開報紙 一定會被他的整版的廣告被淹沒 跟事實的一些報導被淹沒 知道說今天在蘋果日報 會看到非常多跟台客搖滾嘉年華 有關的相關的新聞報導 或是廣告宣傳 其實他要做這個東西 他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建立量 另外一個他有實質的廣告收益 你看他有 從一開始到最後 他一共有36次的全版廣告 那這對來講 某部分他有廣告收入 當然不可能給這麼多錢 就通常這種協辦就是說 你給100萬 他給你500萬的效益 他才會成為協辦廣告 本公司也是這樣子 你最近會在我們電視台看到很多 還可以搖滾嘉年華的廣告 他有上我們廣告預算 但是我們絕對 因為是協辦單位 所以呢 我們也物超所持的刊登了 比他上媒體還要更多的廣告媒體效果 包括說他的新聞 他的造勢活動 我們一定是SNG Live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協辦單位 那當然啦 對這個活動的參與 對我們來講 也有某部分的一些品牌的意義 因為SNG Live 某部分來講 其實因為我們雖然有三個臺 其中有個其實我們還是非常的 三立臺灣臺非常的本土 臺灣人的精神 所以像這樣子的臺客文化的 臺客文化的這樣子的活動 我們覺得其實這樣的參與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有某部分的效益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我們會講 當然我們有 我們有相當程度的廣告收入啦 才會去參與這樣的活動 我講的是這一個例子 基本上其實這樣子透過Event 可以建立媒體的公關跟媒體的行銷 這是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例子是 我覺得還蠻不錯蠻有效果的 是去年的跨年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去年的跨年在市政府辦的中天 中天他辦的這個跨年 大家有沒有印象 大家有沒有印象 那是中天辦的 中天辦的 那可能因為我身在其中 所以我每天會注意這件事情 但是你們知道那年的跨年 你們可能比較印象的是101的那個煙火而已 對不對 跟Sony對不對 只有這樣子 但是你們沒有注意到哪個媒體 是不是 有注意到中天辦的請舉手 OK 那有注意到中國時報辦的請舉手 那更慘 所以顯然看報紙的人很少 在說有報紙媒體的嗎 有沒有 自由時報對不對 有一位自由時報的 哪一位 沒來 不敢舉手 好 那對我們來說啦 因為那個也是我有參與到的事情 雖然我不在中天 那我有參與到的事情 所以我就會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應該這樣想就是說 每一年到跨年 大家都在辦跨年 對不對 到處辦 藝人嗎 不斷的從北到南的趕場 所以對我們來說 舉辦跨年活動 對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不具任何的意義 所以你看我剛剛的survey 的確沒有人注意到那是中天辦的 顯然我們沒有辦是成功的 他們虧了很多錢 虧了很多錢 對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對我們來講 像我就會評估說這個東西 我們不需要去辦 是因為它會被淹沒 一定被淹沒 還有它的品牌知名度的那個建立實質 是有限的 因為它會被 會 太多 我記得那一天 在跨年的那一天 每一個台都開16個框 你有沒有看到 16個框 到處在跨年 如果不是時差的問題 我會開36個框了 對不對 因為你會有來自於東京 澳洲等等的 對不對 但是因為時差 幸好它還沒開那麼多框 可是你隔天就看到它開很多框 所以對於這樣子的活動的效益 其實它是被混淆的 但是為什麼我覺得說它不錯 是因為它卡到了一個位置 對我們來說啦 對我們電視同行來講 我覺得它卡的一個位置是什麼呢 就是 每一年的跨年 都是TVBS在市政府辦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不知道也許你們 你們對於TVBS辦跨年有沒有印象 有 某部分比較有印象 對不對 因為它都在那邊辦 那為什麼今年不辦呢 當然有很重要的事情 是因為TVBS不賺錢 賠錢 會很多 辦一個跨年大概要賠800萬到1000萬 還有呢 TVBS現在主事者 那一段時間 現在應該穩定了 那段時間其實他們有一些問題 我想大家有看到新聞嗎 李濤啊 什麼有的沒的 最近就那段時間 所以當市政府決定 要找一個媒體合作的時候 他可能找不到對象的 找不到人 所以呢 我就接到金普聰的電話 說 欸今年的跨年有沒有興趣做 因為我們都跟金老師是很好的朋友 我就說 嗯 有興趣啊 只是我們想說不曉得要怎麼做 沒多久我就接到Samuel的電話 Samuel現在也離開了 Samuel是華納的總經理周建輝 他說 如果你們三立要做 我們就挺你們 因為呢 因為菲兒 菲兒是前一陣子不是跟台北市政府的 馬英九一起唱一個台北市之類的歌吧 之類的 所以他們跟華納有一個建立不錯的關係 金普聰跟周建輝也建立不錯的關係 這種就是公關嘛 其實完全是公關 不錯的關係 那因為我跟周建輝也熟 跟金老師也熟 我們都很熟 就打電話說不OK 那我覺得說 我們可以試試看 可是在這個同時呢 金老師跟我說 可是呢 三立還沒跳出來之前呢 我已經把這事情交辦給新聞 新聞處的處長 這個處長是叫做羅 羅 叫什麼叫 啊 羅智誠 我幫你講名字 羅智誠 對 但是羅智誠是來自時報嘛 對不對 他來自時報的 所以他 他當 他一時找不到有任何人舉辦的時候 他第一個 他第一個動作一定是什麼 找他的老公家 一定是這樣嘛 他的老公家是誰呢 就是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要挺他 所以就找中國時報跟中天去一起 所以呢很快 就說好 他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不計成本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講的話 我們就覺得說 既然有人做了 我們可能就不用特別去 費心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特別注意到這件事情 對中天的意義 那基本上我覺得 這件事情的好處是說 因為他也結合了華納 華納在那個時候 跟這個首相是 不可同日而語了啦 因為那個時候還蠻多 天后宮的歌手還在華納 不到半年 就人是全非 所以 基本上呢 那個時候的華納還蠻多的人 阿妹啊 孫燕姿啊 還有誰 小雅軒阿 菲兒阿等等 還蠻多人的 所以其實演唱會不外乎 就是你們 跨年倒數的噱頭 跟演唱歌手的陣容 大概就這樣而已啦 沒別的 所以那時候 華納有這樣子的資源可以整合 那台北市政府也找到了101 所以這樣東西他就成了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中天 他其實在這一次 雖然他賠了一部分的錢 但是我覺得他站到一個不錯的位置 其實是因為未來 因為他跟市政府建立很好的關係 明年的跨年 他可能很容易就可以站到那樣的位置 而且今年的成功 明年他可能比較更容易找到贊助 其實所辦活動 最大的收益 應該還是要來自己贊助嘛 今年比較辛苦 就今年應該說 應該現在三月嘛 三個月前是很辛苦的 所以呢 對我 我覺得如果我是中天的人 我覺得他雖然說 今年賠了一點錢 但是我覺得他站了一個不錯的位置 應該就算投資 這個就好比東風每一年會花了非常多錢 辦金曲獎 道理是一樣的 他明明知道是賺錢 明明知道很辛苦 但是他為了要做 他為了要建立跟唱片公司很好的關係 其實那就是這種公關 而做了這樣子的Event活動 當然因為他常年做了這樣子的活動的經營 跟品牌的建立 所以他也在唱片市場 即使他的收視率非常的低 但是呢 他唱片公司的關係維持得很好 因為關係維持得很好 所以他就會有不錯的廣告收入 這是非常直接的 就算因為其實所有的廣告主 其實廣告主還分兩種 就是說一個是透過廣告公司 購買公司跟客戶 另外一個是唱片 唱片有很怪 就是說他可能是透過媒體公司 但是他有可能直發 就直接對電視台 那像東風這樣子 過去比較音樂屬性比較強的一個頻道的話 他跟唱片公司建立直接的關係 所以他是有幫助的 一馬他可以豐富頻道的節目 二馬他可以直接會有廣告的收益 所以辦金曲獎 對他們來講有直接的公關效果 所以我覺得有些媒體 有些電視媒體 為什麼辦這樣大型的活動 是有他背後的意義的 不然的話 一個外面的人 或是一個行 一個業界的人 就覺得說 他辦這個活動 那吃力不討好 因為很花錢嘛 然後贊助也很少嘛 然後每一次辦完那個獎項 一定會被人家complain嘛 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這種舉辦獎項的部分 總是會有不公平的 再加上現在唱片市場這麼不景氣 然後還有很多台灣的歌手 大部分都往大陸 台灣的很多的歌手 都往大陸發展 你不是有很好的關係的話 可能頒獎到最後 全部都是帶領人 所以那其實還蠻難看的 那對他們來講 其實上其實我覺得 金曲獎對東風是有這樣子的意義的 我講的是說event的部分 還有就是說那個TV的部分 其實我講TV的部分 就是回歸到電視媒體 它本身用電視的資源 其實電視頻道 它不外乎是三個東西嘛 節目新聞和廣告 對不對 所有的頻道都是這樣 節目新聞廣告 所以你如果要透過你自己頻道 來建立你的公關 或是你可以建立你剛剛所說的 所有Marketing的事務的話 你要善用這三種東西 新聞如果有一個新聞頻道 你是不是常常看到 這種最明顯的是哪個 是東森電視台 你們如果你們常看東森新聞 就常常會看到 王立林的夫人的剪載 或是王立林夫人的捐款 跟獎學金的頒發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是建立 建立他們東森集團的品牌 那用自己的電視資源 然後做新聞的公關 建立這樣子的宣傳 還有你常常會在別的報紙看到的 可能頭條都是南迴案啊什麼 在他們案可能會看到是 王立林在民眾日報 可能會看到王立林董事長 跟某某人簽約的新聞 那他也是透過他自己本身 企業集團的資源 新聞曝光 來建立他自己個人的 企業的一些形象 跟企業的品牌價值 那我覺得這講 我講的是東 我講的是TV 電視台 這是新聞的部分 還有一個節目的話 我想不用說就是 你看看節目的Promo啊 Promo啊 所以節目Promo就是說 如果已經新開一個節目 你就會在那個頻道上 不斷地看充斥到那種 30秒的廣告 就是一旦打一個新節目 如果是新節目上檔 我舉比如說 全民大門鍋 全民大門你如果那個時候在看 他不是從11點到10點 你會發現他中間的三個頻道 不斷地在打那個Promo 就是換時間的 那個其實就是透過 透過電視本身的廣告時間的資源 去宣傳他的節目 去建立一些公共關係 這就是用電視資源的部分 另外一個Promo就是出版品 出版品 出版品可能包括兩種 應該包括三種 一個就是報紙 我剛剛所講的 有一些集團 他本身會有一些策略合作的報紙 像前一陣子的 超市跟大城報的合作 你會發現大城報的狀況就是說 當然人家的頭版 可能是林志玲的新聞 他們可能是超市某個節目的 Lunch的節目記者會的新聞 那就完全是透過他的平面 宣傳品來宣傳他們自己電視台的節目 這種就是一個報紙的宣傳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雜誌 雜誌這個東西最明顯的是什麼呢 現在最明顯就是女人我最大 女人我最大 從這個月開始 這個禮拜開始吧 這個月開始 它原來TVBS週刊本來是兩本嘛 現在開始它變四本 而且四本的第一最大本是哪一個 叫做女人我最大 以前呢 其實以前TVBS還分AB本的時候 還沒有女人我最大賣的不好 現在因為呢 女人我最大的節目內容 做成了雜誌 賣得非常好 就用這個呢 大雞 母雞帶小雞的方式 用這個雜誌轉換過去 然後變成四本 然後就變成了四本 變成它的出版品 那這個內容基本上就是 講電視台 TVBS一些相關的內容嘛 那其實一樣 它透過出版品去宣傳節目的內容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我剛講兩個 第三個應該是什麼 雜誌報紙 還有一個就是書 書的部分 我想比較明顯的是 東森有一個節目 叫做生活智慧王 如果大家有影響 生活智慧王出的書 都是排行榜上面還蠻高的 那東西其實簡單的說 它也是透過出版品 透過出版品 去介紹節目的內容 然後呢 讓節目的收視率更高 當然它的版稅 它的出版品也出的很高 就是那個 銷售量也很好 那因為有的人 是從來不看電視 他只逛成品跟逛書局的 我覺得很多這樣子的人 那他可能是 本來是一個讀者 因為他是讀者 進了成品的通路 進了書店的通路之後 看了這樣子 他因為他看了這樣的書之後 他可能就回家 打開電視看這樣的節目了 其實就是這種行銷 這就是公關操作的一個工具 這是我講到說 他可以透過這樣子不同的形式 來建立他所有的一些 產品的行銷跟公關模式 好 那我回頭我們來講第一個部分 我剛剛講我們有四個部分 品牌 產品 消費者 跟 專業 專業通路的行銷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建立知名度 其實我只是把它稍微細箱再做說明一點點 那我通常都會用一些例子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今天講了這麼多 其實不外乎是說 我當然希望說未來 希望你們不要睡著之外 就是說未來呢 如果你們在工作上可以運用 所謂的運用是說 因為不見得每個人都在媒體做公關做行銷 可是你今天只要把我這個電視台媒體套到不同的產品 其實就可以了 或是說因為你們還是業務課程 那其實業務就是行銷的 就是行銷嘛 因為現在沒有辦法用sales的行為去銷售你的產品了 很難了 你必須透過行銷的包裝 那行銷的包裝最有效 而且最低成本的已經是公關操作模式 這是最基本的 那通常在做業務的時候 一定要是有非常好的公關操作行為 才會有很好 才是非常高的業務高手 通常都是這樣 相輔相成 那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說 如果我今天講建立知名度 其實對我來說 我講的是電視台的建立知名度 不管是節目或是品牌或是頻道 可是今天如果你要去銷售 就像剛剛有一個同事 有一個同學 他講的說 他可能是某一個電子產業或等等 他今天只是把他的產品套進來而已 對了 你只要套進去就好了 那今天我講的只是 因為我講的是媒體產業 你今天只要套到你的產業來講 你就會覺得它是相通的 因為其實 所有的產品跟所有的行銷 其實都是重新的排列組合而已 沒有什麼大學問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大學問 就是你要重新的排列組合 然後呢想通了 然後進去看人家怎麼做 就知道別人怎麼做 像我常常看啊 別人說促銷 我也可以用我節目的促銷啊 他們可以大致上說 我可以做0204啊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只是換一種模式去做促銷行為而已 那他們在情人節辦所有的促銷活動 我是不是可以在情人節 在我的頻道上 在我們節目上 辦觀眾的情人節活動 一樣的道理 對不對 只是我要去行銷的 或者使用的是產品 是某一個節目 那他們來講 可能是某一個巧克力 所以我想套用的模式 套用的產品不同 我只是希望說 透過我這樣子的經驗 跟各位分享 然後呢 大家可能在工作上都有說幫助 還有就是說 我可能把我的經驗 跟大家說 大家以後再看娛樂新聞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基本的概念 說原來這個這樣這樣 草新聞啦 假的啦 你可以判斷這一個版面 有百分之多少是假的 給大家一點點 基本的一些 common sense的一些傳遞 因為他們說 每天看報紙就覺得很無聊 這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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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了 你就會覺得看報紙也是一種樂趣 不然 像我每天看報紙 我們每天看報紙都是在等於做功課 因為我一早起來 我大概要看大概八份報紙 半個小時看完八份報紙 那我大概就知道 今天哪些新聞是真的假的 那我大概知道說 接下來我們可以follow什麼事 因為你會看到人家今天這樣炒新聞 明天這樣炒新聞 怎麼做 然後因為現在通常 娛樂新聞已經 已經可以提板作業了 所謂的提板作業是說 它已經不是一個娛樂事件了 我想最明顯的應該就是pong事件了 它從一個簡單的外遇事件 擴展到一個社會事件 擴展到一個很恐怖的事件 然後到頭版頭 所以我想說現在的娛樂事件 其實已經不但只是在娛樂版面了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公關建立上 也不是只有緊針對於娛樂線記者 或是所有傳播的從業人員 你可能會跨產業了 非常容易要跨產業做這樣子的公共關係 那我再回過頭來講 建立知名度的部分 新媒體的launch 這品牌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有可能是建立知名度 那什麼樣的建立知名度呢 有可能是新品牌的launch 我覺得 在早年比較多新頻道的launch 最近比較明顯的應該就是 富邦的那個青字台 的那個新品牌的頻道的launch 所以它大部分 如果你們有觀察的話 其實它是用什麼樣 它其實 一個頻道launch 它一定大部分 就是用這個品牌的定位 這頻道的定位 跟這頻道sability 就是那種名人 去做行銷宣傳 那對於這個青台 它最好用的是兩個人 一個叫做蔡明忠 一個叫做陳愛玲 所以你們發現說 其實我們所認知的富邦台 大概就是陳愛玲跟蔡明忠 我不曉得你們跟我的印象一樣 我大概的印象就是這樣 當然他還有一個陳瑞珍啦 陳瑞珍因為他以前是 東森幼兒台的台長 也在三立做過 之後就帶富邦 所以他通常是靠人 去帶這個頻道的知名度 通常是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舉例就是 現在很多的產品 它是不是會靠人去建立知名度 最明顯的就是產品代言人 就發現說不管是電視台 或是產品 所有的模式都差不多嘛 不然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名模跟男模 一天到晚林志玲賺那麼多的代言費 為什麼 他也是靠名人來建立品牌知名度嘛 來建立一個產品的知名度 像這樣產品跟這樣的頻道 做的方法是一樣的 所以呢 你看 所以你這樣子的頻道的 建立知名度我們都不太記得 我不曉得你們各位是怎麼看 富邦的這個青子台 有人對這個青子台有認識嗎 還是現在有這個頻道的工作人員 有嗎 沒有 應該沒有 但是我不曉得 因為一般人可能 因為他真的沒有一個定評 甚至他沒有在頻道上出現 所以大家對這個產品是不了解的 還有就是說 因為沒有平台 還有它的內容不夠清楚 所以呢 大家在品牌建立知名度 大概知道那是一個富邦的青子台 大概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可惜的一件事 是說 我必須講話說 當你在建立知名度的時候 你很多動作必須跟上 就是說當你一個產品 他如果浪取之後 你必須要有消費行為 跟消費者能夠接觸到這樣子的產品 富邦現在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建立這麼多的形象 跟建立這麼多記者會 開了記者會 做了做了頻道的訪問 你看到金周刊或上星周刊 有不斷的蔡明中 或是陳愛玲做訪問 然後咧 看不到頻道內容 那不是很可惜嗎 就好像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產品 浪取了之後 你在7-11買不到 對我們來說 那是一個非常失敗的公關操作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都會要求非常動作 非常完整的時候 如果我今天要開個節目記者的發表會 我通常會有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 那節目是不是會如期昂 你不能告訴我說 下個禮拜昂 今天開記者會 我覺得這非常恐怖的事情 浪費時間的事情 還有一個動作是 如果這個節目 我們都沒有很大的把握 我們通常的做法是說 它昂了一段時間 我再來做宣傳 就是說它有起碼的知名度的時候 我再來做宣傳 我那時候宣傳就可能不是叫做 發表會 節目發表 我可能操作就是慶功記者會了 那這種做法 現在最常用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唱片 為什麼呢 因為唱片真的很難賣 非常難賣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印象的 就是楊成林最近不是出片了嗎 他出片記者會並沒有做得非常的大 但是呢他做了一個 預購5萬張的慶功會 也就是說換句話說 其實你要做一個唱片發表會 你還不把錢省了 等到真的賣到5萬張之後 再來告訴大家 我賣了5萬張了 通常呢這種是比較保守的做法 現在其實大部分都會這樣做 因為為什麼 因為是因為市場景點實在太差了 今年的廣告會下降五成 非常恐怖 為什麼呢 這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很多大的公司 跟大的廣告主的總部 都紛紛離開了台灣 或是很多的廣告主 他都已經移到大陸去了 所以廣告策略跟廣告的主軸 他可能都是在大陸去擬定 所有的全亞洲區 或是全中華地區 從大中華地區的廣告行銷策略跟預算 所以台灣可能已經是到最後最後一環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來講 他們也不那麼看重台灣市場 所以整個景氣的問題 所以廣告的市場慢慢的萎縮 也因為這樣的市場的關係 就會發現大家在公關操作 在行銷操作上來講 就越來越保守 你就不會看到發現非常多人 花了非常多的錢去做形象廣告 因為賣產品可能比做形象來的重要了 直接的銷售跟促銷可能會更重要 所以對我們來講說其實頻道的建立 他必須要趕快跟上就是產品的上市 這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個是跨媒體整合的宣傳 這為什麼會講到品牌的建立 是因為通常 通常為什麼現在媒體電視台 會有這樣子的品牌建立 是因為集團化越來越明顯了 中視 中時跟中天並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他所有的跨媒體的整合 的宣傳是很大的 這個東西在品牌建立上 有相當大的幫助 還有現在吵得沸沸揚揚的台式 到底會花落誰家 對不對 還有就是華視跟公視的資源整合 這些某部分來講 你在到報紙上看到的他們的新聞跟宣傳 某部分也是在建立他們自己的頻道的定位 你最近可能會常常看到公視的人出來做宣傳 或者發表什麼樣的言論 其實他講的不是講公視 他講的是華視未來的策略 對不對 為什麼呢 他其實就是跨平台的媒體的整合 就像現在的公視 公視跟華視他們找了一個民視的陳副總 去那邊做他們整合新聞部的東西 那他出來講的東西 本來他講的是公視 可是你看到內容全部都是華視 他其實就是某部分透過公關行為 去建立他的新頻道的一些平台印象 這是我講的是媒體 跨媒體的整合 還有就是說 常常看到的就是 除了這個跨媒體之外呢 還有電視平台彼此的宣傳 電視平台就是這種家族宣傳 最常見的就是說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東森的電視台在宣傳他們自己 東森的戲上當 三立的新聞才會發現我們不斷的在播我們偶像劇的慶功新聞 為什麼就是跨媒 跨頻道的宣傳 不叫跨媒體 跨頻道的宣傳 所以同樣跨媒體的資源的整合 包括跨媒體 跟跨頻道 因為現在都是家族頻道了 很少自己獨立作業的了 因為資源無法整合 其實那樣子會耗費更多的成本 所以大部分現在大部分都是 都是家族頻道的整合在一起會比較多 這個是有關於跨媒體整合 另外一個是經營團隊的重整 其實跟剛剛第二項是蠻像的 就是說因為頻道的經營實在太辛苦了 就好像比如說 像今天還有媒體記者在問我說 明天應該不會寫了 因為我已經叫不要寫了 媒體在問我說 聽說你們要買年代 說三地要買年代 為什麼呢 因為年代的現在老闆叫煉台生 跟我們的董事長靈寬還非常的好 所以呢 因為我們經營的比年代好 所以我們決定要吃他們的股權 今天聯合報記者問我這個問題 那這種東西就是說 每天在發生的嘛 經營的團隊重整 這種東西呢 我們會透過經營團隊重整 來建立頻道的知名度 這是最長的 我想前一波最明顯的 就是中天跟中視 這是最清楚的 那透過經營團隊的重整 你就會建立到這個品牌的印象 比如說 我們可能原來的印象 中視他都一直一路虧損 從前一陣子的 江鳳琪跟 他們的女兒 他們的女兒總是叫什麼名字 什麼名 鄭熟米 對不起 鄭熟米 對 因為鄭熟米幾次投資不利 所以使中視的形象有一點受損 然後呢 讓他們的營運 常常會出現一些狀況 尤其像商業週刊 跟金週刊 常常做這樣子的報導 還報導說他們的股價有多麼的低啊等等 所以會讓一般人印象中視 基本上他的體質開始不太好 但是這一段時間呢 因為中天接手了 中天呢 因為中天現在最近建立的 經營的很不錯 不管他在新聞或節目上 所以不斷的透過新聞的報導 讓大家知道說 中天跟中視介入中視的重整 會讓中視的現在的體質會更加健全 也相對的會讓大家覺得 對中視會更有希望 基本上這個是透過經營團隊的重整 建立了這個品牌 這個電視台的知名度 還有呢就是建立品牌的價值 就我剛剛所講的大型的影片 像這種跨年啊等等 還有像是現在最流行的 台客要混加年華 4月1號2號在台中 所舉辦的台客要混加年華 還有公益活動 我想公益活動大部分 大部分其實它是為了要建立品牌價值 我覺得最常做的應該就是東森啦 因為東森常常被大家詬病是 他是空殼子 我不想因為是我們在業界就會這樣講 所謂空殼子就是說 因為他的投資非常的大 他每個平台都沒有賺錢 只有購物台好像有賺錢 可是好像又沒有賺錢 所以呢一天到晚每天在東 每天在京周刊或者財訊 這樣的人都會常常講到說 他有人要買他啊 類似這樣的新聞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有人注意到這樣的新聞嗎 應該有人注意到 有吧 趙龍熙真有注意到 這樣子的新聞很多 所以對他來講 他必須常常透過公益活動的展現 告訴大家他這個品牌是健康的 是穩定的 所以他最常做什麼 發獎學金 對不對 任養某某南投啊 什麼公益活動 然後呢 贊助南投921的什麼什麼的 震災 我就發現這個東西就是 愛心不落人厚 永遠是東森集團 所以他都是通過公益活動 來建立他自己的頻道 跟他自己媒體集團的一些品牌價值 所以公益活動 對某些頻道來是非常有用的幫助的 還有一個是議題主導性 那這個議題主導性 我覺得是通常是在頻道 頻道他比較有新聞性節目 或是新聞頻道為主的一個頻道的家族 或是頻道 我覺得最明顯的應該就是TPBS TPBS 他的建立的品牌價值是 如果我們拿掉了TPBS的2100跟李濤 你應該舉不出來任何TPBS的節目吧 我想應該舉不出來 舉不出來的 有舉得出來的嗎 可不可以誰告訴我 舉不出來吧 他沒有什麼戲劇 也沒有什麼節目 但是講到TPBS 你應該會聯想到2100跟李濤 所以呢 對他來講 他建立他自己品牌的印象的價值呢 是在於他要有議題的主導性 他扮演在野黨 他扮演在野黨的主導性的身份去批判政府 來建立他自己品牌的價值跟認同度 那這個部分其實對他來講 他常常會去揭發甚至出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想前一陣子的陳澤南事件 就會發現所有獨家都來自於TPBS 為什麼 因為他要主導這個議題性 對於這個議題的主導 某部分的品牌價值 那TPBS儘管他的收視率很低 非常非常低 但是所有消費性的客戶 他還是會買賬 汽車 房地產 手機 三G電信會買賬 為什麼 因為他對於議題的主導 有相當大的一些品牌價值 所以發生重要事件的時候 或是重大必案的時候 TPBS新聞就馬上會跳開 跳得很高 別人 別的像我們 一般 每日的總收視點 大概都是27到35左右 大概是這樣 21到35左右 類似像這樣 那如果遇到重要事件的話 你就會發現TPBS跳到28 類似像這樣子 別人大概也一樣 差不多比較高 但是大概都差個3到5個百分點 類似像這樣 你就會發現說 對他來講 他是議題主導性 來建議他的品牌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沒有什麼對錯 只是你要去找到一個很好的定位 對於每個頻道 他一定要有他自己可以存在的價值 不見得每一個電視台都是靠收視率 那3D很清楚 他可能是靠收視率 他可能靠偶像局的經營 對我們來說我們可能是這樣的方式 新聞對我們來講 我們做到中上就OK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不是會是我們的強項 除非每一次的大事情 我們都做了非常重大的改變 突破跟獨家或是搶先 不然的話 短期內你要去打破TPBS 在新聞上面的權威跟品牌 我覺得很難 一本中天做的方念華 誰做的這麼的辛苦 1800新聞還是沒有辦法 拼過詹慶玲的播新聞的收視率 一樣的新聞不同的主播 方念華的知名度跟質感跟可信度 是不是比詹慶玲還來的高 一般好像是這樣 收視率他就是差他 方念華你做的非常非常辛苦了 前破後破廣告東西這些什麼的 他的收視率還是輸TVBS 為什麼 品牌價值 同樣的新聞 你去看第一則新聞 一定是南迴鐵路 每一家都一樣 一定是訪問那個李雙全 叫李雙全嗎對不對 訪問李雙全之前的畫面 然後善良畫面 然後訪問那個受災的人 一樣是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他就會比較高 因為他有議題的主導性 那這個東西其實沒有別的 就是因為長期的經營 那我覺得沒有什麼對錯 大家就要每一個頻道 要站在他自己的位置 跟他的定位 你要非常瞭解自己的產品 特性 同樣的這只是我在講電視頻道 一樣的今天換到 你要去做你任何的產品也是一樣 你要知道你的特色在哪裡 同樣的衛生棉一樣的 一樣的內容 同樣的飲料 一樣賣水 有什麼差別 只是牌子不同而已 你要去找那個定位 同樣礦泉水 為什麼我今天打開西芬蘭的冰櫃 我只會選波爾 不會去選什麼多喝水等等 因為他的品牌價值 可能建立了他的產品的價值 一樣的錢 一樣的15塊 我打開我可能只買這樣的水 喝起來有什麼不一樣 你眼睛閉起來都一樣 都一樣啊 就像你今天如果把那個新聞 那個台蓋住 然後問你是哪一台 然後不要看主播喔 不要看主播 你看得出來哪一台嗎 看不出來 尤其是SNG Live的時候 你完全看不出來 完全看不出來 而且有的時候 SNG車不夠的時候 一個進來拿三個台的麥 你更看不出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呢 什麼樣的時候 你就要找到你的位置 非常重要的 你的定位非常重要 再來講到品牌之後 我們現在就講你的產品了 那產品的部分 以電視台來說 最重要就是節目 賣的就是節目 你節目要怎麼賣呢 你就要有很高的知名度 你一定要先有知名度嘛 你如果沒有知名度 你哪來的收視率呢 對不對 你不知道這個節目怎麼看 除非你摸著頭 一直轉轉轉 它好看就定下來 但是大部分 你還是要起碼的知名度 你才會有收視率 這是很重要 尤其是新的節目 所以我現在講的 比如說像國光幫幫忙 這個節目 在座有人看過嗎 有人看過喔 那你們怎麼知道這個節目的 轉到了 預告 預告 表示你有看3D新聞囉 有看3D頻道囉 對 那就是一種方式嘛 對不對 靠預告嘛 就我剛剛講的 透過頻道的三個裡面的元素之一 頻道裡面就有新聞 節目跟廣告嘛 或廣告時段去建立節目的知名度嘛 還有呢 看報紙嘛 還有什麼 轉道 朋友講 類似像這樣 對不對 朋友講 對不對 今天講 朋友怎麼講 就是一船舌舌舌板嘛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呢 新節目的誕生呢 建立知名度是非常重要 通常以我們公關操作來說啦 我們會怎樣 我們會先定定這個節目的target在哪裡 我們當初很清楚 它是11點的觀眾群 11點會是哪些 部分的學生 對不對 最重要的是上班族 為什麼 我覺得我不曉得在座各位的生活習性 大部分我們所認知的上班族 七八點下班 對不對 然後呢 八九點跟同事吃飯 然後呢 通個車回到家大概九點半 洗個澡 弄一弄 準備上傳打開電視看有什麼新聞 大概11點 對不對 大部分 大部分 我講大部分 所以11點這個開機率 對一般來講就是上班族 所以我們很清楚就對上班族做溝通 類似像這樣這樣 所以你要叫你的target在哪裡 還有你的那個節目特性 就跟我剛剛講那個定位嘛 你的定位在哪裡 那對我們來講 國光幫幫忙 其實我們很清楚知道主持人的特性是什麼 主持人就是國光幫的那一群嗎 那他們是哪 他們就是五年級生嗎 那五年級生 再加上上班族 是不是就跟我們這群人溝通 簡單說就是跟我們這群人溝通嗎 對不對 所以這群人怎麼溝通呢 那我們就想 我們這群人常常運用的模式是什麼 那大部分 所以呢我們會透過幾種模式 第一個就是廣告公司的宣傳 現在在所有廣告公司上班族的那群人 大部分除了五年級 六年級之外 差不多其實就是這個節目的target 而且他們有宣傳力 所以針對這一群宣傳 另外就是報紙 我覺得最直接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六七年級不看報紙 但是五年級生還會看報紙 你們最多五年級生嗎 很少還是不敢舉 我是五年級生啦 五年級生看報紙吧 看不看 六年級生不太看喔 七年級生也不太看報紙 不太看 很奇怪就怎麼看 對 他沒一個習慣 他現在會看蘋果 但是他大概不看中時跟聯合 這我問過 我每次在演講我都會問 很奇怪 是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嗎 還是我認知錯誤 不會喔 你有看什麼 喔 你是六年級生嗎 七年級生 對不起 六 那你是比較認真的六年級生 大部分啊 我不曉得大部分是這樣 因為我也聽 因為我們有很多報紙從事的同事啊 跟他們分析啊什麼的 他們也會告訴我們 其實看報紙的閱聽人口 不斷的下降嘛 從我以前在中國時報 鼎盛時期的時候 月報率87耶 87耶 十個人有八個半是看報紙的耶 現在多少啊 現在有多少 你們知道多少嗎 蛤 很慘 我不想講很慘 就是很慘就是了 非常慘 非常慘 對啊 很低啊 因為看報紙真的很少 當然有一部分是因為 他透過電子報 他不會去看報紙 他看電子報 他可能今天一上午 先打開MSN 或是Yahoo 看看今天幾個重要新聞 就上班了 類似這樣講 或學生他透過MSN 就瞭解今天有什麼大事情 類似像這樣 但是他不習慣去看報紙了 對我們來講 我們可能還是習慣看報紙 不太習慣看螢幕 因為我們這種五年級生 不太習慣看螢幕 看新聞 我們會看報紙 那所以呢 對我們來講 報紙的建立進步就是非常重要了 所以我們可能會透過記者會 或透過發稿宣傳 去宣傳這三個主持人 我們會讓這三個主持人定位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定位這三個主持人 還有一個我會把誰拉出來做呢 就是王偉忠 因為是節目的製作人嘛 製作製作人 所以我會把王偉忠 跟這三個主持人 拉在一起做宣傳 其實就是加強他們的品牌知名度 不然他只靠這三個人 孫鵬 屈中恆跟 妥中康 是不夠的 這是因為他們現在節目稍微紅了一點 他們不紅這三個人站出來 他們說 蛤 三個人做節目誰看啊 我真的覺得第一次開支播會 我們就這樣子講的 這三個拜託 當來賓還差不多 當主持人 我記得在場 每個人都這樣講 那我想怎麼辦 這樣怎麼做宣傳啊 我們想說那好吧 知道吧 偉忠哥請出來吧 那時候我還記得第一次 直播會這樣 開完大家就覺得說 這三個人喔 可能要穿得花俏一點 再不然找辣妹來好了 才能撥版面 我真的印象很深刻耶 他們三個人很乖 你們用我們配合什麼都可以啦 辦什麼都可以 因為他們知道沒有什麼知名度 所以我還記得說 那時候我們做宣傳 就是我們找偉忠哥出來 我們那時候還找辣妹出來 我印象中沒錯 應該找辣妹 因為 其中我們有一個單語叫做 男人543 就是講 man's talking man's talk的東西嘛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還是請辣妹 請了一群辣妹 把這三個女主 那三個男主角請出來 然後呢拍照的時候 就有幾個辣妹 跟配這三個男生 因為我們覺得這三個男生 是上不了爆的 因為每天大家都拖得很 就穿得很少人才能上爆 那時候 那時候上最多的是誰 荔精啊 喔 還有誰 我記得那時候還有幾個拖心 每天都上好大的版面 顏熟米 對對對 那一段時間 你是攝影記者 對不對 是不是 是齁 確定齁 自由時報攝影記者嗎 哪一報了 顏熟米是不是都是第一個live 對不對 真的 真的耶 那時候我們想說 喔 一打開 眼熟米有頭版 然後呢 沒事就掉衣服啊 掉什麼的啊 我們國光王三個 就算露肌肉也沒人登 我們真的這樣覺得耶 我說那好 我們就請辣妹來好了 真的請辣妹 然後呢 因為又怕說辣妹來之後呢 明天的健報呢 失焦 對不對 所以我只好請鬼鐘哥出來 講一點正經話 就可以穩固節目的品質 不然他明天出來就會發現 這三個主持人 色咪咪的盯著 數位辣妹 明天是這樣子嘛 媒體記得都很嗜血 都是這樣寫的嘛 所以當然我要找一個 唯中哥 他為什麼要做國光幫忙的節目 因為要給五年級生 一個可以出口的機會 有一些man's talk 類似上這樣的東西 在裡面自理行間 帶到國光幫忙 到底節目的意義是什麼 但是我為了博擺面 我可能還找幾個辣妹 沒有辦法 媒體太嗜血了 然後呢 還有另外的方式 就是換主持人 換主持人 哪幾種方式呢 有低調的方式 跟高調的方式 低調的方式呢 最低調就是我們黃金夜總會 黃金夜總會 黃金夜總會 換走了碰哥 賀一航來主持 基本上我沒做什麼事情 我也不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做 這個平安 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還記得 非常清楚的是 賀一航啊 聶雲啊 他們第一次來錄節目的時候 所有集的都來囉 我非常清楚知道 他們不是問賀一航 為什麼來主持 他們是問賀一航 最後一次跟碰哥 講話是什麼時候 失焦嘛 一定是失焦的 他不會問賀一航來主持 這樣的節目 或是聶雲來主張節目 節目的形態 會增加什麼樣的內容單元 不會 他會問你 碰哥上次跟你談話 有沒有講到光碟事件 記性很深刻 所以那次我們的處理 是低調處理 所以你會發現說 很多時候呢 會有低調處理 跟高調處理 為什麼 因為他會有 迫於實際的困難 還有有一些 有一些是因為 主持人不爽 或是說主持人翻臉 像這樣的情況 通常都低調處理 我們這種公關做法 就是低調處理 問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發現有時候 有時候人家問我的時候 我都會變得很笨 我不知道耶 真的不曉得耶 你問別人好了 可是我有一萬個 不願意講這種話 沒有辦法 因為你不能夠去說 站在一個媒體公關的角色 很多事情你是因為 你要透過大眾媒體 去告訴你的閱聽者 這個內容是什麼 你就必須有所奮起 所以有些你就不能說 所以有些像這樣 就低調處理 那什麼時候要高調呢 是因為我們可能 挖角到一個新的主持人 或是呢 因為這個主持人走了之後 可能會嚴重的影響到收視率 所以呢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請了非常重要的人來 最重要的 前任最明顯的就是 小S 康勇 康勇的節目 我們跟康勇很好嘛 康勇的節目呢 小S不主持 大家一定會覺得 收視率已經下降了 一定是這樣子嘛 所以大家可能 不會看這個節目 會影響收視率 所以他就要非常的高調 告訴人家 我的特別來賓主持人 是誰 第一集可能去請到賈靜雯 為什麼 他很有話題嘛 對不對 他很有話題 所以大家就已經忘掉了 小S去生產 或是什麼的事情了 那大家會去關心賈靜雯 那為什麼呢 那大家去看節目了嘛 所以通常有一些的狀況是說 你換主持人 你必須高調處理 是因為你怕你的收視率下降 那有的時候 你必須低調處理 你也是怕你收視率下降 目的都是一樣的 只是操作手法不同 像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通常所以你會發現說 康勇他換了這麼多 小S even他就算不在 可是他透過很多的不同的形式 來宣傳這樣的節目 感覺上這個節目 現在都還在動 類似像這樣 康勇後來變成節目 康勇當家 類似的選 那就不管了 至少那一段時間 他找了代班的特別來賓的主持人 基本上都是高調處理的 因為他為了穩住收視率 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增加新單元 所謂增加新單元 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 比較特別的 或是比較一般的就是說 比如說像誰最帶種 這是我們完全娛樂的節目 他在禮拜天 特別開一個 像單元的誰最帶種 我們就針對新的單元去做宣傳 為什麼要建立知名度 我要拉整條線的宣傳 好你就看到國光幫幫 你看這三個男的 怎麼可能見報呢 對不對 再怎麼耍寶都不會見報了 我講這三個主持人 這三個主持人 那是因為他們現在稍微有點紅了 當然啦 我覺得光幫幫幫忙 最重要的還靠了一個內容 就是敵音的出現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敵音出現真的精彩 實在太精彩了 那我們也不知道他是真是假 反正到最後就當演戲來看了 對啊 不過那集真的是蠻精彩的 我們也始料未及 就是真的會促成到他們很不錯的 好關係 目前來講是這樣 我這樣講大家都知道嗎 還是大家不知道我在講什麼東西 敵音的事件 知道齁 就是他來上節目嘛 然後就 我也在現場嘛 那是真的假的啊 真的假的 演戲的啊 因為記者也在嘛 因為大家非常喜歡看 敵音跟孫鵬 到底他們在玩什麼把戲 今天敵音也是很高調的來啊 那我們也發媒體記者來啊 他們上場就這 在節目上就真的 真情流露耶 我們想看我們就說 這真的假的啊 真的耶 事後大概兩個禮拜 我都以為是演的耶 我都以為是演的 等到有一天我打電話給孫鵬 是敵音接電話 我才知道 喔是真的了 是真的了 好 後來因為我國王貿易很紅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 通常的公關操作模式呢 基本上是因為 如果他現在很紅 我們希望透過台灣的紅 可以越洋到海外去 因為平常心講 我們還是覺得 所有的 不管是節目跟戲劇 它如果有很好的收視率 或是很不錯的市場 我們還是希望 在大中華地區的華人市場 能夠為台灣爭一口氣 不是只有寒流跟日流 可以進台灣 台日流也可以進 其他的大中華地區 所以像國光幫忙網這樣的節目 在其他的亞洲地區 其他的華人市場 也都賣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會非常的盡力 建立一些海外的公關 所以他常常會有一些 香港啊 新加坡啊 跟菲律賓啊 這些 我們都會 我們都會安排一些 岳陽的訪問 那這些岳陽訪問 我們就配圖給他 那可能 那通常說岳陽訪問也沒什麼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一個電話 然後呢 開speaker 其實就這樣而已啊 然後現在一個外面線 然後通常就在我辦公室做就好了 不用花什麼錢 然後對岸呢 那邊就大概五六家的報紙 就是不斷的問問題 像下個禮拜要開始 下個禮拜要做一趟是菲律賓吧 對 那我們覺得很重要 對我們來講不花錢 但是呢 他可以透過很多的媒體的報道 像這個也是一樣啊 岳陽採訪嘛 新加坡 對不對 聯合訪就是幫到海外 這種對我們來講是有相當大的幫助 這也是媒體公關 這公關對我們來講 其實有階段性的幫忙 比如說我上去也非常的重要 你們一定很難想像喔 孫協志 張韶涵 他們在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宏道的程度 因為我帶他們到海外宣傳 其實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台灣人真的非常驕傲 不是只有裴泳軍在我們這邊有大堆人馬 我們的孫協志 張韶涵到海外也是大堆人馬 我記得我們一下飛機的時候 發現說欸 怎麼外面有那麼多人 接機也是接我們欸 我們到新加坡跟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真的蠻驕傲的 我覺得那時候不會覺得說我是來自於三立 我覺得我是來自於台灣 非常驕傲 然後等到我們上了車之後 那真的叫什麼 特殊通關吧 這叫特殊通關 出去了之後呢 然後我們坐在車子上 發現後面有一堆人在跟 一堆車子喔 然後你就發現一路那個車子 在那個外面就寫5566 少寒 然後一直跟你揮手 我覺得很恐怖 我想說這個通常是在那種 我們台灣看到追裴泳軍才發生的事情 我們在新加坡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覺得非常驕傲 我們覺得說 其實這樣這樣子的宣傳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一種媒體公關 當然這個媒體公關 其實我覺得更大的意義是一種國民外交 因為他在新加坡他不會認識三立 但是他會知道這是來自台灣 就好像這F4前幾天在香港開演唱會 他們可能不知道那是柴志平的人 可能不知道 或是他不知道是哪一家經紀公司 可是他是來自台灣的台灣的明星 我們就這樣子的媒體公關 海外公關是非常重要的 這也是我們現階段最重要的事情 好 再來就是產品的行銷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我講的很多東西 大部分都是跟公關操作有關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氣氛公關是什麼 刺激收視率 通常節目安了一段時間 就要刺激收視率 這種最痛苦的就叫做八點檔 不管是民視或是三立 你們的課應該有很多民視老師來上 我就不便得多說民視 原則上呢 民視跟三立都是一樣 我們的八點檔都是長壽劇 長壽劇呢 就是說你演了三個月之後 就會可能會疲掉 那疲掉怎麼辦呢 你就要透過一點公關操作 或者宣傳操作 讓這個節目再來 通常呢 金色摩天輪呢 安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會希望 演員或是觀眾 有一些互動 建立一些公關 我們因為 因為其實這些演員其實很辛苦 他每天要演90分鐘 那這些辛苦到什麼程度 所以他可能是24小時不關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劇本還沒出來 他不知道他明天要不要演 所以我們大概凌晨3點4點會發通告 知道他明天11點要不要來上班 要不要來演 演員是很辛苦的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每天一進棚 就開始演演演 所以他不知道說他這部戲 他到底在外面多受歡迎 或是觀眾的互動情況怎麼樣 所以我們安到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不管是為了刺激收視率 也為了要提振演員的士氣 我們通常都會辦全省見面會 我想大家都會影響 就是這種演員會做全省走錯的見面會 其實有兩層意義 一個就是刺激收視率 第二是提振演員的士氣 你要讓他知道說 戲安了這麼久 外面還是有這麼多人來支持你們 因為不管怎麼樣 他的收視率像摩天輪 他收視率就是第一名 第一名現在收視率大概四 上下幾十萬人 甚至一百萬這樣子的人 他還是大街小巷 還是這麼多人在看 那因為八點檔的觀眾族群 就是跟一般的中產 還是有大的差異 通常八點檔會開啟的 不會是我們這些上班族 滿難的 因為我們可能還在外面通車 但是家庭主婦非常有可能 或是幫你帶孩子的爸爸媽媽 非常有可能 對不對 他們就是那個最大的開機族群 所以這些人呢 他可能平常 平常他在外面公關的場合 可能就是 家人上到百貨公司啊 平常上到菜市場啊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呢我們做的公關的操作模式 我們大概就會去 百貨公司或菜市場 或者廟口 這樣東西走透透 那這種走透透 你會發現 真的是非常多的人 我會在旁邊跟你要簽名 那種東西呢 對於演員來是一種提振式 他就說 我演的戲真的這麼多人支持我 明天的進棚就很有力 很有電 真的是這樣子喔 你走了透透透的 第二天去進棚 他都特別有力氣 因為他覺得有這麼多人在支持他 所以這除了刺激收視率之後 還有提振士氣的作用 結果按一段時間都要做這樣的事情 還有呢 就是競爭者加入 什麼樣式加入 就是說 通常偶像劇的交接黨 什麼時候偶像這樣講 比如說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王子變青蛙 有人看過王子變青蛙嗎 王子變青蛙到後期的時候 大概說是零到七啊八 那是非常恐怖的喔 那但是呢 我們那時候也不做任何的行銷 因為已經 已經太好了 已經破所有偶像劇史上的紀錄了 收視率了 可是我們到最後 我記得最後三週的時候 我們還是做宣傳 為什麼 因為有競爭者加入 那個競爭者叫做二座劇之吻 欸 二座劇之吻吧 對應該是這個 我們還是做了這樣子的動作 是因為我們要做這樣子的公關操作 是因為有競爭者加入 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知道二座劇文化到底好或不好 但是我知道這個漫畫很好 所以我覺得它有基本的觀眾權 就是這個樣子 當你去判斷它有基本的觀眾權 就不可輕敵嘛 所以在最後幾週 我們收據雖然很好情況下 我還是要做見面會 我還是要不斷的發稿 我還帶著記者到肯定一出外景 那記者就說幹嘛 你收據那麼高 你還要再做宣傳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想要回饋觀眾 講了一堆什麼有都沒留 其實我們就是不輕敵 其實就是這樣子 還有一個呢就是業務需要 通常這種業務需要就是業務整合啊 客戶的需要啊等等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很難免的 難免的 因為其實現在的業務啊 新聞啊 節目啊 他們的整合都越來越重要了 這業務整合的部分 今天我們不停留 就讓人看這個主視覺 好 這個其實我們是做個突破 我不曉得大家印象有沒有深刻 那時候我們做台灣龍捲風的時候 有人看過台灣龍捲風嗎 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做了很多的Promo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們做了很多像電影方式的Promo 我們台灣Tornado 就是用英文 其實我們是企圖做一點點創意 就是說我們覺得說 看八點檔的人 不一定要只是婆婆媽媽 我們真的是只是這樣講而已 好玩 其實真的是好玩 我們希望做點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Promo 我們就說 我們不要做那種字很大的紅字 你要看誰殺誰嗎 誰跟誰會交合嗎 我們不做 我們全部字都乾乾淨淨淨的 然後台灣Tornado 用英文 好玩啊 希望晚一點小創意而已 那我們不像某些去做 紅色字大大的 如果你看到後期的八點檔 大家都是這樣子 然後用閩南語翻 香檔哥香檔 我們就不做這樣子的宣傳 那一樣啊 金色摩天輪的海報 我們也企圖做一點 不一樣的東西是 我們要用黑白的感覺 有一點點像 外國影集的 那個主視覺的概念 其實這個東西 跟劇本身有什麼直接關係 平常講沒有啦 平常講沒有 很特別啦 只是我們覺得說 這東西 美美的 比一堆人像大海報還來的好看 我們特別 我們真的特別想找這些人拍喔 這些人 要求他們的服裝要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嗯 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就做了一張海報 那這頓目的是什麼 其實他是戲還沒有昂之前 我們做一個這樣主視覺 發到廣告公司 讓大家知道我這部戲 其實有一定的質感 其實我們還是很希望能夠好好做一部戲啦 不管怎麼樣 不管競爭多激烈喔 不管市場多不好喔 不管欸 欸 人才多麼的缺乏喔 我們還是希望好好的做一部戲喔 那所以我們盡可能的把它做好 在有 有 有 有時間 可以運作的情況下 我們就把一個好好的主視覺 呈現給大家 所以這也是某部分的公關效益嘛 好 另外一個consumer就是我們所謂的 觀眾群的行銷了 跟所有的公關操作 通常擴大 擴大觀眾群是最主要的目的啦 什麼樣的主要目的呢 像 節目形態的調整啊 競爭的加入啊 跟業務需要 通常我剛剛所講的東西 其實是知名度啊跟產品 這個是我們針對觀眾的部分喔 其實觀眾部分 假日大型綜藝節目 我想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喔 欸 我講了這麼多 你們到底看不看電視啊 看電視喔 有看電視嗎 我想說有些人都不看電視的 還告訴我家裡沒電視的 講半天 有看電視嗎喔 假日你們是不是都是看無線台比較多 還是沒有 所謂假日是六日 都看無線台嗎 假日都看無線台請舉手 假日都看有線台請舉手 喔 那都看什麼呢 HBO 是不是要這樣跟我講 喔 HBO真的這麼多人看嗎 他的收視率很低很低欸 非常非常低欸 那為什麼我每次在演講的時候 都是看HBO 我覺得很奇怪 Always是HBO 跟Discovery 我覺得很奇怪 Always Always 對 對 好那我想說無線台的假日大型綜藝節目呢 基本上呢 為什麼呢 就是說通常 因為無線台 現在 無線四台 競爭非常非常激烈 你叫得出來的節目其實不多了 真的不多 你們現在看 你叫出來的節目有什麼嗎 你們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告訴我 除了六日喔 除六日 對 除六日 可不可以誰告訴我 叫不出來吧 麻辣天后宮 不是 苦瓜媽媽網 不是 冰火舞重天 不是 小氣大財神 不是 還有什麼 全能顧教養 不是 我現在念都是現在排行榜前40名節目喔 還有什麼 沒有嗎 哪一個 但是六日就有 對不對 前陣子小松小柏 是六日的對不對 張飛六日的嘛 胡瓜六日的嘛 對不對 所以對他們來講 所有無線台的假日是一個大戰場 那這東西呢 有線台的自動跳開 大部分都是无限的战场 还包括无限战场的 那个礼拜天晚上的偶像剧 对不对 那个厮杀到不行的偶像剧 一样 这个部分呢 观众群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他们大部分的节目形态的改变 都会希望能够扩大观众群 最明显的应该就是 胡瓜节目的庙口的 如果大家有看 大家有看到 他每次都在走庙口 对不对 他其实他目的是什么 就是扩大观众群嘛 非常简单 他就是扩大观众群 因为他知道他得靠这样一步一脚印的耕耘 才会有收视率 为什么 因为无限战真的很少人在看了 现在真的不多了啦 所以他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扩大观众群 尤其是假日的综艺节目 还有另外一个呢 扩大观众群是竞争者加入 这个情况呢 发生在什么呢 就比如说 我们很明显就是 我们的王子变青蛙下档之后呢 一部分的人呢 就要下课了是不是 一部分的人呢 就换到了 中式去看二桌剧之吻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样 所以对他们来讲 当我们的戏一下档之后 他马上会做非常多的动作 因为他知道他可以扩大观众群 因为我们的接档戏 是绿光森林的族群 会跟原来的王子变青蛙不太一样 但是王子变青蛙的族群 会跟二桌剧吻差不多 所以他会去把握住 他去接收那个观众群 对二桌剧之吻来讲 对他来讲 他就是扩大观众群 所以他会非常注意 偶像剧的交接档 但是现在大家也变聪明了 调调调调到同一天上档 都这样子 每天都这样搞 因为不管是八点档 然后不管是偶像剧 现在已经作战到同一天上档了 很恐怖的 每天都叠对叠 真的每天叠对叠 每天再问中式 你们两天上档上档 不知道呃 戴仔还没来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做到这一集 做到下一集 都是这样子 连记者也不知道欸 做到这样叠对叠 到最后之后去剪 去各台的警戒室去瞧 他在剪出90分钟还是60分钟 就是啊 很无聊喔 对不对 竞争真的很无聊 这种业务需要 扩大观众群 那种业务需要 就通常还是业务整合了 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东西就是 每逢过年过节 你们就会发现到很多的游乐场 有很多的明星去那边做宣传 像这种东西呢 这些明星呢 去做宣传 第一要为了赚钱 第二还是赚钱 第三呢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 活动的方式 可以建立一点他节目的知名度 扩大一些观众群 每一年一到过年过节 你就发现各游乐区很多明星吗 应该有吧 应该注意喔 像那种不太出门的陈昭荣 他过年都不出国的 就是为了要赚这些钱 那当然啊 美其名是为了回馈他的观众 对 那当然这部分都是业务需要 业务需要 那刚刚有讲到扩大观众群 另外一个加强充成度 其实加强充成度跟扩大充成群 某部分来讲其实是蛮类似的 只不过说加强充成度比较没有开发的效果 他通常就是为了要巩固他原来的观众群 那基本上他的方式也差不多 会使用的模式也差不多 就是节目安一段时间啊 或是竞争者加入或是业务需要 那基本上他是可能因为目利的不同 可能会在操作上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加强充成度的话 除了刚刚我讲可能走偷偷之外 可能会是比如说 做一些赠品回馈 这种东西就是针对原有的观众群 会去做一些赠品的回馈 那希望他们更巩固更加强忠成度 这个部分是在操作上会比较不一样 是可能比较会花成本做这种事情 做一些赠品啊或做一些有奖争扎啊 这些等等就是希望能够巩固他们的忠诚度 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回到说 到底怎么样去做公关 那通常在TV media这样的部分来讲 我们在行销操作上不外乎 我自己举大方向的例子 其实在做所有的行销 他有非常多的行销手段 那我举的这四个是一般最常见的方式 就是PR就是公关 再就是促销 再就是event 再就是广告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他所涵盖的范围是比较广义的 我除了公关之外 之外我等下会细讲之外 其实SP跟event跟广告部分 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做行销的促销的部分来讲 我刚有提到促销的手法通常呢 促销手法比较常用在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要能够扩大观众群 或是刺激一些收视率等等这样的方式才会去做促销 最常做的部分就是电视台所做的0204活动 0204活动是最明显的促销活动 但是因为现在又碍于新闻局的法规问题 所以0204现在都做得非常的保守 因为他们认定0204是一个节目广告化的一个消费行为 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回馈观众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做0204都是利用广告时段去做0204 过去的0204做的是比较夸张一点 就是说他可以不计广告秒次 是计节目时间去做0204 那0204通常就是会中大奖嘛 抽大奖嘛对不对 你打电话进来啊 我可能就抽奖 那我们以前八点档最常玩的 如果你们有看八点档 不管是一南旺或是台湾龙卷风等等 你问他在片尾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开一个三分钟的一个节目 大家有没有印象过这样的节目 还是没有印象 就是那种到了片尾的时候 快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演员或者主成出来了 你刚刚我们看的节目啊 我们先问你啊 谁爱谁啊 可能就几个题目 然后就问 好 谢谢观众哪天他进来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节目 应该有吧 那就是很典型的0204live开现场节目 那是以前很热门 现在没办法 为什么那个完全算广告时间 除非现在打0204了很多 否则实际上其实是划不来的 你三分钟的广告 你可以赚多少钱啊 你0203可以赚多少钱啊 赚不了多少钱 我们曾经有过0204可以赚了好几百万 现在已经好几步长了 因为呢 不流行了 其实就这样子 我觉得电视节目就这样子 不流行了 所以现在比较少去做这样东西 所以基本上促销的东西 一般来讲 电视台所做的东西 大部分是0204 这是比较典型的啦 还有就是送赠品比较多 还是买东西有折扣 这种比较多 还有一个event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电视台办的活动 大部分 我跟你讲 大部分 大部分电视台办活动会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电视台 因为电视台其实基本上还是一个大众媒体 他算是所有的媒体上算比较强势的媒体 他比较会 比较少会去花大钱去做活动 除非他的品牌 应该是除非他的产品不够强 他要靠品牌 不然的话 一般来讲 大频道是不太去做活动的 频道会去做活动的 比较是用品牌价值去做的 会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MTV MTV它是靠办大型活动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收视率的节目 收视率非常非常非常低 因为他非常的小众 喜欢音乐的那一群年轻人 才会打开MTV电视台 但是如果他是靠收视率 因为现在的广告主很清楚 他就看收视率嘛 你收视率那么低 你的频道怎么生存 所以你必须靠大型的活动 用赞助的方式去赚取更多的广告费 所以像这样子的 他的节目比较 产品比较不强 他必须靠频道的品牌 去建立大型的活动 才会有比较大的收入 通常是会有这样子的电视台去做 就像我叫MTV MTV每一年比较重要是夏日高峰会 如果大家有影响 每年到暑假的时候 台风很多的时候 他会在中山足球场去办那种演唱会 非常辛苦的 那这是MTV 那一般来讲 所有的媒体 比较这样最常办活动的 应该就是广播电台 以前我在台北之音 广播电台不管是国内或国外 广播电台办活动是最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需要很直接的互动 其实在所有的媒体当中 最personal 或者最一对一的 其实是广播 因为你会一个人在那边听广播 那报纸可以分的几个 把大家一起看 对不对 很少会一家人都在那边听广播 我觉得很少 大家都是做工作啊 或是读书啊 或是睡前啊 听广播 所以他是非常一对一 会直接互动的 因为这样子的媒体特性 所以 他会比较需要做活动 所以你会常常看 不管是国内或国外 最常办那种听友会啊 那种大型演唱会啊 什么 当然都是广 都是电台发起的 香港最明显 香港的最重要的几个颁奖 全部都是电台办的 所以在媒体特性来讲 办活动来讲 基本上是电台比较多 电视台会比较少 还有国外也是很多啊 因为以前我在台北之音在电台 因为我们以前 因为在台北京的关系 是我会常常到 国外去参观别的电台 因为发现说 别的电台更多办活动 因为它有分大的 广播电台跟小的广播电台 大的电台呢 它就会办大型的活动 演唱会啊等等 小的电台更喜欢办 那种社区型的活动 他们最常办的是什么 就是那种二手拍卖的跳蚤会 或是圆游会 我觉得海外 我不晓 因为如果有朋友 在国外念书 发现广播电台最常办那种 ICRT最常办的啦 ICRT他其实很喜欢以前啦 以前因为以前的 以前的主事者 他们比较外国作风的话 他们会比较办那种 社区型的活动 因为基本上台北京 它是一个台北社区 广播电台嘛 它是那种社区 国际社区 ICRT嘛 一个社区电台 所以基本上 电台办活动会比较多 另外就是透过广告 电视一样 我必须强调出 电视它是一个强势媒体 所以它透过广告的方式 来进行媒体公关或宣传的 基本上它还是用它自己的 频道资源的广告 它比较少会去跨媒体 去做广告的方式 除非它是资源整合 不然你很少会去看到TVBS 去登报纸广告 应该很少吧 应该是没看过吧 哦 你也很少会去看到说 中天电视台在除了中市 中天电视台除了在中国时报 跟时报中开以外去刊登广告吧 应该蛮少的 为什么 因为电视台本身就是一个强势媒体 电视台本身就是一个强势媒体 电视台本身就很贵了啊 你花30秒登广告 那你的价值会比你在一个报纸上登广告 在广播上登广告还来得有效 但是有一个特例是 通常有一个戏剧 它在要打宣传的时候 它可能会用某一种媒体 叫做车厢广告 你会发现说 有一些戏剧在on戏剧的时候 它会去用车厢广告 韩剧或是某部分的偶像剧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族群必须去扩大族群 那这些戏剧的族群 大部分是一些上班族 或是公车族 上班族就是开车嘛 开车你停车会看到公车 对不对 还有你上公车前会看到公车广告 类像这样 所以呢 几个戏剧的on档 通常只有大部分啦 应该是说只有戏剧 才会去使用公车广告 不然一般来说 所有的电视频道 不管是节目或是频道的形象来讲 很少会去用到 很少会去用到电视以外的媒体啦 比较少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公关了 公关的部分呢 其实有分政府组织公关 跟企业商品公关 跟媒体产业公关 我们还是回归宴正传 我们来讲我们的媒体产业的公关 那媒体产业公关 又分了什么呢 又分了电视媒体啊 报纸啊广播啊杂志等等 那我都在其他的媒体 我都待过 那我想我们今天还是主题还是讲电视 但是我想我还是稍微讲一下 其他的媒体的部分 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刚刚我讲到 报纸的部分 基本上以现在来说 报纸它比较少去设一个公关部门 因为我跟各报也很熟嘛 它比较少设一个公关部门 大部分现在报纸里面的公关行销部分 会跟业务整合在一起 比较多会跟业务整合在一起 因为报纸的经营真的非常的辛苦 你很少会去报纸自己办活动 它大部分都会去办一个化妆品大展 民生报化妆品大展 其实它不 它虽然是做化妆品大展 但是它某部分也建立了民生报的知名度 但是它是结合业务的 所以通常现在在一般的报纸媒体 它做的公关或是行销 然后大部分都是跟业务结合在一起 那广播呢 除了以前台北基因 我们自己有设行销公关部 去做所有自发性的活动 因为台北的第一个跨年是我办的 我还记得我们在The More 大家可能都没有印象 那时候The More叫做远气购物中心 我们办的第一场跨年 大家有去过吗 应该没有 还是那时候大家都不流行跨年 那时候我们就已经很流行跨年 我办的第一场跨年就在那边办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说 大家说台北外跨年 怎么可能 台北有任 过Christmas不错了 还跨年 我印象很深刻耶 大家都觉得我过半跨年疯了 大家觉得应该会早一点睡觉 因为隔天要去做升旗 那时候还蛮流行升旗的 欸不要开玩笑 我是做真的喔 我是做真的 那时候国家意识还蛮强烈的喔 那时候国家意识还蛮强烈的喔 因为很fashion 觉得那年轻人会去升旗 而且有些年轻人 他们会去前一天去排好 对 或是说去架好那个机 那个什么 摄影 他们会去拍那种神奇的画面 欸我没有开玩笑 因为我们家住在这附近 真的有耶 真的 那时候觉得跨年 我大概去纽约 Times Square吧 怎么会在台湾呢 对不对 再不然我去南桂坊嘛 怎么可能台湾台湾哪个地方 那我说我觉得台湾是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 那我们就找到了元气构 因为我觉得那边还蛮飞巡的 那那边有个小小的广场 真的很小喔 小小的广场 那我们美其民是跨年 简单就是一个演唱会而已啦 就是找了几个歌手来唱啊 大家觉得跨年没什么 然后呢 真的没想到 把东化南路爆掉了 整个后面全部都是人 然后都爆掉了 然后我们觉得 第二年我们就可以认真办 所以我们第二年呢 我们就进到了市政府的广场 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还是 那时候应该是阿扁政府 后来那时候我们就跟罗文嘉提嘛 罗文嘉他们也很想办 因为他们很想办活动嘛 所以我们就跟他谈 我们就封市政府 然后呢 第三年 广播就不强势了 TVBS就进入了 所以我们只好到中山足球场 后来呢 再来一次呢 中山足球场没飙到 因为有飞机啊 什么的啊 后来我们就进驻台北县 我们去淡水办 那淡水 谁要去淡水啊 淡水不是看日 是看落日吗 那然后去跨年呢 所以呢 那时候我们还想了 那时候我想了一个方向 就是说 诶 怎么讲 我那时候讲 迎接最后一道落日 然后迎接第一个曙光 好那时候我忘了 我下了一个什么slogan 简单就是说 希望你来看淡水戏照之后 不要走 因为我们有跨年 我记得那年 结果整个捷运都是车都满的耶 然后我们还跟捷运公司 谈24小时不要停 好像到了凌晨3 5点 才收班耶 可是自从我们那一年 灌完的时候 捷运就好像都是24小时了 跨年那一天 我们也创了这个让局 我真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是我们办完了跨年之后 我们真的搞到3点 那时候是苏贞昌嘛 还蛮配合我们的 搞了很久 那时候他旁边 我还记得他呢 新闻主的主任叫做廖志坚 我还记得 他现在应该在苏贞昌旁边了吧 然后呢 我还记得我们搞到3点4点吧 我们还说 啊 真是很累 我们想说 这个时候我不晓得说 捷运不知道有没有人 然后又发现 3点4点 真的很多人跟我们一样耶 玩到3点4点 捷运车都是满的耶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兴奋耶 就是说 这群人怎么那么傻 会跟我们一样来探写跨年 真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说 那时候我们讲求的诉求是说 在台北市跨年不稀奇 你一定要到淡水去跨年 才是最飞巡的 那时候是瞎讲 所以我们 所以为什么讲到跨年 我特别的兴奋 是因为 每一年我都办跨年 我离开台北京都 我才不办跨年了 所以离开台北京都跨年 我第一跨年在国外过 所以我觉得 我终于不用跨年了 我终于不用在台湾办跨年活动了 那后来今年 我特别注意到 中天办的市政府的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很不错 是因为我们今年的101做的 我觉得很好 虽然花了非常非常多钱 但是至少 而且开矿的时候 可以开到我们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我觉得这有 这有某部分的历史意义 所以我觉得还蛮成功的 虽然花很多很多钱 我讲到报纸 报纸的媒体公关 它必须靠活动 才能够建立 这是很重要的 杂志呢 我觉得更少了 杂志通常没什么公关 通常杂志就是 比较特别的 应该还就是 我应该分两种 一种应该分三种 一种呢 是狗仔的杂志 狗仔杂志 最典型的是 现在发行的最高的一周刊嘛 第二种杂志就是 专业型的杂志 这种专业包括像是 商业周刊啊 动脑啊 广告杂志啊 财学 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还有一般的 我们所谓的那种 数位时代的这种专业 第三种就是所谓的 妇女杂志 什么 Vogue啊 美丽家人啊 等等 我们大概粗分这三种 粗分 我只能想粗分 比较会做公关的 或者比较需要做的 应该还是 那个 妇女性的杂志 为什么 因为它竞争太激烈了 太激烈了 所以呢 它必须透过一些公关模式 才能够建立它自己的品牌 跟刺激它的发行量 所以你发现说很多的杂志 它会办小型的party 很重 常常有嘛 美丽家人时尚party 还有它会办一些电影 试音会 对不对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常常拿到 什么美丽家人 或什么Vogue的 什么试音会 或者时报周刊的试音会 它常常会透过这样子的公关模式 去建立一些公关 去建立一些品牌 杂志比较多做这一种 那我们回到第二个 专业的部分的话 专业杂志的部分 它大部分都会办一些 精英人士的对谈 或者专题的一些公关 上一周刊最常做这样的事情 他会做一些精英的对谈 或是他会去做一些专题性的报道 那其实他就是建立一些公关 那回到第一项 我刚刚讲的一周刊 那就没有什么公关可言了 大概就是总 总比例常常出来要对簿公堂 对那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来说 他们其实也不会特别要去建立 什么样的公共关系 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讲 有时候建立一些特别的公共关系 反而是一种负担 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 一周刊的题目是不能抽的 我常常会 我常常会接到 我们艺人或是 主播朋友的电话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抽掉 什么什么 因为我好像听说我被拍到了 这样子 我常常接到这样子的电话 我就想说 哪一个媒体呢 他说一周刊 我说那不用了啦 你抽不掉 你现在就跟他拔了 可能是没有用的 苹果日报更是不可能 所以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更不会特别跟你建立很好的关系 因为如果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 其实他就有那个交情 他就很难抽掉 就好像是说 今天本来是 本来是 台湾大哥大营下了100万的广告 在一周刊 封面就是孙道纯抱妹妹 你说怎么办 就是这样子 他们常常上演这样的戏 所以他要不要建立公关 他有点难 所以他本身公关部门很少去做 但是业务部门要去做 为什么业务部门常常冲击的 就是跟业务之间的沟通 他的客户上广告的时候 刚好报道了他们自己的主子 会有这样的 所以他的公共关系 比较建立在业务部门 比较少会是在媒体之间 媒体自己本身 因为对他来讲 他的形象就是这样子 他要的就是这样子的狗仔文化 对他来说这样 但是他会有 他产品里面 会有一部分的内容 会去塑造他自己的品牌印象 会去扩大或宣传 就是他的一本经 类上这样的内容 特殊人物深入的报道的部分 但是对他来讲 他所建立的一个媒体公关的形象是 他觉得他有赋予了社会责任 因为他揭发了一些弊案 跟让很多的名人 不敢为非作歹 所以这个的是社会责任的部分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使得很多 使得很多的名人 就不敢太明目张胆的 去出入生设场所 这也是某部分的公关 对不对 我们讲到电视 媒体特性的部分 基本上我刚有讲到媒体 他很强势 他非常强势 还有呢 他的基本操作模式 我待会跟各位说 还有产品特性 跟公关人员的基本条件 好 他除了强势之外 还是影像为主 快速 评照众多 这是所有电视媒体的特性 影像为主 就是说 其实他跟其他媒体 我想这都不用特别多说 画面 声音跟段落 我所谓的段落是说 如果你们仔细看 不管是节目 或是新闻 他都有那种段落 对不对 那是对我们所讲的 round down 他那个round down 那个部分呢 其实要非常的清楚 他有起承转合 所以对我们来讲 每一个节目的破口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你一破镜广告 就转台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破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做电视节目 所以影像为主之外 那个破口的经营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了解这样的产品特性 你在行销上要去特别把握住 所以尤其像是偶像剧 我在最后一个就是 应该是一个剧情的高潮 或是悬疑点 大部分是这样 不然的话就转掉了 因为转太容易了嘛 非常容易 还有快速 我想SNG这种跑马 这个都不用讲了 这太可怕了 但是新闻局也终于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了 所以现在也不能够随便跑马 遇重要事件等等等等才能跑马 但是 建议归建议啦 我想大家还是跑成一团 对 还有频道众多 这太恐怖了 频道太多了 SNG车太多了 新闻媒体太多了 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有两个现象 一个是 频道经营的内容 越来越不好 第二个 人员素质也越来越低 人员素质低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频道多嘛 人才稀释了嘛 今天在A频道做 做一做好像有点不错 B频道就挖走了 可是他其实他没有这么好 可是没有办法 市场就需要这样子的人 就被挖走了 他有没有做好 其实还好 没有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他没有很好 他又被挖走 所以他以为自己很好 因为这样的关系 二性循环 他做的东西可能不是很好 这种是一种二性循环 所以频道众多 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新闻局在某部分 在让频道 再做一点整合 或者整齐的是有必要的 所谓在现场采访呢 就是说 突然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或是 我们觉得这个东西 是有必要 非记者会的形式 但是让记者到现场 去做现场采访的部分 我举例 什么样的东西 会有现场采访 大部分会发生的 就是 大部分是戏剧会发生 你会发现常常会有 台北戴雪北京采访报道 对不对 会发现说 今天怎么一批人 怎么每天看报道 怎么都是 郭平超的新闻 他人都在横店 上海横店拍戏 为什么 这全部都拉了一群记者 到上海去做现场采访 这种通常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 骗商招待 一群戏剧间的记者 他呢 到了上海 去做这样子的现场报道 现场采访 可能有两个用意 第一个用意是 这个片子呢 还没有买到买主 对不对 还没有买主 所以他透过这样子的宣传 知道说 这部小圣有点知名度哦 可能拍的不错哦 所以吸引一些买主 第二个 他可能要建立一些知名度 这知名度呢 希望 已经有买主之后 以后播放 会有比较高的收视率 所以这是用现场采访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在海外采访比较多 比如说大陆采访 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多是电影采访 可能Tom Cruise没有办法来 所以呢电影公司 就邀了一批记者到那边去 或是很多时尚Party 上个里面才发生的 Mon Brown的Party 万宝龙100年的时尚Party 在上海 他呢 邀请了台湾的媒体去 那我们家的另一位 也会连软青天跟流品岩也去 就找了一批记者去现场采访 那一样 为了要感受现场的盛宴之外 还可以做一些采访 这就是现场采访 大部分会是这样 还有就是我刚讲的 Tom Cruise没有办法来 就找一批记者去 好 现场采访 第二种模式的记者会 这太一般了啦 记者会太多了 我们为了一个正式产品的发表 就是一个戏剧的launch 开镜 手印 庆功 韩星来台 或是唱片发表等等 都是透过记者会的模式 那通常记者会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时间要对不对 人物对不对 有没有噱头 这主题设定是什么 比如说 我举例 今天如果是一个 杨承林的庆功记者会 你就要先想好他的画面是什么 他因为设计一个噱头画面 就是说他可能敲那个冰雕 类上这样的画面 对不对 或是说 你要先想到说 明天报纸刊登 到底要刊登什么内容吗 你应该刊登杨承宇 美美之外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或是 所有的cable 去访问他的时候 或是拍他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的动作 所以你要去设计 那个噱头是在哪里 你的拍照画面 就我刚讲的 你说了文字设定之后 你的图片设定是什么 你拍照的画面是什么 我想问 我想刚刚问那个 东森的摄影记者 就很清楚 对不对 你们都会等个run down 需要可以拍到地方 对不对 还是你是什么线的 还没固定 通常记者会 我们要去设计那个噱头 拍照的噱头 还有就是 你的时间要不要 对 我们常常去瞧 我是2点开记者会 我要知道我前面1点钟 有没有记者会 如果有 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强蹦 记者来不来 敢不敢的过来 如果都是戏剧线 我们最常的就是这样子 1点钟 8点开记者会 2点3点开记者会 你觉得这样子风险高不高 非常非常高 通常的做法是 我们改成12点 就这样 对啊 就这样的啊 没有办法 再半就改日 对不对 再半就问他们在哪里拍 哪哪里开 我们在哪里拍 瞧一瞧嘛 类似上这样 大部分都这样 我们最怕就是说 我做两点记者会 结果是中午12点 民事请吃饭 那最恐怖了 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就是这样 因为就几个台嘛 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 那个时间还有就是说 你不要那种很无聊的 今天的记者会 刚好是奥斯卡入围颁奖 入围的名单发表 那不是自己撞自己吗 你明明知道奥斯卡发表 明天会有整版 都在讲奥斯卡名单 那你还去开一个记者会 你根本就是鸡蛋碰石头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会去确定一下 今天如果开记者会 会有谁会来 我们会去查schedule 今天你要开记者会 任要来 不用了吧 真的不用开记者会 所以我们去查 知道哪天开记者会 中午有没有谁开 今天会有什么 还有你愈发性 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法 知道的事情嘛 就说今天都好了 而且小孩子被偷拍到了 毁了 我们记者会没有人来了 通常这种就是突发事件 但是你要大概知道 比如说 像我们大概礼拜六就 大概大部分大概都毁掉 因为礼拜六 小孩子要结婚 even在台东 大家都觉得毁掉 所以我们会预知到 还有礼拜天有个韩星要来 灵爱前几天来 类似这样的事情 我们都要先知道 这种东西就是说 common sense 你的基本功课要先做 那你要去了解 各台的状况是什么 这个大概都知道 所以记者会你要知道 时间还有地点 你要知道什么样的地点 我们对记者最方便 通常饭店是最方便 为什么 好停车 其实就这样子 好停车 还有通常一个饭店 会有三四个记者会 摄影记者 跑团比较容易 这种 其实就是这样子 不然你无聊 每天都要办饭店 开记者会 今天远气啊 明天都为什么 都是为什么在饭店 就是为了要图摄影记者大哥的方便 我们才会在饭店 还有三立的话 其实很方便 是因为三立本身 自己有很多场地 可以办记者会 我们停车也很方便 我们明星也很多 如果呢今天有一个戏剧院记者 我们刚开完偶像剧的记者会 马上跟你讲说 二朋友在录我摩天录了 你也可以去找谁谁谁聊天 所以通常我们办记者 我们会在三立自己办 大部分 大部分我们会在自己办 方便嘛 他写稿而且我们都有 非常专业的ADSL的传输系统 还有呢我们还供 供应非常舒适的发稿环境 这都很重要哦 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二楼还有餐厅 你如果二楼的话 我们直接外教上来就可以吃 停车很方便 然后呢 患症也很方便 就是患症有的 有的面试台门禁森严 患症患很多 我们不会 我们专人帮你发稿 专人就是摄影 如果你不够照片 我们有图档室 帮你找图 这种就是一种公关 就是帮你服务得好好 你会很想来嘛 对不对 不然去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连个发稿的桌子都没有 谁愿意来啊 有些台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不在意 他不觉得重要 可是对我来讲 我非常要求 非常要求说 来的每一个记者 一定要可以符合他的 基本需求 他要拍得到照片 他要找得到图档 他要停得到车 他有东西可以吃 访问到明星 电话要通 网络要通 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基本配备 那这样的东西呢 他们就可以来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通常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记者会都 都办在我们三立电视台 方便嘛 所以发现说 如果你们每天有在比报 就发现三立电视台的 新闻健保还蛮多的 因为我们对于记者的服务 是非常好的 我们跟 先记者分三种线嘛 电视台分三种线 新闻线 戏剧线跟综艺线 新闻线是跑各台 新闻台的 前一阵子会比较忙碌 因为主播常出事 所以新闻台 不然一般来讲 新闻线都是属于冷线 一般人很少跑 因为没有什么新闻嘛 除非主播出事 不然还有什么新闻呢 真的没什么事 比较多的应该就是戏剧线 因为除了八点档 还有大陆戏 然后还有偶像剧 就很多可以跑了嘛 对不对 第三种线 综艺线 综艺就也比较多 大型的综艺节目啊 或是谈话性的节目啊 蛮多的 所以一般都分这三种线 所以我们会针对不同的线 会有不同的公关人员 我们就会有 比如说 跑戏剧 我们公司可能就两个公关 对戏剧 所以说戏剧他很清楚知道 发生任何戏剧 他找我们特定的公关人士 特定的公关人士 不会是说 发生主播发生事情 他不知道找谁 不能每件事情都问我嘛 我们还有相关的公关人员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 你要去服务好记者 那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发稿配图 通常什么叫发稿配图呢 那就是说 呃 不见得记者 他有兴趣来参加你的记者会 也不见得有记者 他愿意千里迢迢的去现场采访 那但是呢 我们也会 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发稿量 所以呢 我们就 就 不是一定发稿 一定的媒体曝光 所以我们就会有发稿的方式 所以发稿就是 我们自己写新闻稿 我们自己拍好照 然后呢 我们传承到报社去 然后呢 跟报社记得conform 然后呢 去请他看灯 通常这叫做通稿 就不然说 你今天看的五家报 怎么长得一模一样 那就通稿 那现在基本上 报社不喜欢通稿 喜欢独家 那所以我们在给这样子通稿的时候呢 我们照片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 因为我们大概知道说 自由时报可能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照片 民生报可能喜欢什么样的照片 这都是经验累积啦 嗯 什么样的照片 你绝对不要进中国时报 因为一定共估 所以呢 哪个主播 哪个主编 最不喜欢谁的照片 我们就不要放那个照片 我们都很清楚 哪个编辑台 民生报的某个编辑台 最喜欢某某艺人的照片 我们就放那样的照片 这我们都很清楚 比如说 民生报 只要有迪英跟 迪英跟 孙鹏 这我们就会做得很大 因为某些人特别爱 那如果呢 有王伟忠 跟中国 中国时报 就特别爱 这是很奇怪 就是长久的 就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有华哥 自由时报特别爱 就我们很清楚 所以呢 在做某些新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什么照片 要配给什么报纸 这是一个经验 所以你 发稿配图 你要配到对的图 有些图 你配个某个报 他根本就懒得理 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根本就不上 所以就给你一个150个字的邮票 邮票稿 对我们来讲就是很小 很烂 但是有些部分呢 就很清楚知道 你就可以夸张 就可以针对他的需求 去做发稿的宣传 那发稿宣传 基本上来讲 目前越来越 无法通行 是因为 我刚讲 大家不喜欢吃通稿 大家喜欢读家 但是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未稿方式 比如说 我不知道今天 当然我们看 因为我每天都看报纸 今天大家不想 我们看到说 我们有一张照片 是那个 乔乔跟明道亲吻的照片 王子彬 爱情魔法师 都没看报 今天各报还记得还不错 有这个新闻 那我们 其实这个新闻 本来也没有要发 也没有要发 所以我们大概昨天 两点多的时候 记者大概有两个人 跟我们讲说 今天缺稿 马上缺稿 我们就想 今天可以发什么稿 有一张不错的照片 亲吻照片 好我们就 就 直接找到照片 然后再设计一下 本周会 会引到什么内容 我们再写个稿子 三点多就请记者 就请我们公关 开始报告 给戏剧线记者说 我们今天发稿 那好了 那有几个报就知道 他今天有稿子可以写了 所以呢 我们用这样的稿子 就未稿出去了 这不是在我们今天的发稿计划 但是 我们知道今天报纸缺稿 所以我们就发稿这样出去 像是我们的突发作业 就是因为你要跟记者很熟 那熟到就是说 他们一缺稿 我们一公稿 我们随时都要稿子可以公 不然的话 他说他缺稿 那我们说我们也没稿 那不是没辙了吗 对不对 那不是相看两瞪眼吗 我们就常常会告诉他说 你缺稿的时候 我们一定可以公稿 我们可以打到这样的模式 所以今天的箭报还全力打 都见得还不错 这是一个操作的模式 你要很熟 操作的模式 比如说 那还有就是说 独家新闻 这种独家新闻 这种独家新闻 基本上就是你要有一点道德 有点道德 就是说 当某个记者 这种常常发生 某某记者跟我讲说 诶 郑芬姐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个独家 可是你不能跟我讲 你不能跟别人讲 但是呢 我希望你的说法 我说那我不要讲好了 那我都这样 我得罪人家干嘛呢 他说那这样好了 那你不要拒名 那我会写三例高层 我说好吧 你就这样 通常性就是这样子演下来的 我就发现 哦 像比如说 嗯 如果大家没记住 那礼拜一吧 礼拜一先报一个碰狗的新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也是黄金夜总会的 就问他要不要回来啊 每天都问这种事情 真的很无聊 他到底要不要回来 我又不想有人这么关心啊 我想是记者关心而已 那记者就跟我讲说 我去可可消息之道说 他好像快回来了 我说哦 我不知道耶 然后他想说你一定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那怎么办呢 他事不怎么样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好 那我就写你不知道 很无聊吧 真的很无聊耶 我们对话就很无聊 隔天就看到头条 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他拿到一个独家新闻 他好像听说 谁谁谁什么时候会回来 那他觉得 他必须去证明这件事情 但是呢 所以呢 他就要写一个这样的独家 那他通常都会加句 哎 如果有人问你不要说哦 因为这是我的独家 类似像这样 比如说今天又有一个 联合报记者 刚刚跟我讲 他来找我 他说我现在有独家 可是你不能跟他讲 然后我说好 什么事 听说你们三立已经买了年代的股权 我说真的 我都不知道耶 他说你不要假了 你怎么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你有可靠消息告诉我 你们真的买了年代的股权 我说真的吗 那你写好了 然后你问三立 三立就说不知道 他说不能这样做啊 那怎么办呢 新闻就不成立了 怎么办呢 我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好了 那我帮你问总经理好了 那我就问总经理啊 那我就说总经理 那你不要告诉我实话 你只告诉我 该怎么说就好了 因为我也不想知道啊 因为我如果知道 明天见报信 那不是我的责任 因为像这种比较高层的事情 我通常我不太想要 特别去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去问总经理 double check 因为基本上我是一个公关发言人 可是所有公司的政策 经营政策 我还是必须去问过 真正经营者 我就问总经理说 总经理有记者在问 我也没有问他说 总经理我们到底有没有买年代 我不会这样问 总经理有记者在问 我们有没有买年代的股权 那我可以跟记者说什么吗 就说 嗯 他就想一下说 百分之没有 我说好 那他们说 我们要买台式咯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嗯 他就停一下 我就想嗯 停一下我就知道有事了 那我就说 我就说 那好总经理我该怎么回答 比较好呢 他说你刚刚讲 评估好了 那评估讲什么 我就说好 那我可以这样讲 可是我觉得不太妥啊 因为我觉得你讲评估好像有这个动作 对不对 那人家明天的标题会写什么呢 我已经想上了 标题讲 三立买台式问号 一定是这样做的 百分之百 我跟你保证 百分之百是这样做 可是我就不保险啊 我就跟记者抠来 黄兆席 那个联合报记者 我说 嗯 我本来跟你讲评估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太妥 我就跟总经理讲 总经理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还蛮严重的 所以呢我觉得 我想让记者跟你对话好了 我觉得比较好 因为这买电视台不是开玩笑 是大事情 然后呢 所以这种就是有危机处理嘛 所以呢我人还在外面开会 那我就赶回来 我就把记者找去总经理试 那总经理说 赵喜他问你个问题 我们到底有忙忙的买台式 然后呢 总经理就会一个 比较正式的回答说 基本上谁都可以买啦 但是我想这个还是不要写 因为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年代是百分之百没有什么的 讲完其实就讲了半天就是 没有这回事就是了 然后回来我就跟赵喜说 赵喜我觉得这稿子可能没办法报耶 因为你的独家可能变得没有 这样子 所以我想应该明天联合报 不会写这一则 通常就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 有些新闻是这样子 你在操作操作之后 你可能会让他希望不要写 所以你会透过一些公关的模式 让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所以你会在谈话中 或是沟通中 让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非常的谨慎 但是他会知道这个东西不能乱写 我已经让他带他见总经理了 就知道这个事情 其实不能随便写 随便回答 我不知道他到最后会不会写啦 到五点钟是不会写啦 但是后来我就关机 因为我来上课嘛 我就关机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写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子演变的 所以他说 因为我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 因为我已经做了快二十年了 所以我大概知道 记得会写什么 我也知道这个严重性 所以他们还一问我这样 我一回答 我就知道明天标题会这样的 我觉得很恐怖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总经理应该说点话 会比较好 通常是会这样的操作啦 因为我觉得台跟台之间的操作的模式 那种独家性能要特别处理 我就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当他告诉你 他是独家的时候 就特别小心 因为通常的独家会是这样子 就是说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还有他真的不是东西 小题大做 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很怕他小题大做 反而误事 所以这样我们就要好小心处理 所以通常我就会讲到啦 接下来我就讲到底公关要做什么呢 那大部分的操作是这样操作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图配文 文配图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来讲 图片会比文字来得更重要 标题会比文字还来得更重要 为什么 那是人的视觉嘛 没有人会像我们每天读报读的那么详细 但是会看报纸跟看标题是什么 而且那个标题通常都会忘记后面的问号 都是这样 对不对 都是这样 所以要特别小心 好 好我讲到说 产品特性啊 我们怎么去行销公关宣传 用这样的模式啊 通常我刚刚就讲分三种嘛 新闻节目跟新闻节目跟戏剧嘛 我们讲新闻 新闻其实没什么好宣传的 真的没什么好宣传的 除非有重要事件 或是主播 我觉得除了主播绯闻之外 或主播跳槽之外 真的没什么事情 还有当然是做了新的节目 所以这样之外 我们只能够把宣传 放在主播本身身上 像我们台自己本身有两个主播 还蛮能宣传的 一个叫张雅琴 一个叫陈雅玲 所以呢 在做专题的时候 我们都会让张雅琴跟陈雅玲 可以浮出台面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做一个养生 今天如果做一个专业的 什么教学啊 什么什么的 我们就会 透过跟公关的沟通 让他可以报道 张雅琴怎么样怎么样 陈雅玲怎么样怎么样 透过自理行间 建立这两个主播的一些 公共关系跟形象 所以啊 你会发现 新闻台 那不外乎是陈雅玲 张雅琴 还有我们有一个郑宏仪 不过郑宏仪其实蛮难上报的 因为 就是个男生嘛 我觉得很难上报 通常是做出很特别夸张的动作的时候 他会上报 比如说 他跟吴淡如的节目 然后可能吴淡如用一个什么鞭子打他 什么类似这样的照片 他可能登 不然通常郑宏仪很难上报 那我们知道陈雅玲跟张雅琴还OK 他算是明星主播 所以基本上他还蛮能上报 所以像最近 我们会推那个 陈雅玲 是因为他最近推了一个节目叫做 台湾亮起来 一个新的节目礼拜天 那陈雅玲推一个新节目 是不是很难上报 真的蛮难上报 因为陈雅玲 我觉得 我觉得平常讲 除非访问到很特别的 所以呢 我们他第一集 我们就找了500 500很少去上新闻星的节目嘛 所以500上他第一个节目 我们就发采访 发稿 反应还不错 各台都见得 各报都见得蛮好的 这种同意 这种发稿就是 你会想象中那样子的 内容跟人物 如果只有一个陈雅 如果陈雅玲 其实很难见报 但是陈雅玲配500 比较容易见报 但是如果只有陈雅玲配500 用陈雅玲如果用主播装 也蛮难见报 所以因为他是一个台客东西 所以我们让陈雅玲 她打扮有点像台客妹的样子 这边还有一点 画个什么东西之类的 然后就是带个什么东西 那见报上比较容易见报 所以国陈见报还不错 所以你要去设计那样画面 EVEN是主播 你还要设计他的装扮 那这是有关主播的部分 好 所以我刚刚讲的吗 主播除了那些 就是比如说减压 对不对 怎么减压呢 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主播 联系在一起 就做这样子的专题 这是有关于主播要做宣传的部分 因为主播很难宣传啦 我真的说真的 他很难宣传 你说他有多专业 跑的新闻有多快 其实没有人要写 平安想他真的没有人要写 但是你必须透过包装 比如说主播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设计这样子的专题 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主播 他在如何做新闻 他在这里行间里面 就会展现说 他采访新闻的 跟他播报新闻是多么的专业 跟用心 其实目的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题目去专业 这种就是一种宣传嘛 这种是公关宣传 还有他怎么样健身 对不对 这都是设计题目嘛 那这种题目呢 通常就是比较容易去做主播的宣传 不然他主播真的很难宣传 好 还有就是访问特别来宾的时候 我刚讲500 那这次的李安 我们有特别的访问 所以这种东西健保也很容易健保 好 再讲节目的部分 节目的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有综艺性的 谈话性跟行脚性的节目 那怎么去宣传呢 大部分 我看后面有没有图 我后面没图了 好 大部分的宣传 我刚刚有讲到了 就像黄金夜总会的宣传 大部分还是套特别来宾 比如说 我们上礼拜 黄金夜总会来了谁呢 来了西城南海 我应该没讲错吧 西城南海 黄丽红的特别来宾嘛 他们只上一个节目 是有黄金夜总会 这还蛮具宣传性的吧 黄金夜总会这样的节目 能够来西城南海很不错 所以我们发採访全部到齐 好 全部全部到齐 我所谓的全部到齐 是各报的摄影记者全到了 文字记者都到了 都是众议线的记者来 为什么 他们会觉得很特别 是说这样子的人来上 黄金夜总会 会有什么样的互动效果 那通常这样东西 我们就设计跟台湾有关的啊 或者跟主持人有关的啊 这样的内容 就会有一些画面嘛 这个是有关于黄金夜总会 还有呢像谈话性的节目 大部分谈话性的节目 像国光帮帮帮 希望哪里的文字中 比较难见报 国光帮帮帮帮 最大可以见报是来宾 他的来宾很特别 就可以发采访 那或是说他的内容 很特别就可以发 发稿宣传 那因为通常是这样 就是说国光帮帮 比如说我们国光帮的录影 是礼拜三跟礼拜六 那礼拜三呢 通常好几个节目 好像是康永也录嘛 嗯 张飞好像也录 就是说以综艺线的记者来讲 那礼拜三都很多人录 所以我们就习惯性的 我们在中午就开录 因为他们其他节目大概就是 下午两点才开录 所以如果记者要来 他中午可以先来我们 而且我们有餐厅 所以呢我们可以邀请记者 那我们用餐 同时去棚内看棚 所以记者就看棚啊 所以我们会比较邀请大咖 尽量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就访问 记者就可以写 就是在操作模式上不同 所以他们就说 你们会偷拿来看啊 今天礼拜四 今天礼拜四 今天国光帮忙就没有见嘛 因为我们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一般来讲 你会发现礼拜四 都会用箭报 去见国光帮帮忙 类似上这样的东西 是因为昨天录影 会用这样的方式 那录影采访 这是最容易的 那所以我们会 会让大咖就放在那边 还有一种发稿方式是说 今天会播出的内容 我昨天发稿 为什么呢 会刺激收视率 是因为假设 今天播出的是 五百跟陈生 那这其实上礼拜六 就录掉了 可是呢 因为上礼拜六 可能是晚上十点录 十点哪个记者会来啊 不可能来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就先 写好稿子 先拍好照 那今天要播 所以我就昨天发稿 昨天发稿 是不是就今天见报 今天见得报的时候 大家就说 王某某有陈生和五百 往上看看 就真的看到了 这种就可以刺激收视率 所以发稿有发稿的timing 记者会有记者会的timing 这是有关谈话性的节目 另外 醒角类的节目 大部分醒角类的节目的宣传呢 有分两种 一个呢就是发稿宣传 一个呢就是带记者出国 或者去采访 比如说呢 台湾全记录 我们有一次去墾丁很特别的内容 我们就会邀请记者 跟我们一起去墾丁 当然不是跟我们去上山下海啦 我们一起去招待他去墾丁住最好的饭店 最舒服的地方 但是其中有一个 台湾全记录有一个 特别的潜水的那个场景 跟采访的 节目射精那种很特别的 我们就在那个半天的时间 邀请记者跟我们的制作团 制作team 一起去见证那样子的节目制作 除了那个半天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招待记者 让记者会很舒服的一个墾丁之旅 然后呢 隔天就会看到 很大片的台湾全记录的报道 为什么呢 就是一种现场采访的模式 那当然呢 还有像是那种海外的部分 比如说以前最常用的就是那个 黄金传奇 黄金传奇如果以前全盛时代的时候 他常常见报很多 为什么 因为他那时候做节目的时候 旅行社的 旅行社的招待跟赞助还蛮容易的 所以通常他不缺赞助个五张机票 所以这五张机票可能就会回馈记者 所以记者就跟着这个节目团队 一起到了菲律宾或者新加坡 他们就会随团采访 回来就写很大的报道 所以那时候的黄金传奇透过媒体的报纸的报道 还增加了不少的收视率 这是有关于行脚类节目的宣传 戏剧的部分呢 我们有分了很多种啊 一种就是这样八点档 八点档真的很难宣传 但是呢我们又很怕负面宣传 像这种里里人这种磁眼风波 这种算是负面宣传 通常大部分这种呢都是比较像是 藏不住或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这种通常都是会透过媒体的报道宣传 那这种磁眼风波之后 就会接下来就会有个家眼风波 一定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李里人辞掉了 可能过两个礼拜就发现六月加进来了 为什么 他就是要巩固他的收视族群 所以像这样的发稿宣传是必要性的 因为李里人的磁眼是无法挡的 因为桃子一天到晚讲他要生了 他一天到晚说要李里人陪他 那李里人一天到晚说他要去陪产 所以这种东西只要见了三天 人家就知道李里人不会演了 那这种民事就知道他一定要找人来演 不然的话大家就会收视率下降 所以这种同样就是说他的操作是这样的 还有金色摩天伦也是一样 因为金色摩天伦在经营了一段时间 他的收视率疲乏了 安了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然后郑文华他就会来加入 那这种因为郑文华编剧就会 因为郑文华编剧其实它有某部分的话题 所以我们就会让那个华哥去面对记者 告诉大家金色摩天伦接下来要怎么样去编剧的方向 这也是一种戏剧的操作 巴黎党很难操作啦 所以呢 你就发现说 我们呢会用箭报的方式去宣传 比如说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就会用一个剧情内容 比如说 芳心跟男友 其实我们重点并不是要芳心慧容 这种就是自由使用 没有办法 就要这样做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说 其实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换了编剧群 所以我们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做比较温馨的走向了 比如说男女感情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用男女 因为他们在戏中是一对男女嘛 所以我们用男女的感情的感情系的发展 但是因为他为了戏剧效果 所以他的宣传的发稿 他就是会用惨遭毁容这样子的功能 但是他是头版头 这种东西就是用内容的发稿方式去用媒体健报 这是一个操作出来的一个宣传 好 戏剧的部分 刚刚讲的八点档 接下来就是情境戏剧 我要特别讲住左边住右边呢 基本上因为我们觉得说 台湾要做喜剧其实还蛮辛苦的 因为喜剧的市场的确比较小 为什么戏剧市场比较小呢 是因为看戏的观众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喜欢年度很高的戏剧 所谓年度很高的戏剧就是他喜欢天天看的那种 如果你的剧情没有延续性的话 今天看都看完明年不看也可以的话 这种戏通常收视率都不高 戏剧的特性就是你要年度很高 喜剧通常就是今天看了可以明天不看也无所谓 所以经营戏剧是很辛苦的 经营喜剧是很辛苦的 但是伟中哥在做喜剧有一定的品质的坚持 我们也觉得台湾有这样的人做喜剧 实在是还蛮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也做了住左边住右边的相关的宣传 比如说他原来住左住右边 他本来是在公市 大家有印象吗 他原来是公市嘛 后来呢 因为伟中哥跟我们合作 所以我们就把他住左住右搬到三立来 搬到三立来 我们怎么做宣传呢 这就是一种宣传的方式嘛 那我们怎么宣传呢 我会有没有写 这种 搬家 对不对 我们怎么搬呢 我们那时候的想法是说 你要搏版面 一定要美女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版面还建的不错 怎么搏呢 所以呢 因为如果你用住左住右去做宣传的话 大家想到的就是郭哥嘛 郭子乾 林美秀 这种怎么能可能建豹呢 对不对 那如果你只有一个秀秀呢 秀琴呢 怎么可能建豹 一定要找一个坡 就是那种 坡比较大的 葛伟如 像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找葛伟如 可是呢 你要让他们怎么露呢 很难露啊 他们不可能让他穿清凉的啊 所以呢 我们只好想说用婚纱罩 因为婚纱罩通常可以露 可是又比较美丽 那为什么要是婚纱 因为他嫁进来 我们用他嫁进来的概念 比较有话题 嫁进来 那时候葛伟像家还没出事啊 所以那时候葛伟像 他其实对三立来讲 还是某部分的 三立台湾台的总监的概念 所以他很三立色彩还蛮重的 其实我们要让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时候 他进到三立了 因为 做的做的 还没有进三立之前 他是非常公式色彩的 对不对 我们要让他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的三立 我必须找一个三立非常具代表性的 一个色彩的人 跟住了住右的人并在一起 才比较有三立色彩 所以我们找碰格来 那怎么样搬来呢 我们就用迎娶 把他嫁进来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用婚纱 所以在文章中都会提到这样的印象 就会发现 他进来了三立 那再加上说 通常这叫做美女配野兽 就是说 碰格跟三位美女配在一起 就会有这样子的效果 那怎么样配呢 我们就找了 还找了一个凯迪拉斯克 那这种东西 通常健保蛮能见的是因为 通常健保大家都在见面 那种大大车子是很难见的 那种红色大车很难见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要电视画面 因为如果你只是靠一个报纸画面 其实要三个女生配婚纱就可以了 可是我免不了我还是电视画面 所以我要有个开进来的画面 所以我就要有个红色的凯迪拉克的车开进来 所以好像你常会看到有些很无聊 骑白马在西门町 不是很无聊吗 为了要画面 就是这种画面 为了要画面 所以呢 这也是为了画面 所以我们设计这样的东西 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大家记住它在3D 所以呢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画面 好 然后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就是 我们还有公关是快乐列车 这个做法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情境喜剧 我刚刚说它收视率一向都不会很高 一点多 二 左右就这样而已 一半 而且它在八点档喔 碰到八点档大概四啊六啊七啊 曾经我们霹雳火曾经叫十七点五二 很恐怖吧 非常可怕 那你要收视率不是很高 但是它品质又很高的 的节目 我们必须怎么宣传呢 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行销包装室 我们做了一个快乐列车 我们做了一个快乐列车 就比较好 我可以想点到她再来 二 二 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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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假 后来弄假成真 真的是弄假成真 其实 我们当初真的觉得 爱情魔法师的宣传 还蛮难做的 我们真的觉得蛮难做 因为 183这些人都太熟悉了 有什么好处 又不是新演员 又不是什么重要卡斯 平常心讲 对我们来讲 183太熟悉了 就好像5566 一天早上在面前走来走去 我都不觉得他们是什么 就太熟了 所以我们都想怎么办呢 媒体很嗜血啊 又要绯闻 那这些人又不吵绯闻 对不对 又不吵绯闻 绯闻别人吵了 所以我只好搞他们两个不和啊 可是搞他们两个不和 基本上还蛮难的 因为他们183感情又很好 所以呢 我们只好 做一点假不和 就是说 我第一次的记者会 王少伟 我叫他不要来 请他不要来 第二次的记者会 我叫明道不要来 那 我没有讲他不和 我只有说 本来王少伟要来 但是临时不来 第二次记者会 我就说 本来明道要来 后来明道不来 记者说 哎 很无聊耶 我说 不晓得 他们就是好像很怪怪的 这样子 那记者就说 哎 你们在吵 你们在 你们吵新闻 我们真的没有吵新闻 他就是不来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们就请少伟 在记者面前 讲一点明道的坏话 就这样 所以呢 少伟就过火了 他直接讲说 我觉得明道演得不好 他这次角色 诠释得不够好 我说 少伟你好像火 你好像开得太火 我真的觉得他不好啊 然后记者隔天就写了 就说 但是这个之前 我都会跟明道对购 我说 明道今天我们特别让你不来 就有可能人家会嫌你们不和 那如果有人问到你的话 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所以呢 记者就会 王沙伟就会说 我觉得明道演得不太好 我觉得他没有把他诠释 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我每次都会演男二 我觉得我的戏份已经看到男一了 而且我演得比他好 我比他帅 这样子 他就这样 然后记者就问他 就这样写 而且他很正经的讲哦 而且明道没有来哦 真的没有来哦 就写 记者也不是白痴嘛 记者就打电话给问明道嘛 明道人不在现场 就问明道 明道说他是这样问我的吗 他是这样讲的吗 谢谢他的指教 他不是很火的 那种明年就是对干了嘛 就是 当然记者会觉得说 哎 吵心嘛 可是 就是没新闻啊 所以知道他喜欢不和啊 可是想想想 他们其实还是不错的 后来呢 因为这样的新闻 在网路上会 在网路上会去 去刊登嘛 好死不死 王沙伟的Fancy 非常的热情 我们在第一集 王沙伟的戏很少 然后呢 王沙伟在第一集戏很少 但是戏很好看 他的部分非常好看 所以王沙伟的那个演迷呢 就不断的联署哦 这很可怕耶 不断联署去攻 说 我们希望王沙伟的戏可以多一点 请不要删戏 那也好死不死 我们只删他一句对白 那这个对白也是好死不死 就是预告有 隔一集没有播他 这就是巧合 真的是巧合 后来 王沙伟就是不断的开骂 说为什么 我们要让王沙伟三系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耶 连水 那明道那一批的影迷就说 他本来就不是男主角啊 两道就开骂了 就开骂了 开骂之后呢 我们在三厘首演 我就让这两个演员正式出现 一起出现 然后就会讲说 他们其实没有不合啦 怎么样怎么样啊 什么的哦 什么的 然后就这样 就好了 可是呢 这个过程当中 是经过一点点设计的 就是说 当我觉得 其实 其实这个设计是怎么样 其实 这设计也是一个 一个无中 就是应该怎么样 一个巧合 比如说 我们那天开记者会的时候 明道他不能来 是我原来不知道的 是我们公司 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诶 曾芬姐 明道他说 他那个记者会不能来 因为他要去嘎一个什么喜 我说 你明明知道那天嘎喜 你为什么那天开记者会 那天还非常生气 他们说 可是真的瞧不开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 明天要开记者会 中午十一点告诉我的 我正在取消好了 我说哪有开记者会 男主角不来的 这开什么记者会啊 他们说 可是真的不行啊 我说 那就把他从嘉义飞来啊 好 那嘉义那边瞧半天 瞧到下午四点 还是不行 还是没办法 他说他明年有十场戏 嘉义飞不过来 我们专车界也是没办法什么的 那我就说明道不能来 是不是 我真的想破头了 就说好 要交给明道不要来 真的吗 我就对 我就记得会召开 然后呢 叫王少伟明天骂明道 就这样 就这样 事情就是这样演的 对 变就是那种 化危机为转机 后来我想说 幸好明道没来 我有新闻点 如果明道来了 还没有新闻点了 对啊 就真的隔天 就是因为明道不来 所以王少伟就还蛮 心怀蛮大的 这种就是一种操作 后来网路开战之后 就不断的操作 就我们会引导记者 去看网路上面的宣传 然后让记者去网路上去看 然后呢 再去利用网友上面的反应 去解报纸的报道 大概是这样的操作啦 就王子 后来爱情魔法制 就开始一路有很多的宣传 收视率还蛮好的 那王子骗青蛙的部分呢 就是我刚讲的现场采访 还有就通常会有庆功 因为王子骗青蛙收视率太好了 它好到已经破 所有偶像剧的记录了 它好到那时候 收视率8 8的意思就是 每10个人 有一个人看偶像 看王子骗青蛙 意思是这样的 非常恐怖 那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是告诉大家 他不断的庆功 不断的收视很好 那绿光森林呢 其实他在收视上 没有那么好 但是他质感很好 而且海外销售很好 还有一个他做了很大的幅破是 我们把 因为我刚刚有说嘛 我也负责数位那种事业部嘛 我就企图让这样子的内容 可以在手机上面去呈现 我们做了测拍东西 我第一次在 远传上面 三G手机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 这是所有偶像剧第一次 而且是 不是偶像剧哦 是幕后花絮 而且只在手机上看得到 先看到才在电视上看得到 这对某部分呢还蛮特别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了这样的宣传 这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那种 后来他们也很好了啦 然后就是他们后来我们就用现场采访 我们带记者 你他们看到墾丁报道 有没有看到 我们带记者去墾丁 我们看到议会词 看不清楚 议会词墾丁报道 这是我刚刚所讲的现场采访 我们就拉记者去墾丁做采访 设计画面 我们也知道那边是很无聊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个可以拍照的画面 就是铁达尼的拍照画面 用这样的方式 当然真的蛮无聊的啊 日光森林我刚刚所讲的3G 对不对 这东西呢对我们来讲 某部分的意义是 它不是进影剧版 它是直接进产业线的版 就是数位啊 采访手机啊这样的版面 所以这东西也是某部分的形象 因为我们这样做之后 那次做之后就很多 开始在偶像剧都会有一些 在3G手上都有很多戏剧的呈现 对我们来讲一种开创性的意义 反映也非常的好 当然啊当然啊 对啊对啊 而且其实对我们来讲 目的是我有两个层面 一个目的是 我希望增加绿光森林的质感 因为我在操作上 我知道绿光森林 它不是一个为小朋友的偶像剧 所以它的收视率不会飙高 而且我前一档的 王子变青王的收视率太高了 所以我绿光森林的收视率不会这么高 所以我必须增加它的质感 它的质感就去从别的频道上去做 所谓的比较就是别的产业线 那第二个呢的意义是说 偶像剧它跟 3G跟数位上面的结合 它有新的商业模式 这样东西可以增加这个偶像剧的质感 价值感啊 它不是一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有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3G上面去呈现 好 这是王子变青蛙 我刚刚讲的 好 王子变青蛙 好 王子变青蛙很特别是说 我在剧中有个当欧 当欧后来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虚拟偶像 然后虚拟偶像 那这个呢 今年它会出唱片 然后呢 我们之前我们也做了个当欧的存线筒 那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王子变青蛙它很红 我们也知道呢 因为王子变青蛙的名道在里面演的是当欧嘛 那就是一个当欧 就是一个 它有一个肖像 所以我们用肖像的行销呢 去再带这样子的偶像剧 虚拟偶像 所以呢 当欧我们也出了很多的衍生性的产品 做了存钱筒 做了抱枕 都卖得非常好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或这样的行销 可以打另外的族群 或者做更多的行销包装 让这个剧更红 这是有关于公关发稿的部分 好 接下来就是韩剧的部分 这就是我爱金三顺 韩兴来台 这就是一般来讲的韩兴来台 通常韩兴来台的阵仗不小 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招待过韩兴 最早以前我们是 通常韩兴来是这样 我们会设计它大概三天两夜 然后呢会设计它第一天一定是接机 对不对 接机一定有嘛 然后呢开记者会 通常接机跟记者会呢 是会不同天嘛 然后再来会安排一个见面会 见面会 然后呢见面会完了之后呢 就会送机 所以这些都会有发稿宣传 但是中间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会安排各报的独家专访 那各报的独家专访呢 就会有设计不同的内容 那因为各报会专访就会有比较大篇的报道 设计不同的内容呢 意思就是说 它会有不同的主题可以去报道 比如说 最长最长 比如说就是说 民生报可能安排他去写书法 中国时报可能安排他去逛小吃 民生报可能安排他去按摩 类似像这样的 你会常常看到报道写这种有的没的嘛 对不对 他就希望通过不同的心事 不同的东西呢 却可以有在韩信上在版面上不同的报道 在韩信来台我们都会设计这样不同的专题 不然的话通常花了这么多钱请韩信来 只有三篇报道那是不够的 还有呢再接下来就是日剧 应该不是木村拓栽了 应该是香 对对对他会来 应该是他来 不是他来了 现在有改变计划了 所以这东西呢 他来台呢 就会有一些来台之前的宣传 除了配图发稿之外 还会他会透过频道去做宣传 比如说他会先拍一个VCR 给各台的娱乐新闻 说他们什么时候来台了 接下来呢 他就会有来台计划 那计划就会有一些有的没的的宣传 这是日剧的宣传 那大陆剧呢 就前阵的张国立事件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 因为他已经要升为一个政治事件了 这是始料未及的 那大部分不是这样子做的啦 大部分会邀请大陆明星来 然后呢一样的操作模式跟韩星是差不多的 就是吃小吃 问他对台湾的印象 到电视台参观 跟观众引友会 然后还有就是 还有什么呢 逛故宫 一般都这样子嘛 逛故宫 然后如果是花季就上阳明山 如果是花灯就看花灯 如果最近没什么事 只好去逛基隆夜市 大概都这样子 通常操作都这样 变不出什么新把戏 还有呢 就是请他按摩 大部分是这样子 再不然还有什么呢 就是某某人送他一个特别的礼物 或是他久仰哪一个明星 来个相见欢 都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你看到大部分是这样子 变不出什么把戏 所以都一样 那还有什么 那再说公益 对不对 这是公益 但是大部分 对对 这个也有 这个有 大部分有 对不对 不过 大陆明星比较少这样 大陆明星最常做的就是逛故宫 大概十个有六个会来逛故宫 或者去中正纪念堂 大概就这样子玩 好 好啦 到底公关人要做什么样基本的条件呢 这东西呢 基本上我觉得讲的都很容易啦 但是做起来就很复杂 文笔能力是一定要的嘛 因为通常就我刚刚讲嘛 比如说两点钟他说我没有稿子 我三点都要勾稿给他 是不是文笔要很快 对不对 你要很清楚的写稿子 清楚的沟通能力很重要 你要告诉他要写什么 不能写什么 要讲得很清楚 还有守口如瓶的耐力 你知道的事情都不能说 真的不能说 你如果说了就倒大霉了 真的不能说 所以呢 通常人家告诉我说 这个事情你不要说 我都会跟他讲你不要告诉我 尤其很多明星 很多制作人 很多人会告诉我说 我现在有个节目的计划 什么 我叫你不要告诉我 绝对不要告诉我 绝对不要告诉我 因为告诉我 人家隔离记报都是我说的 所以基本上要守口如瓶 那通常 基本上来讲 因为我是公司的公关部门的主管 所以我大概都会最先知道 很多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更需要守口如瓶 这非常的重要 如果连我都无法守口如瓶 那谁还能说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还有呢 就是24小时的开机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常常半夜会出事情 那谁怎么样 谁怎么样 常常有的事情 所以24小时开机 很重要 或是说会有时差的问题 因为最重要的时差就是说 谁可能现在在什么地方 但是呢 他可能有什么新闻要传进来 那我可能告诉某个记者 所以这个开机是很重要的 还有设定议题的专业能力 比如说像我刚刚举例 像那种 王少伟跟民道不合 这种东西 其实就是临时想起来的 这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你常常就要去设定这样子的议题 比如说我明天如果要去做一个采访 比如说明天我有一个记者一个发表 或是一个开进 我就要先想好记者到底要写什么 不然就记者会干瞪眼 他明天写的就是非常的花絮 就是讲说怎么样怎么样啊 有的没的啊 那种完全失焦的 所以你一定要设定一个议题 那这个议题的设定 其实就我觉得很难去说它 就是完全是靠经验啦 你要去设定什么样的议题 记者有兴趣的 而且不要偏题太远 不要太失焦 但是基本上都还蛮难执行的 为什么因为媒体太视觉了 就是你设定的议题 通常它可以帮你写两句就不错了 所以通常设定议题都会失焦 还有要无中生有的创意 所以无中生有就是说 某某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受欢迎 我就会跟他讲说 我们接电话接到报 网络实在反应太热烈了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就是一个无中生有 但是没有办法记者有时候也得 就好像我们常常会看到说 今天贺君祥接了一个广告 七位数的 七位数字的广告代言 这真的是无中生有 怎么可能会有七位数呢 你相信这种景气这么差 怎么可能会有七位数 哪个空位会给他七位数 不可能嘛 对不对 这个人他最近没有办法接 因为他有另外一部戏在等他 怎么可能 是因为人家已经找了他了 已经找了别人了 所以他就要有无中生有 还有呢 要确有此事的失忆 就是说 我真的知道这个事情 我真的不记得了 不知道 不晓得 我不清楚 你会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回答 尤其公干人员 没有办法 因为他不能说 我觉得 我觉得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 很多时候 你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事情 他还在进行事 或是他说的时候会破局 最常发生的事情 就是挖主持人 挖主播 这种事情最常发生 比如说 那时候我们挖张亚勤 或是让他陈雅玲 有太多的人 会知道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挖陈雅玲 我跟陈雅玲都约在那种不能够见到的地方 去约见面 因为就是会被遇到 很奇怪 就是这么不变的定律 你跟某一个人见面 然后呢 直接约他 就刚好被 被谁遇到 就这么奇怪 所以呢 像这种事情 就是说 当你在跟他谈 可是你知道 如果一曝光 就会破局的事情 当然人家在问你的时候 你就会说 好像没有 不清楚 不知道 因为你希望他事成 就发现说 你会在看报纸 就想说 这个我为什么不知道 不知情什么的 就发现说 那可能真的有某些事情会发生 这就是公关基本上的一些基本条件 这堂课是网路行销 那当然有本人来跟各位做报告 那这个刚刚我早在一个小时 我又把奖纹修改了一些 所以各位看到是V2.300 所以各位手上 是V2.200 那我想 都没关系 因为这个可以在网路上下载到 就是找到一个小时没事干嘛 那就把内容再翻新一下 所以V2.300 有点不一样 基本上还是一样 那 这是我个人的简短的介绍 那我目前在文化大学新闻系任教 也在政大跟佛光兼科 那过去担任过这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 也当过记者 还有这个新闻局观察电视机 这是新闻的主持人 这边我联络的email帐号 那个人的专长在传播科技 还有网路行销方面 我看起来虽然年轻 但是我年纪也不小了 我快40岁了 快40岁了 拜托法都很多了 我国小的时候还吃过蒋介石总统的瘦蛋 就是说那时候他还在世 我国小的时候 11月31号吧 还吃过红蛋 瘦高瘦陶什么的 所以就知道我的年份 是五十几年次的 那在座座六十几年次就没有吃过 只有遇到亲民姐放假而已 那我那时候还过过他的生日 我小时候 网路行销这门课 如果在一般像广告系或气管系 有可能是三学分的课 那上一学期 一个礼拜三个小时 上一学期 十八次 那因为我们今天只有将近三个小时 那所以说我们就浓缩一些重点 那尽量避免无意义的一些理论 我们就讲一些比较务实的东西 那一方面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我们中场只休息一次 那但是呢我们提早十分钟下课 我想这一点各位可以接受 别的老师做法是怎么样 休息两次还是一样提早十分钟下课 没有这么黑的吧 休息一次 谢谢小玉姐 第一部分我们先简单的讲一下 网路行销定义 跟它的优势 那第一部分讲一下这个 谁在网路上 那谁没有在网路上 那网路上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大环境 台湾现在有一千多万的网友 那我们希望能够知己知彼 那下半句是什么 知己知彼 也错 百战不歹 孙子兵法里面没有讲百战百胜 那歹是一个歹徒的歹在台湾的台 就是 打一百四仗也不会输的意思 他没有那么神啊 说百战百胜 后人把他讲百战百胜 他自己讲百战不歹 就是不会输 那我们把他讲做会赢 第三部分 讲一下Business Model 就是说 成立一个 基于行销用途 成立一个网站呢 那有哪些经理模式 那有人翻成那个 获利模式 或是什么 事业模式 那第四部分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 里面比较 精要的地方 就是如何 吸引网友人潮 那我们列了几个原则 那第五部分呢 口耳相传 我们讲一下病毒室行销 第六部分呢 我们讲一下网络广告 那第一部分呢 我们讲一些个案 好一开始呢 我们开中民意 跟各位报告 网络行销定义 那这个定义呢 严格来讲啊 多数人都认为说 是不是把行销事物 搬到网络舞台上 就叫网络行销 这样讲只能说对一半 因为你把传统的行销事物 搬到网络舞台之后 你会发现有些东西 还是一样 但是有些东西呢 却是不一样的 我想这个地方呢 这个各位必须先了解到 那我这边提到说 利用网继网络来进行行销工作 及位置 那我们知道行销有包含四批嘛 对不对 在说应该都知道四批嘛 这个 最近这个 四风之下人心不古 那社会新闻 什么三批的 听多了 那乍听之下 听到四批 怎么会比人家多一批 事实上 如果你有受过行销训练的话 想到四批 你绝不会想到别的地方去 那 在网络这个舞台呢 我们把这个 产品通路价格 推广 这些事物呢 在网络上展开 那基本上就是 这些相关事情 就是网络行销化 那技术面上来讲 它是建立在 internet所引导的 这个资讯通讯科技的基础上 那接触网络这个工具 特别是背后的资讯通信技术呢 来实现行销 目标的一种市场作为 但是呢 这边我要特别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不是说只有把传统行销 印搬到现在的网络舞台 还包含观链 还有手段的变革 那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 传统的四批 在网络时代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这边随便列了几个 像产品来讲 有所谓的客制化的产品 所谓客制化Customize 就是量身定做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有些 过去组装电脑 不管是光滑牌 或是一般正常名牌的 多数的组装好 再卖给你嘛 但是你到一些网站上 它透过网站来 销售个人电脑的话 可以客制化 它有很多选单 那你在这个选单里面 自己决定 你要的CPU的速度 硬碟空间大小 记忆体的大小 然后呢 螢幕的尺寸 还有一些周边设备 是不是你在上面 帮自己量身定做好 它才帮你组装出货 那传统上要这样做 可以但是比较麻烦 但是现在做呢 因为网路舞台嘛 你可以互动 然后就是 比较容易达到客制化理想 那还有所谓的虚拟商品 什么叫虚拟商品 如果各位有玩过 那个奇摩 雅虎奇摩造型精灵 知道有一个这个什么 Avatar造型精灵嘛 各位知道嘛 你 不花钱也可以 那但是就花造比较少 你可以花钱买那个虚拟的手机 然后虚拟的一些行头嘛 玩礼服 甚至什么 睡衣啦 皮包啦 马靴啦 还有背景啦 法饰啦 假髮什么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不花钱买 是不是就花样很少 只穿着什么 我想你应该玩过嘛 如果不花钱 雅虎奇摩给你的这个造型精灵是什么 基本配备是什么 好像只有一件很 比较朴素的衣服而已嘛 那可不可以把那个朴素的衣服脱掉 不行 因为我们试过的还是不行 那就是为了避免 违反公序良俗 就是至少有内衣库在就对了 像这种虚拟商品 有人觉得不可思议嘛 那你玩那个天堂 或者玩那个 魔兽世界啊 什么魔兽争霸 那不是有一些奇怪的宝物吗 隐身斗篷啊 还有什么一些药品啊 一些宝贝啦 这些东西 你没有在玩的人送给你 你就会跟垃圾一样 对不对 你不信你回去问阿公 我这个隐形斗篷送给你要不要 气质不必喜 还骂你一顿 但是呢 你如果多对我在玩这回事 你来讲 你就觉得说 诶 那个东西很重要 像这种东西 一定要网路出来 才有这种虚拟商品嘛 孔子讲过嘛 知资者不如 好知者是不是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还是我讲错 没有讲错嘛 知道这回事的 不如喜好了他的 那喜好这回事的 不如乐在其中的 像虚拟商品这种东西 如果你是乐在其中的 你就觉得他很重要 那这个拖网路支付才出现 那价格方面 那price方面 出现了虚拟货币 像天币 对不对 过去有人失去天币 去警察局报案 警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而且他还有汇率 以前是15比1 1500块可以换一块台币 相当于印尼顿 那现在汇率多少不晓得 那虚拟货币 那虚拟货币不是只有说 在网路上玩游戏而已 那虚拟货币不是只有说 在网路上玩游戏而已 像有时候你玩那个 只有他在卖嘛 所以他拉高拉低 在台北讲对应讲 拉低当然是好事啦 拉高你也能乖乖乖买 像以前的石油 这个中国中油啊 这个汽油只有他独家转卖的时候 他卖的再高你也整个人气吞声 那后来虽然 开放了这个进来的几家 但是也是寡头垄断 所以说你也不能坑气 但是呢在有个地方 价格敏感度非常之高 什么地方 网路拍卖 我想在座各位 如果网拍经验的话 一定有人花不了时间 在那边 这个比较他的价钱 而且按照我个人的经验 有时候还会发现 浪费2小时 然后便宜了20块 好像不太符合时间成本 但是你会发现 这网路平台 让价格非常透明 所以说价格敏感度变很高 今天同样在网拍一个PDA 你跟人家一样配备 你莫名其他卖 贵人家50块 就是卖不出去 为什么 传统的店面 价格敏感度有 但是比较小 因为你不知道 Nova或光华商场 之间同一个这个手机呢 价位差多少 而且为了避免周车劳顿 浪费车马费 你也不会乱逛一通 对不对 但是在网路上 通常多数的理性消费者 如同我跟在座多数人一样 一定会花很多时间 把价格摸清楚 才下标 对不对 这是很正常的 而且会斤斤计较 连这个运费啊 那个 或是一些有的没有 换算一下 正品换算下去 哪一个不要划算 所以说价格敏感度 越来越高 价格差异缩小 这个网路出现造成的 美国还有那个 比价网站 那什么 就是你去检索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要买一个主机板 或是一个手机 或是一支电动牙刷 或一本书 你到那个比价网站 输入这个东西呢 它会帮你到各购物网站 去比较价格 把结果给你回报 这叫比价网站 连机票啊 家电商品都有 那因为目前国内的 电子商务市场比较小 是还没有做到这个地步 但是我们知道 网路的可怕就在这里 你卖别人贵 纵使贵了几十块 就卖不出去 这很正常的 那通路呢 所谓的这个 有网路开店 这不用我多讲 很多人 跟伯克来买书 对不对 号称中华民国最大的书店 但是伯克来 没有实体店面 没有 那有虚实合一的 各位知道 燦坤也有做电子商务部分 但是他只是占一小部分 为乎其为 为不足道 那有的呢 则是呢 像以前 有的是实体 跨足到虚拟 像燦坤 他有网路购物的部分 然后呢 也有这个虚拟 跨足到实体 各位知道几年前 有一个蛮红的 卡龙人物叫阿贵 对不对 那现在有点过气了 那他已经开过阿贵主题餐厅 在哪里 西门町 对不对 可是我还来不及 进去的时候 已经倒掉了 现在不知道他有没有不晓得 那或者是虚拟人物 像剑兔之类的 而变成了这个 实体的商品之类的 那在推广方面呢 我们看到个人化的广告 个人化的广告 什么叫个人化的广告 以美国这种地大物博的国家来讲 总统候选的网站 做到什么地步 他可以从你上网的IP 来判断 你是哪个地方来的 如果他判断你是加州来的 那你上网页 看到的广告 就是他当选之后 要帮加州 某什么福利的一些宣言 如果他发现你是德州来的 他有可能就秀出了广告是 他过去曾经帮德州 曾经过什么福利 比如说减税 或是什么健保 怎么样的 那 网站有时候有不同界变 他有可能 按照你过去上网的时候 登录的资料 他知道你是男生女生 你的职业 你的学历 你的居住地区 而进来 之后呢 不同的广告成全给你 那就个人化的广告 那病毒事行销呢 各位知道 有些东西莫名其妙走红了 像大概两年前 以前有一个这个CD Pro 2 各位知道吧 就模仿那个无间道的剧情 然后有一个霹哩布袋系的 以前配音的这个录音师 帮他做一系列的那个 就是酷手恶搞搞笑的这个影片 但是他没有花钱宣传 没有 一细时间走红 那东西叫病毒事行销 那各位知道 以前有一个这个足克的工程师 出国旅游到爱琴海去 然后回来写了一本书什么 也不是书啦 在我的心也有在爱琴海 快出书了嘛 那像最近也有一些什么 什么羊肉炉是 打翻羊肉炉烧到中央部位 那个也出书了嘛 隔壁猫叫日记 在网路上出现之后 大家觉得不错 奋勇的转记 然后他发觉后世可图 然后就赶快去印个几十万本 卖掉 我上次遇到隔壁猫叫日记的这个 各位知道这本书吗 这个不知道人家问一下隔壁的 情节不方便我在客廊山公开宣布 隔壁猫叫日记 猫叫我没联想到叫什么东西 那跟季节有关 那我跟他讲说你这个 这种东西 坦白讲好笑是好笑 但是没什么内容 我站在书店 顶多看二十分钟就真本卖 看我不会买 但他说像我这种的 毕竟是少数嘛 因为他卖很便宜99块嘛 那假设能够卖三十万本 每一本抽个二十块 就多少了 六百万的 他也知道也不能长久嘛 但是不要说三十万本 卖个十万本他就发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也是知道强短线 然后快买快卖快赚 所以说这个网路出现之后 对于传统4P 的确产生或多或小影响 这边只是我随便列几 各位可以想想看 的确差了不少 但有变的地方 也有不变的地方 那不变的地方还是一样 变的地方是多一些花招出来 这边我们把网路跟传统的媒体 做个比较 那网路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我上次在讲部落格的时候 有跟各位报告过 就是说网路媒体 它进行传播行销的时候 有一些特色 比如说 像网路媒体它的讯息 深度就比较够 为什么 它可以容纳文字 也可以容纳多媒体资讯 可是呢 广电媒体就只能有 只能有影音而已 不能有文字 那一般平面媒体 只有文字不能有多媒体 所以说网路本身呢 它可以 它没有版面的限制 没有时段的限制 而且呢 网路的机动性比较好 一般 电视广告 你都要花几个月时间来企划 报纸平面广告呢 几个礼拜 那网路可以几天时间 就可以搞定 甚至急一点 早上这个策划一下 晚上就可以出来 那 网路也可以容许 比较高的互动性 那 过去的这个电视 或是报纸杂志 这些 你要互动 除了读者筹书 打电话去call in之外 没有什么管道 可是网路方便多了 那一般来讲 上网还是属于主动性的参与 那 通常你会上网到这网站 代表你有足够的意愿 所以说呢 这些都是网路呢 跟传统媒体的差别 他没有时段的限制 没有版面的限制 都值得 我们来关注他 而且他CPM 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低的 所谓CPM是 每千人的广告成本 相对来讲 他的价位 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他本身 兼具了 平面媒体 跟网店媒体的特色 他可以容许很多文字 又可以多媒体资讯 所以说 本身来讲 他正在一个 很多元样貌的一个媒体 值得在行销上 做进一步的 发挥跟推广 好 那我们再看到这边 谁在线上 谁没有在线上 我们理论地方 尽量少讲一点 我们会介绍一些实用的网站 多讲一些实物的东西 首先一开始 这边我严选 严选的四个网站 严选 严选就是严格的挑选 东森购物频道经常讲 东森严选 一来严选 二来不花钱 一般来讲 我们要做网络行销的时候 绝对不可能 就是 糊里糊涂的 就是提枪上阵 批挂上阵 至少要做一些 基本的调查工作 你怎么知道 网友的结构怎么样 网友上网干嘛 这些都要搞清楚 那我们这边列了四个 不花钱的资讯 而且呢 因为他们都是数位的 好处是 如果你要做简报 或写企划书 很多东西都可以引用 不是抄袭是引用 非常方便 有的连PowerPoint都帮你做好了 如果说你想了解 这个台湾网友的组成 还有这个网路使用行为的话呢 我们首选的是 YAM 番薯腾 网路使用大调查 他从1996年做到2005年 您做了10年 同学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每年的岁末年初 大概在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都有一个什么 网路使用行为大调查 那如果你有兴趣呢 去帮忙填文券 就会送你正品 但是我跟各位包括 我从1992年填到2005年 还没中过 没有我填到2004而已 没有中我2005就没填了 那他的网址呢 设备.com 非常简单 那各位可以看到 历年来的网路使用调查资料 就在这里 这不是骗你喔 1996 1997 1998 99一直到2004 那2005年也有 那首先呢 原始问卷题目 各位 他连不只结果公布 他连原始问卷都公布 非常感人 以后你要做网路调查 你可以去参考 参考 引用不要抄袭 也不要剽窃 各位 各位 这是他立言的问卷题目 有时候我们引用这个网路调查结果 人家都跟你讲结果嘛 结果重要 但是过程更重要 你看到他的题目设计 你要知道说要如何去诠释他的结果 所以各位看到 第一个好处是什么 他整个原始问卷都公布了 那因为毕竟 翻鼠腾他不是什么慈善单位嘛 所以说他除了做网路实用行为 跟网路广告实用调查之外呢 还有第二部分 电子商务 比如说网路购物 那第三部分是行动通讯 像无线上网之类的 手机使用那些调查 因为这些 花钱做这些调查 他除了跟各位分享之外 有些东西也做为他们未来 网站经营 或是跟广告客户 这个讨论协商一些依据 所以好处第一是 有问卷 第二个呢 他结果统计图表 用的很简单 就是用PowerPoint想把你做出来的 那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因为 网路调查 跟一般的这个民调来讲 不一样 就是说他 因为他不知道母体在哪里 所以无法做随机抽样 除非说 台湾每个人都有注册 他的email 这样他才从里面随机抽 但是目前没有办法 目前都是采用 类似那种 愿者上钩的那种 志愿性样本 那因为这个 网路问卷调查做久了 网友也疲了 也越来越精明了 早年做的时候 大家都还很热情 很 踊跃去填 那这个年代呢 通常呢 已经达到一个瓶颈 就是说他这个网路问卷调查 办了那么久 发现人数 并没有增加 当年 台湾网友才有 才上百万的时候 是这些人来打 现在已经上千万 还是这些人来回答而已 所以说已经达到一个瓶颈了 这可想而知 像各位 现在收到什么 网路问卷都嘛 99.9%都嘛 删掉了 你都不理對不對 纵使有什么正品 你也不理他 再什么诚恳拜托 你都不理他 那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这个研究 这个肯定的地方在哪里 他原始的问卷题目 有 而且他把这个初步的调查结果 都卖整理出来了 与性别为例 他唯一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要注册等会 不花钱 以性别来讲 各位 好像看起来 男生比女生是 4比6 但是这个 不能够凭这个调查 来作为论断 因为他是采用 愿者上钩的方式 来填网路问卷的嘛 那 依据其他业者的调查呢 我们能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 过去 女性在网路上 是个弱势族群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过去好像 电脑是男人的玩具 你认为 电脑或网路快捷 通常抱去问男生 或问女生 但现在已经不是了 那 早年的时候 1992年 第一次做这个调查的时候 男比女 男生75% 女生25% 但是呢 从2002年开始呢 已经扯平 而且女生已经超过一些了 那现在是越来 差距越大 那我们当然不能单凭一个调查 就论断说 女性上网比率比男生高 但至少我们知道一点什么 女生现在在网路的领域呢 已经不再是弱者了 这一点是值得了解的 那就连理来讲呢 则是非常遗憾 还是以年轻人为主 因为上网毕竟还学门槛 现在虽然说全面的普及跟流行 但是基本上 你一些资讯素养要够嘛 那还有你要求心求聘的心 来接纳网路 所以说各位看 他这个调查 平均只有31岁 这个病 平均数只有31岁 多数人集中在25到29岁 那我们可以看到嘛 大概40岁以下 几乎就这样的加近90% 当然不能这样讲 但是至少从回答问卷的人来讲 知道年轻人是绝大多数的 所以各位也可以想到嘛 你有没有看过 凌骨塔的网路广告 为什么没有 效率很低 不是说完全没有需要 但是效率很低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什么大雕要酒的网路广告 也没有 因为通常年轻人 对这个叙角也不是很迫切 但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不晓得 但是目前为止 基本上是年轻人为主的 那学历呢 刚刚讲过 因为上网有门槛嘛 所以必然高学历也比较吃香 那尤其又以年轻人为主 年轻人的学生比较多了 所以说以学历来讲 各位看大专 硕士的真的绝大多数 这是跟其他媒体比较差别 比较大的 那居住地区呢 有一点值得我们 担心的是什么 有个名词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 叫数位落差 网路出现 本来是一个促进 资讯流通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可是事于愿违啊 网路出现之后 反而加深了资讯的鸿沟 各位以前网路还没出现的时候 你 你跟那些 对于这些电脑不熟的人 坦白讲 资讯的差距不会很大 可是现在呢 他如果没有与时俱进 跟上脚步的话 你会发现 你可以把它远远的 甩开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他不懂的上网检索资料 或者是 他 住的地方不要偏僻 没有宽频的服务 还是有 目前有些国家 有些地区还是有 那 比如说你住在里岛啊 你要申请宽频 有吗 没有嘛 或者是他本身的这个素养 像过去学生时代没有学过 那后来自己又没有自我充实 所以我明显看出什么 填这份问卷的网友 多数集中在都会区 就产生数位落差 原本的理想是 中南部那些农业线 或是比较偏僻的 像原住民部落 里岛外岛之类的地区 特别适合用网路来沟通传播 可是刚好相反 还是呢 集中在大台北地区为主 你看台北市台北县 桃园加基隆 加起来就将近50%了 这也不一意外 像我们这次的这个 影音人才培训班 我们为了服务 这个中南部 东部的民众 我们特别做一个 网路教学的一个学程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卖点 我们花了不少心思在推广它 结果最后报名结果回来 还是以台北市的居住 还有我们现在很威蓝 这个花点只有两人暴零 那我们还要办变售 不知道真的要不要去哪里办 还是干脆出去要钱 想要自己来台北好了 那成本不划算 最后原本我们想到 这个东西不错 那我们为了造福 大台北地区以外的民众 我们就开办网路部分 花了不少资源 金钱 人力 时间在上面 最后报名结果 明天就结束了 目前为止 台北市绝大多数 那反而原先 我们想要杀秘书的对象 中部 东部 南部 外面倒是有一两个 反正都很少 就是非常困惑的一点 那我们有没有宣传 有啊我们海报啊什么 网路的宣传就出去了 所以数位落差还是有 又有可能当地的民众 学这个 使用性比较低 你学这个充益因 在当地 你农业线维来讲 你如果说不是本身 从事重播业 恐怕 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嘛 那如果说你是 这个慕容的 乌龙的 或是你是渔夫 僑夫或矿工 你学这个 恐怕帮不上现实生活什么忙 所以这是一个盲点 接下来在婚姻状况呢 当然也可想而知 那个单身居多 那已婚有小孩 没有小孩的 有分别赤字 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墳墓 我不晓得 但是婚姻绝对 会是上网的墳墓 各位 你可以想想看 你过去 单身时代 你今天要上网到几点 然后呢 这个上网要干什么 谁敢跟你啰嗦 不敢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你结婚之后 很多福利 都被剥夺了 你上网太多时间 就对不起其他人 好像没有帮忙到家务 那你上网 做一些 看起来 稀松平常事情 但别人以为你在做什么 不可见的事情 比如说虚拟同居 或是有人转寄一些 清涼账面给你 对不对 或是突然 MSN Messenger 上面有人呼叫你 那他们名字 可能是比较敏感一点的 可能你的另一半 就会紧张 警惶失措 所以说这 而且单身比较多时间 这也可以理解 那这些呢 我们就不足以细数 我们主要跟各位讲说 有这个资源 各位呢 可以 欢迎各位去截取 去使用 那第二个要跟各位介绍的呢 就是 这是资测会的FIND 他也是个免费的资料库 那他比较偏向 刚刚那个 网路使用大料查 番薯的那个 比较偏重 网路使用行为 这个比较偏重 你上网的人口比率 还有这个 台湾的宽频 人口使用 还有什么频宽分布 这些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为什么他要叫FIND 发现呢 原来他是Focus on Internet news and data 所以叫FIND 各位可以订他电子报 不用钱 那除了说你要一些 比较细腹的资料 就要花钱去那边订了 比如说你到这边 HOWBENEN 这地方 想要了解我国第四季 目前最新的 我国行动上网的观测 他这边 非常好心 都帮你做出来了 而且连这个图表都帮你做好了 对不对 你滑鼠右键 令图的新档 就把他图档抓下来了 这是比较技术性方面的 如果说你要做一些 research的话 什么行动电话的用户数 都帮你做好统计表 很高兴 还有些什么 什么有效人号数 3G手机什么 上网人口之类的 行动上网用户成长 都帮你弄好了 那也有一些业界 比较琐碎的资讯 那像这个 上网人口多少 等一下我会介绍 网路网民 这个网友使用网路服务的一些开销 什么之类都有 所以说也鼓励各位 来这个网站 因为你做一个行销企业 你不可能闭门造居 那一般来讲 中小企业没有那个钱 去做网路调查 那去哪边找 就找这些 比如说数位相机的名师 他这边有做一个专门的调查 这地方因为ID Passwall 免费的 有兴趣各位 去登陆 那如何把故宫呢 重新 故宫在台湾展览几十年 重来是台湾的 博物馆的首选 那他有做一些如何 把他重新 让他在21世纪 赋予新的生命的一些调查 所以这也是值得推荐给各位 然后呢 接下来第四个叫创世纪 市场研究顾问 他是一个飼料公司 那他定期发布 跟网路有关的 各位 他这个市场的事 不是世界的事 不要写错了 那这地方呢 不用钱的 只有一些粗钱资讯 要钱的话 要钱才能跟他 拿到更详细的资讯 但是呢 基本上那些不用钱的资讯 就有了 比如说 部落格使用的调查 然后呢 网路及媒体使用的基础调查 那过去他有些调查 各位到新闻 发布这地方 到新闻市的地方 你去看一下 什么网路旅游啦 网路购物啦 之类的调查都有 候选人的网站啊都有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让我们不尝试推荐给各位 能够在最快时间 不花什么钱 节省尽力找到你想要的 研究资讯 各位 他提到这个 IM Messenger 这个MSM Messenger 的这个 网路及时传讯软体的一些 使用的调查 那手机的使用调查 那汽车资讯 网上通的调查 还有3G手机的调查 各位 然后呢 部落格的使用的调查 那 线上音乐的使用调查 那酷收的调查 这些呢 还有那个 网路报税调查 线上影音新闻调查 那webgame的调查等等 所以webgame就是 你直接在网站上 就可以玩game 那种的 不需要安装软体的 等等 那以这个部落格的调查 为例呢 如果说同学 要做一些部落格研究 他这边也很粗浅 一些基本的 一些资讯了 那你如果有需要 要花钱就跟他买 那如果不花钱 就只有这些基本资讯而已 那像这边有时候 还附一些图表 那他为了解释说 部落格到底如何红 他 画一些图表 各位可以看到 在2004年的12月 December的时候呢 只有将近 28%的网友上过部落格 可是 过了不过半年呢 已经有50%的网友 有上部落格的 这些调查序 也都可以任您的 来截取使用 因此呢 这也是值得推荐给各位的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台湾到底有多少网友呢 按照目前最新的调查 就是到去年的年底 9月直为止 目前已经有一期 去年的调查 去年9月是有将近950几万 那如果按照现在的观点来讲 已经有超过1000万 那他这调查呢 是什么调查 就是说 还有保有网络账号 有在用的 比如说 你如果说 你有去跟HINET 申请一个波接账号 那就算数 或者是 你身为学校的学生 学校有配一组 E-mail账号给你 那就算 那或者是 你是身为公司呢 员工 他就是用这样加总起来 大概将近有 按照目前的观点来讲 应该1000多万有了 各位不要以为1000多万很多 像吴炳小站部落格 就200多万个了 所以说 台湾有将近一半的人口 是 网络组 并不为过 只是这些网络组有可能 一天挂网 十几个小时 又有可能一个月才 用个三五次的 也有 那1000多万高估还是低估 难讲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有人认为说 你身为学生 在学校有账号 然后你 回家又申请账号 那会不会重复计算 但是我们也发现到 一个家庭 只申请一个剥借账号 很多人在用的 所以这种 两箱抵消之后 号称台湾有一半人口 是网友 应该不为过 那这就是提供 网络行销很大的一个市场 当年 刚开始有Internet的时候 没有什么能讲 网络行销嘛 那时候整个环境还没好 但现在呢 上网人口多 然后呢 宽品也普及了 平安加大 很多当初做不来的东西 现在已经有了 那资讯科技也更为进展 所以说呢 这一半的人口 提供为 我们做网络行销的 一个很大的利益 那按照过去 番薯的调查 2002年他归纳六个现象 就是朝向全民上网的美景 女性非常努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按照过去的调查 上网是以男性为主 可是一直到公元2002年 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女孩子开始赢过男孩子 那过去都是男孩子 免先的 那当然 我们不能论断说 女孩子就一定比男孩子 更容易更常在网路上 但至少 我们可以断言 男女已经平手了 男女已经平衡了 第二个呢 这个网路服务越来越多 但是呢 他的调查搜寻引擎的使用 还是上网的最主要的目的 各位可以想想看嘛 当年十来年前 那时候还没有全球资讯网的时代 那时候已经在上网了 那时候有什么 有BBS嘛 那有Email 不过那时候没有视窗接变 都是用key in的 但是现在呢 全球资讯网出来的 那即使通讯软理也出来了 网路电话也出来了 搜寻引擎也有了 那他在2002年调查呢 就是说搜寻引擎的使用 多年来 一直都还是上网最主要的活动 因此各位可以发现一个信号是什么 入口网站都伴随着搜寻引擎 对不对 搜寻引擎都是跟入口网站绑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搜寻引擎 就是你踏入网路 浩瀚世界的第一道门 所以说很容易就变成入口网站 那使用搜寻引擎 则是多数网友 上网最常用的活动 阅读资讯啊 收发email等等 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那内容才是老大 content is still king 网路万变不离其中 内容才是老大 那有人讲说 诶 现在网友不是越来越多吗 那网站是不是内容 只要不要 不要太差就有人来 错 我们过去想像嘛 这个 这里人口很多 他会是学校午餐时间 下课休息嘛 那学校餐厅办的在那吃都还有人吃嘛 为什么 因为就只有这家在卖嘛 但是呢 各位固然你了解到 网友增加到将近一千多万的 很多 但是不要忘了 网站数量增加更多 而反而把网友稀释了 所以说如果你认为说 这个 网友不是增加到一千多万吗 那网站 不要太离谱就有人来 错 网友增加很多 网站增加更多 反而还把他稀释 光部落格 在武秉小站上登陆有完就两百多万个 那就非常可怕 因此很多人 雖然有盛情部落格 有在进行 但是没有人看 就没在那边写日记 搞一些自拍 这样子而已 所以说很多人赋予部落格 很多想像 什么挑战传统媒体霸权的 什么草根 心心事利 但是99.9%都没有实践 那宽品推动之下呢 有宽品之后 有线上游戏就普及 因为过去拨接时代不能容许 你有线上游戏嘛 那个品质不好 那无线上网呢 也开始普及 因为宽品可以让你做很多事情 那你有必要做无线上网 消费者用网路购物对方经济不景气 特别是2002年来的SARS 那SARS期间很多人逐步出户 那根据当时的观察 网路购物 业绩翻了两翻 所以说这也是值得探讨一点 那网友呢 80%可以接收网路广告 但是呢 网路广告内容呢 必须符合网友的需求 跟搭配一些抽奖的活动 才能有诱运让他点选 那2003年的趋势调查是什么 网路使用族群是不是变化 就是说性别来讲 女孩子超越男生的幅度要更多一点 那我刚刚讲过 不能光凭一个调查 就是说 女孩子在网路上 已经比男孩子强势 我们还是比较保守的看法 认为说 至少双方面 没有说 谁赢 谁赢 谁输的问题的 那连领呢 固然 还是以青年人为主 但是你可以看到 慢慢的向两旁做延伸 还是以青年人为绝大宗 但是幼儿 幼儿还有老年方面的延伸 让人非常显著 有显著的增加 那网路的基本的使用行为呢 不外乎全球资讯网的 的这个 检索 资讯 搜尋引擎 收发Email 还有网路即时传讯 那宽屏网路的使用率 已经达九成了 过去 宽屏使用不多的时代呢 使用率不高的时代呢 这个 相关服务 不多 但是现在呢 宽敏引普及很多像 网路电视 线上的影音啊 或是网路游戏 那些 都容许你用 透过宽敏方来到达 那烧手机的服务呢 最引人注目的是 网路购物 就是说 从去年 百分之六十四 成长到百分之七 那网友关切的问题是什么 线上隐私 教育安全认证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大概十来年前 如果你有在上网的话 那时候你最担心什么问题 网路速度太慢嘛 对不对 容易断线 还有呢 网站的资讯 不够多 对不对 但现在还有人在担心什么 容易断线 什么上网速度太慢吗 好像没有了嘛 几乎没有了 反正现在担心什么 线上隐私 教育安全 所以十年前跟十年后 那个担心的范围不一样 那时候最常抱怨是什么 连线品质太差嘛 现在没有在抱怨这个了 因为宽敏太不及了 所以反而是 隐私方面 比较担心 那各位必须 如果有必要去探讨更详细的资讯 欢迎到Fanswood的网站 上面有非常详细的资讯 那2004年呢 也有三个指标 就是说整体的网路基本实用行为还是一样 它已经掉了好多年 这么多年来 整体的网路实用行为 还是不拖 使用搜寻引擎 收发Email 还有这个 使用集图传讯软 这三个事情 网路发展这么久了 那目前最主要还是那些事情 那随身 随身 随身让你带着跑的这个科技 跟网路有关的科技 越来越多 比如说像什么 跟网路有关 你会带在身上 带着跑的 手机 手机可以上网 不管是 现在3G或过去的这个 第二代的手机都可以 GISM手机也可以 还有呢 PDA 还有呢 MP3 那也可以连上网路 或是连上电脑 再从网路下载 那随身碟 对不对 那还有这个什么 GPS定位系统 那个 就出了一款叫PapaGo 那还有 什么蓝牙耳机 蓝牙手机那些 基本上 因为搭配无线上网 一些可以随身带着跑的科技 小装备呢 越来越多 那这边提到 新疆购物越来越成熟 那最后呢 去人的调查 指出三个潜力呢 他还是一样强调 女孩子的势力越来越大 而且呢 在某些 网路购物呢 女孩子的这个 开销的金额 还有购物的频率 赢过男生 像旅游网站 化妆品网站 当然不用讲 因为本来就是女孩子买 但在旅游网站方面呢 发现女孩子的 消费频率跟金额 都比男孩子再高 那 全民媒体 人人皆记者 那部落格呢 正当红 那这个范淑成这边是写 全民媒体 人人皆记者 但是这地方我不太同意 就是说 固然部落格很多 但是多数人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在那边搞自拍 穷哈拉 寫日记 所以就并没有发挥这个功用 少数有努力在金额 都是门可罗雀 非常惨淡 没有人去看 他有这个潜力 但是多数的台湾网友 没有把它做这样的发挥 然后随身科技又越来 越 这个引起风骚 那有所谓 行动生活家 行动管理这些 趋势产生 好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 这个大环境讲完了 我们再讲一下这个 网站的经营模式 所谓的这个Business Model 我们大概在八点二十的时候 稍微休息一下 这个所谓的Business Model 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有人翻成经营模式 也有人翻成事业模式 也有人翻成什么企业模式 或是获利模式 那这边 这有个图表 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我必须 等一下 好像我的解析度要调一下 因为我这是宽荧幕的 就这个投影出来 有点小 小地方会跑不见 到Business Model这个地方呢 通常我们基于行销目的 来成立一个网站 各位通常联想到什么 卖东西嘛 登广告嘛 卖东西来赚钱 或是成立网站 让人家来登广告 来收广告费 对不对 没有错 这是两个方式 但是不是只有这两个方式而已 这个Business Model呢 各位可以看到 事实上呢 如果你基于行销目的 来成立一个网站的话呢 可以分成十几种 不是只有卖东西 或者是只有 让人家登广告而已 那我们这个 如何来解析 这个Business Model呢 我们先把它分成 左边跟右边 右边叫做Drivening Based 就是说 是以赚钱 获利为主的 那左边呢 Improvement Based 就是以改善整个公司的 这个经营业务 为目的的 也就是右半边是为了赚钱 左半部呢 是为了这个 加强服务 或改善品质的 那我们先看到 右半部 为了赚钱的 那赚钱呢 有两种钱 第一种是网友 给钱的 比如说 网友给你买东西 你来赚钱 那一种方式呢 是这个 比如说你让人家登广告 然后呢 赚取那些业者的钱 所以它又分成两种 右半边的上部呢 是叫Provider Based 就是由那个业者来付钱的 这边提到的 所谓Sponsorship 就是所谓的这个 赞助 比如说像奥运 对不对 Swatch这个手表呢 贊助奥运的这个 计时系统 那你就会在奥运的网站上呢 看到Swatch的logo 对不对 这个成绩赛事资料 一然无遗 最后一个Swatch logo 然后可以让你点选 那或是 一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 你要到网站去看 一些各类各样 从饮料到鞋子到 什么电视机 各种赞助商品 它上面会打一个logo在上面 这是所谓Sponsorship 有时候是协助网站办活动 那当然 这是种间接的广告方式 那网站业者靠这个来 赚钱 跟这个灯广告搞这个Sponsorship的人赚钱 然后第二种叫Alliance 叫策略联盟 有时候你在搜寻语情检索 你会发现 诶 这个东西网路上 很多地方都有卖 为什么呢 它只列出 这个业者而已 那叫策略联盟 比如说像统一超商跟灾机变赤月联盟 对不对 一夜结盟 或是同一夜结盟都有 那今天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去 以前有个搜寻语情叫 Excite 那你去那边检索书的话 它会把你列出一大票检索结果 比如说你检索的是世界名字小王子 各位知道小王子这本书吗 看起来是童话 但是大人在读的 小朋友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 大人看起来就是很有味道 那他会跟你讲说 小王子有哪些检索结果 顺便会跟你讲 在Emmerland 亚马逊呢 你可以买到这本书 那就是说 Alliance 策略联盟 那为什么 网路书店那么多 它只出现亚马逊呢 因为亚马逊有给他钱 所以他只会出现 在检索结果旁边 会出现亚马逊 网路书店的东西 你在这边可以直接购买 就是用策略联盟 那第三个叫Spot Appetizing 就是登广告 刚刚讲到Spot 这个序本是间接的 那Spot Appetizing呢 是直接的 像你去雅虎奇摩 登广告 或者是联合新闻 登广告 那第四个是 perspect fees 就是希望你做些事情 在座就是不晓得 哪位朋友有这个检点 你到某个网站去 通常这网站是有一些 不是很正常的东西 比如说盗版软体 或是情色影片 那要在下载之前呢 他会要求你做什么事情 按广告 然后有时候怕你不点广告 还会把密码藏在广告里面 对不对 他会跟你讲说 等下这个广告按下去之后 在地级 这个哪个区域的地级行 就是你的密码 你为了拿到那个密码 你只好去点广告 为什么要点广告 因为你如果点广告 那他累计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负责登广告那页者 就会给他支票 那叫perspect fees 就期望你做什么事情 有上网要你填什么 什么介绍什么人 或是要填什么信用卡之类的 填一些资料 就是说他可能是 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有时候是要求你点广告 就是说他希望你上网 做一些事情 那他来赚钱 所以各位可以文心咨询一下 填底下有那么好心的人吗 会借一个网站让你下载一些软体 下载一些影片吗 他一定要赚钱嘛 就算他不赚钱 他开销哪边来 原来你帮他点广告 他可以赚钱 那sales commission 销售的佣金 所以销售的佣金呢 就是以亚马逊为例 就是说他会把一些 比较热门商品 有时候是反而是冷门 就是他会把一些商品的 商品的广告 登在别人的网站 那如果别人点选这个广告 进来购物 那个网站就可以抽成 抽佣金 叫做sales commission 以上这几种都是你 基于行销目的 成立网站来赚钱 而且是从业者方面来赚钱的 那第二种呢 右半边的下半部 叫user place 第一个是销售产品 你去博会来买东西 或是到手机网 去买你的手机 好 你买产品 那他就赚钱 这最常见的 然后paper use 就是你用一次 收一次钱 网路算命 或者是什么 网路少读 一次50块 小额付款 那个也是 那subscription 订阅 各位知道 这个一周刊有网路版 要花钱订 是吗 永祥要不要 你上次怎么提供给我 不用钱订的 有善心人士 但是 因为 益科多看也不是很贵的 而且二来 你的网路看品质不太好 就是蠻上眼睛的 但是 有时候一些在国外 在电视 或者在工作的朋友 都很经常跟我要 所以你给我的准券 不要跟一周刊 讲 其实讲到一周刊 跟苹果日报的话 很多人都要诅咒 但是 身为一个新闻系的老师 我反而很称赞 这两个报纸 为什么称赞 因为该骂的 别人都骂过了 我不需要再去骂 反而真的肯定是什么 全台湾唯一不分蓝绿 最手中道的 就是苹果日报 对不对 他有偏蓝或偏绿吗 没有嘛 偏八卦而已 对不对 然后呢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苹果日报 是 唯一 台湾的报纸 有一个专栏 叫什么 昨日的错与批评 有个专栏 每天都有 什么叫昨日的错与批评 就是说他自己发现 昨日有什么错字 或物质 什么头衔 或是虚无错 他是不是会在那里更正 然后有人批评 他是比如说来寒兆路 有没有来寒兆路 不晓得 但至少有呈现一部分 这是我们国内 报纸 唯一有说到这一点的 光是这一点 就佩服他 就是骂他的 他都登出来 而且过去 台湾媒体不太成熟 如果说你打官司啊 就是 比如说毁谤 还怎么样 告诉人 通常都不等嘛 可是前天不是 苹果日报被一个台演的立委 叫林 林志龙告 对不对 告他怎么样 就是 苹果日报报导林志龙 姓烧尔还是怎么样 非礼什么 女助理嘛 后来判苏要赔多少钱 200万嘛 苹果日报还是当出来的 你不觉得很佩服他吗 通常一般的忠实联合 那些 如果自己有什么 衰事他都不登 前不久 我们办那个 卓越新闻奖 台湾媒体不成熟 这边可以看到 卓越新闻奖 是我们 业界最荣誉的一个奖项 地位很崇高 相当于普利之奖 美国普利之奖 就是 这个 新闻媒体里面的奥斯卡金像奖 就对了 但是呢 媒体都只会报导 报导自己拿到什么奖 比如说总统有四级二十个奖 他拿到一个奖 他只报那个奖 其他奖他不奖 连奖都不奖 如果说自己报名很多都共沟 没有中文的话 他连报都不报 但基本上 苹果日报 还算是 OK 孔子座春秋 乱成这支句 你看到苹果日报 一周刊 这些T报 那些伪善的人的面目 那些贪官无理 你不觉得说 有些弊案都是靠他来追查吗 ETC弊案 还是高雄捷运弊案 都会得他 那 一些名流 不堪rumor一遍 也都会得他 我们这边不是肯定他 他很多缺点 但是呢 缺点被别人骂光 但是优点我们要帮他讲一下 光是昨日的错语批评 就是我们肯定 有这种勇气 但我们还希望他更好 好 好 像那个订阅 像那个cooler 或egpeer 一个月99块 订阅 你可以无限的下载 那个 MP3音乐档 也订阅 那Bundle Sales 是台湾没有看到 过去 各位 有时候在买一些 比如说你去参坤 或是 那个顺发买电脑 买品牌电脑 有时候会附软体 对不对 什么noten的扫读 或是 微软的XP 对不对 你不要 可以 然后请他便宜500块 他又不要 可以吗 不行吧 随机搭售软体 不行吧 如果是他已经讲好搭售 那不行 你额外买 那当然可以不要 那如果说已经搭售不行 那个就是搭售 那Bundle Sales 就是你买那个东西 就要买那个 那搭售 价位比较低 那有人就成立一个网站 搭售产品 你买这个产品 就有这个权利 有个密码 有个ID 可以上去使用这个网站服务 这也是一种 赚钱的方式 那左半部呢 不是 直接外面 为了赚钱 像这边提到这个Brand Building 品牌形象建构 像他这边 因为这个表是比较久以前 他提到这个迪士尼 迪士尼当年 还没有提供网路服务 还没有提供网路购物服务 你上迪士尼的网站 能够买东西让他赚钱吗 不会嘛 你像 你像现在上那个 郡国熊队 或兄弟相对职棒队的网站 他有卖东西吗 有吗 我有网路购物吗 好像没有吧 或是明星的网站 他有没有网路购物 没有嘛 他靠什么赚钱 他不是直接赚钱 他间接赚钱 因为他透过这个网站 建构自己的品牌形象 那自然 用间接方式 让你去 购买他的服务 或接受他的观念 之类的 这也算是一种 获利的模式 他不是直接获利 是间接获利 那Category Building呢 他这边举Intel为例 Category Building 我们翻译成这个 品牌 这个产品类幕的建构 那跟品牌建构 差别在哪里 比如说像统一集团 他有很多不同的商品 统一超商 然后 宅集变 然后还有什么 统一职帮队 抗四媒 他产品线很广 那每个事业呢 每个子事业呢 都成立一个网站 要建构品牌的这个形象 就是类幕 产品类幕的形象 把它做个建构 那这个Quality呢 增加服务品质 他这边举的例子 NPR是 National Public Radio 是美国的公共广播电台 那过去各位给大家感觉 就是广播跟电视差别在哪里 广播只有Audio 电视还多了Video 对不对 但是呢 他这个别另辟蹊径 如果你收听到的广播节目 同时上网的话 可以看到视讯 比如说他现在讲到 杨敏山的夜景 如果你有兴致 就是连上网络去看 可以看到 在这个NPR的网站 有讲到一些夜景的照片 还有一些相关连结 所以说是不是就是 改善他的服务 那像目前 国内的各大电视台 或各大报社呢 又成立一些网站 如果你错过期 我还可以上去再看 那算是改善不会做吧 那Efficiency呢 我们翻译成这个 效率 像Cost Reduction 就是降低成本 以Cisco为例 我们翻译成思科 就是做网络设备的一个厂商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各位一般来讲 你买软体 或买硬体 像软体的一些更新程式 或硬体的新版去用程式 透过什么方式去拿到 网络下载 对不对 如果他效程观点寄给你 一来耗费成本 二来耗费时程 所以网络更新 那企业把一些 后续的维修服务 像FAQ 产品使用FAQ 都会放在网络上 就是Cost Reduction 降低成本 包含 软体硬体的更新 或是 城市的 有什么漏洞的修补 那使用手测式的网络 也可以下载 你弄丢了 或者是 这个 新闻的发布 通过网络来表达 人员的聘用 降低成本 那 Free Trial 免费测试 像这个 Incylopedia Britannica 带来100个 全数网络版 他就提供网络免费 试用一个礼拜 那各位过去 有没有接触过一个软体 叫做 自然输入法 他有网络下载 可以试用版 对不对 那像ACDC 各位用的最普遍的 一个 秀图软体 他有网络版 他如果用传统方式 烧成光碟 或用成事件 给你 成本很高 很麻烦 所以你成立一个网站 这也是基于一个行销目的 为什么 行销包含四批 它属于价格方面 让你节省成本 那至于这边 Effectiveness 就是属于 效能 所谓Dealer Support 像 以这个 这边是GM 以国内为例 像各位知道 Pizza Hut 这个 必胜客 他有成立网站 那有什么好处呢 你从他网站 是不是可以知道 他全台各地的分店 然后他现在 地址电话 然后他现在 菜单什么的 像一般大企业呢 像我们国内的一些 汽车 像这个 Toyota 在台湾的 Toyota.com.tw 他有成立网站 你又不可能在这个网站上 跟Toyota买车 你干嘛 干嘛成立网站 因为他网站 你可以透过这个网站 跟他的Dealer 就是他的经销商联络 是不是 这也是他的功能 那Supply Support 这边 G1 就是奇艺 做那个 机械 电力设备的 发电厂设备的 透过网站 可以跟上下游的业者联系 以台积电为例 联电为例 透过网站 他可以接单 然后也可以出货 跟上下游业者 进原料 然后生产之后 出货给下游业者 这也是网站的功用 那Information Collection 我这边举一个国内的例子 像你总统候选人的网站 成立的 或像年底台北市场选举的网站成立的 上面有没有卖东西啊 对不对 干嘛 当然第一个是品牌形象建构 Brand Building 你借由这个网站 来认识这个候选人 更加喜欢他 更加支持他 还有个目的是什么 收集网络义工的资讯 他是不是有在招募网络义工 你是不是输入你的帐号 你的联络资讯 那这种主动来的 自动来上门的 他寄热射信给你 你就不会排斥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做这种方式 来收集资讯 来招募义工 所以凡此种种呢 都是business model 希望各位不要把它局限于说 只要卖东西或等广告 事实上要展开的话呢 非常多种 而且还可以重复的来运用 你成立候选人的网站 除了建构品牌形象之外 你是不是还可以网络募款 甚至还可以这个 易卖一些什么 选举书或网络的 这个文宣 纪念品 像T-shirt 马克杯 帽子 甚至还可以收集 这个网络义工的资讯 等等 都可以复合来使用 好 这边呢 我们讲到这个 好 我们在讲大概 十分钟在休息 接下来我们讲到 网络人潮的建立 网络人潮 我们叫做web traffic 人潮不代表什么 但是没有人潮 网络行销是空谈 人潮不代表什么 但是连人潮都没有 你这不用讲了 有时候像看了一些美食的节目嘛 像什么美凤有约啊 什么台湾熊称是不是 有时候会介绍一些吃喝的嘛 你会觉得说 是不是让得虚饼 这家店我去吃过 并不想象中那么美好 早期还不错 后来好像有点腐烂 但是你也联想到一点 为什么 他们能够大排长龙 还是有理由 理由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人潮多不代表好吃 但是没有人潮 绝对不肯好吃 同样道理 一个网站很多人去 不代表好 但是没有人去 绝对不好 这同样道理 可以验证 那我们透过什么管道 来让一个网站的 造访的网友 人数能够增加呢 各位可以随便讲解 有哪些方法 成立电子报 让网友订阅 就是 有一个名词叫廉拙度 我们这次没有提到 所谓的这个 stickness 就是廉拙度 就中文叫廉拙度 各位 我刚跟各位报告过 就是说 网友数量增加很多 现在已经一千出头万了 将近人口一半 但是网站增加更多 因此呢 网友来来去去 这个网站抓不住 很困扰 因此呢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过去使用信用卡 有所谓红利基连 对不对 你为了拼红利基连 你就舍不得用别张卡 你一定要在那边累积 这也算是一种 把你绑住的方法 叫连拙度 就把你连住 那 各位可以想像 就是说 甚至还有这个 御界红利的 但现在因为怕引起人家 过度消费 有那个卡额危机 已经取消了 但是过去的做法是 希望把你绑住 这个信用卡 但是 作为网站的经营者呢 你用什么方式 来绑住网友 像我们提到 Yahoo!其母有造型经营 如果说你在上面已经经营造型经营 而且还花钱买一些行头装备了 你还会跑到别的收集引擎去吗 比较不会 因为你那边的投资就 就泡汤了 好 那他提供部落格服务 你在那边待久了 你还会跑到别的网站去吗 不会 对不对 然后他提供一些 额外的会友服务 像送你电子报的 或者是 免费信箱服务 你是不是就把你绑住了 你就不会跑来跑去的 或是提供一个免费的工具列 对不对 检索列 就是什么搜寻列 耐势牌绑住的做法 所以说 这个为了增加廉拙度 你看这个网站业者 也无所不用其极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开始用这些服务 你要跑到别的网站去 比例就比较低了 你会跑 但是你要受一些损失 比如说你过去那些 建立那些东西就不见了 那我们这边也讲到几点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刚刚各位讲的都是 但是呢 他这个有个行销大师 史丹佛大学教授 他讲的是 比较大原则方面的 像内容当然是一定要的 他就不讲了 因为内容 绝对是老大嘛 他就不讲了 他这边提到 五个方向 第一个是Domain Name 跟Brand Domain Name就是网站的名称 那是一个品牌 雅虎奇摩 雅虎奇摩是个品牌 各位想到品牌就是统一嘛 或是台塑 联电 台积电 事实上雅虎奇摩也是个品牌 番薯能也是个品牌 然后呢 Eternal Link外部的连结 今天如果这个网站在外面连结很多 很容易从别的地方连进来 是不是可以带来流量 对不对 好比说你今天 把这个百货公司的专柜 设在厕所旁边 可能没有人来 如果你设在那个 一楼大门入口的地方 那些争吵自然就来 对不对 所以一楼经常卖金品 对不对 卖贵重金品 珠宝 好 那Pay Advertising 花钱打广告 那这个 右下角Publicity 宣传 像有人讲说办活动 或什么Live Show等等 那就办活动 不花钱打广告 但是媒体 花钱办活动 媒体会自然而人来办报导 我记得去年吧 不是孙念之有在西门町 一个玻璃屋 不是西门町 环纳威秀 一个玻璃屋 过了24小时 他有没有花钱打广告 我没有 那媒体就蜂蜂而去 帮他报导 那在更早以前 谁 那个 跟Tony Chen是情敌 那人是谁 曾经竞争过呂秀琳 董电台 攝影大哥说对的 董电台 他为了帮自己 沉溺的淘汰公司宣传 使用什么花招 各位还记得吗 大概三四年前 车队求婚 跟李俊远求婚 他那时候据他描述 他后来写了一本书 就是有寄到 可卖的不好 寄到新闻科系来 那本书叫做黑道状元 他自封为黑道状元 他认为做状元 不错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状元 那他选择黑道 就做黑道状元 他在黑道状元 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 他 买一束花九十九朵玫瑰 才花 九十九朵玫瑰花 要不要一千块 兩千块要不要 要 就算两千块好了 那租一套 去婚纱摄影租一套 白色的那种 半身的塔西豆 大概也是一两千块 十二辆家常型的 凯尼拉克 中古的 一天要不要一万块 一辆一天要不要一万 不过他没有一天 他顶多在一两个小时 我们算一万 家一家不到二十万 可是媒体报导的效益 超过数千万 媒体就知道他这套人物了 所以以前有时候 一些活动 请知名人物来捡彩 或是半夜什么活动 像以前那个 Nokia去年不是办一个集库派对吗 在中生经济场前面 夏天造雪 有没有花钱到往往没有 但是媒体报导的效益很多 对不对 那也有的是这个 什么公司请柯林顿来台湾演讲 顺便来捡彩啊 那就把这钱花给柯林顿 但是媒体会帮报 这属于publicity 宣传 新闻宣传 然后右上角是要search 跟directory 就是说在搜寻引擎 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按照我们一般人 监索习惯嘛 搜寻引擎找出来 结果如果第二页 你会不会去碰它 通常不会对不对 所以你找不到 多数人都要找前三笔点一点而已 正常不到才会慢慢找 通常除了真的很碎的状况 资讯品质很差 你才会找到十几二十页嘛 那多数人都是找第一页 所以说在搜寻引擎上面 抢一个好位置也很重要 所以他认为这是网路人潮的来源 那我们来看到哈 这边我们举了五个例子 贊民要响亮 网址要豪积 这是网路人潮的第一个信条 各位可以回忆一下 目前我们台湾热门的网站 有没有来个网站站名叫不出来的 或他网址你记不起来的 那固然各位可以讲啊 那个 为什么要网址 我从搜寻引擎检索 就可以连过去了嘛 但是对一些你熟悉的网站 像蕃蜀成、瑶蜀奇摩 哈没有那些 你还是习惯自己打字嘛 或是把他加到我的最爱嘛 那更换有一些不常欲去的网站 如果他站名很响亮 你就会把它记住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跟我们那个出生的时候 要取好名字这样 你网站名字一定要响亮 最好是烧成灰 你也不会忘记 那网址要好记 以这个Yahoo为例 应该是Yahoo奇摩 我稍微有奇摩两个字 TW.Yahoo.com 对不对 不燃记吧 另外一个网址是什么 旧的网址 TW.Yahoo.com Kimo 当然是跟那个Kimoji有关嘛 TW.Yahoo.com 他注册了两个网站 他不是有两个网站 他是一个网站 注册两个网站 那这样是不是很容易 把这个人潮带进来 好 那我们再看 收取引擎 花些钱 造势 让你在收取引擎 名列前茅 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找到一个 叫做收取引擎行销 或关键字行销的一个地方 好 这边我举个例子 上 两个礼拜前 我来演讲这个blog的时候 有位学员下个来找我讨论 他说 诶 这个庄老师啊 Google有没有网路广告 Google有没有网路广告 各位常用搜寻去 Google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在哪里 点进去 点进去 似乎没看到 但是有 来 我们先看一下 照片之下 没有网路广告 那没有广告 为什么 左下角有广告服务呢 他弄什么话歌 一定有广告 不然这边写广告服务 他的广告 跟一般用banner 那种图档的广告不一样 他这边有这个说明 我给各位看一下 他是用关键字广告 叫做Eddie Woods 决定来讲 假设我是联赞的幕僚 我帮他弄一个总统候选的网站 对不对 那我就去买一个Eddie Woods的广告 就是买联赞这个关键字 以后呢 如果人家上网去检索联赞 那右半部呢 就会出现 左半部是检索结果 右半部呢 就是联赞的网站 好 这叫Eddie Woods 那如果在心狠手辣一点呢 好 我虽然在买橙水扁 那如果人家要检索橙水扁 我右边连赞的也出来 诶 检索橙水扁不一定是要吃汤 又有可能要骂他 又骂橙水扁看到连赞点进去 如果我是百事可乐 我买我自己的关键字 我也买可口可乐 所以Google 这个左半部是检索结果 右半部是广告 那各位知道 CPU里面有一家叫Intel 另外一家叫什么 Sleto AMD 我买Intel的 也买AMD的 通通来我这边 这边我马上示范一下 但你要找那个 有商业价值的啦 比如说你 你查那个什么 嗯 内政部 恐怕就没有了 好 比如说你找电脑 诶 没有输入法切错了 用无小米输入法有个缺点是什么 如果到别人的电脑 我就没系上了 很怕这一点 好 那各位看 因为我半部 就是Google的广告 这就是广告啊 它比较 值得尊敬的地方是什么 它把广告跟检索结果 分开 各位有没有联想到一点 可不可以花钱 来买检索结果 可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成立一个搜索引擎 那我 接受 你花钱来买检索结果 对 第一点是什么 我们上搜索引擎 上搜索引擎 看起来要用它 无非是它检索结果品质很好 我们才用它嘛 如果今天 这个搜索引擎 接受 跟那个什么 那个 接受 券募嘛 你募出钱 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网站 排在第一位 会被网友 公干 就是 你会骂翻天 为什么 因为你检索结果品质就不好了嘛 第二点是什么 如果说 他今天 没有钱 那 收钱的话 只对那些大企业有利 如果他是一个中产系统 没有钱的人 是不是他永远 这些资讯就排不上 接受结果的 这个 前面了 所以一来对网友不好 二来对那些 一般人也不好 所以说 这个idea 一直都没有办法实施 几年前有弄过 后来倒掉了 因为这个网站没有人要去嘛 我去那边接受这个广告 我干嘛 那 有些这个网路的环保人士 也会出来骂 一些这个 社会先打 这个网路是要促进资讯流通 你这边靠收钱 那破坏这个 网路的什么资讯流通 也被骂得很厉害 壞不了了之 那各位看 他把广告放在右半部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详醒各位可以到那个 adwords的网页去看 每一笔是 他在这边 每一笔是三块钱 第一笔是三块 那如果说你出三块半 你就可以把它压过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要开个户 存个两千块进去 比如说这个 marketplace of i168 三块 那PC网内 线上购物出三块半 巨医巨匠电脑 出四块 Cyberbank 四块半 eBay排卖五块 那是不是这样秀出来就收钱 不是 点选才收钱 各位是不是觉得不要安心 关于我们登网路广告嘛 到底有没有看 你号称在网站流量几百万几十万 有看没有到嘛 各位萌心自问嘛 你多久没有点网路广告了 有看没有到 所以他提供的方式是 点选才收钱 我把它点下去 一月就被扣钱了 真的啊 多言几次 就是一个叫所谓的点月诈欺 点月诈欺 叫click fraud 就是过去在美国这个潜力哈 也是针对美国google发生了 他有这个服务 哈 但是呢 这个网友啊 咦 怎么没有 就是有人哈 他的竞争对手 恶意来这边蒙点 让他的处值呢 他跟处值卡一样 他处的点数嘛 就被消耗掉了 后来就不见了 啊 后来这个 就是 Google的调查就赔钱给他们 因为我们去告嘛 他赔钱 去查那个上午记录 发现他的竞争对手的网欲 在某个时段蜂涌而来 去年年底 县市长选举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哈 就是有个伟哥部落格事件 台北县长候选者周西伟 他没有成立部落格 然后有个罗文家的支持者 就是林志祥青年团的一个党工 那个我还知道是谁 他成立一个叫伟哥部落格的 那因为周西伟没有部落格嘛 那如果一般人上去找周西伟 那右边出现伟哥部落格 他一定认为说 是不是就周西伟的网站 就点进去 事实上是骂周西伟 消遣周西伟 修理他的 那就很困扰啊 那时候我有跟他们讲 要怎么破解 第二方法是不要正道的 就是不要正 不要正派的方法 正道的方法 因为伟哥部落格 是三块钱得标嘛 你就出三块半 把伟哥部落格 逼到第二位 你的周西伟的部落格呢 好像是要伟哥台北gogo吧 排第一位 第一位 第一位是什么 不要没平衡 去点 点他 把他钱消耗掉 他就消失了 因为他是储值的 有个点数 我们要点下去就收钱了 巨匠店了 所以说 检索结果很重要 等一下我们会额外再讲 关键是行销 所以他这样就收钱了 可能收四块吧 他其销是三块 那各位不用担心 就是说 有人看没有人点 有点才收钱 而且他现在有防止 或者点月诈欺的机制 比如说 他有设定一个上限 五分钟之内 同一个网址来到十次 那就可能退钱 但是他不能说 两次就退钱 为什么 因为像图书馆的电脑 网卡电脑 那个网址都固定的 IP都固定的 所以各位 这个叫 这个是 蛮重要的一个东西 那第二个呢 搜寻引擎的检索结果 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再讲一下 我把这部分讲 我们就休息十分钟 在里面想念 王子好记 然后检索结果 要比内前茅 那如果让检索结果 比内前茅 等一下讲关键字行销的时候 我会讲 你花钱请 坊间的一些 资讯服务公司 帮你做 也可以 他会想办法把你 网站弄的 尽量在搜寻结果 排名 连接前茅 有一种是花钱 相当adwords 打广告 那外部的连结呢 多多益善 我们了解到嘛 网路就可以超连结嘛 全球资讯网超连结 今天 我这个网站 只有四个连结 那边的网站 有一千个连结 当然边的网站 会占优势嘛 他等于是有一千个通道 会把网友带进来嘛 所以以这个 以这个国民党去年底 三合一大选为例 他就成立了这个入口网 入口网 一般候选人成立竞选网站 你要特别去检索嘛 对不对 那不要麻烦 那国民党就弄一个 三合一的选决入口网 他把所有候选的网站 都集中在这边 有信箱 有竞选网站 什么好笑的 没有哈 对啊 就是 只要你在这里 就是一网打进嘛 跟百货公司一样 一次够足啊 一次来买东西够足啊 而且这个 这个入口网 还不能太轻轻啊 那就放在国民党的首页 可以连过去 那这样你 对这个选举的竞选 是不是很容易就把这个 二十几个候选的网站 都一网打进 那当然 有人比较厉害的 就会去到处去登陆啊 你到一些 好比如说 我发表我的同志政策白皮书 这边讲的同志 不是国民党民党 同志是指 同性恋的朋友 段贝山朋友 假设我是个总统候选人 我发布我的同志政策白皮书 我是不是可以在同志网站 同志那些社群啊 做个连结 那是不是多乐意善 那源源不缺把网友带进来 然后第四个 造势宣传 本小弟多 办活动 然后呢 网友觉得 不错帮你转记 那你就 客人就越来越来 我之前举个简短的例子 因为等一下会更详细解说 几年前 再说各位 有没有在网络上遇过一个 叫怀旧随堂考 就是莫名其他要出一些考题 除了向男主角是谁 那个 呃 实验文不赖系里面 自称为 蓝欧的罪亏 是谁 就是一些五六年集生 共同回忆的模拟考题 有没有印象 通常是年纪跟我差不多才会点头 其他那期间集生就没点头了 像杨益倩就没点头了 我就知道你没有上过 好 他就是 各位 他就是雅虎 就是统一超商办的一个活动 那是不是各位觉得很好玩 就帮他转记 那还有些好事之徒做个网路版 好 他花钱办个小活动 然后网友就圆圆而来 他是帮 各位那时候统一超商 推出一个什么 童年福利社 有卖那个什么 小王子变 那个红色什么 大猪公 那个什么 那个鱼浆做的 就是红色 一片红红的 那你们叫什么 我的学生跟我讲说 那你叫大猪公 是吗 他有卖那个一圈一圈 那个有点像螺旋那种饼 那就 蛤 那是鱼板 不知道 就是红红一片 很大片 很像有色素吃起来 对身体不太好那种感觉 然后有那个鱼 鱼海鲜的味道 红红一片薄薄的 那叫什么 蛤 是吗 他有一种硬硬的那种螺旋饼 叫猫耳朵 还是狗耳朵 蛤 蛤 蛤耳朵 蛤 因为他 现在连线比较慢 等一下给各位看 就是说 他办这些网络造势活动 那网友觉得口碑不错 蛤 那就 比如说这边 我们来用一下 懷舊水潮考 给各位看一下 那源源不绝的就来了 那还发明一个网路版 还发明一个网路版免费 帮他造势 网友版还有创始版 好事的网友还自动帮你 帮他转寄 这个票就这个 各位有没有印象 懷舊水潮考 然后打分数然后你帮他转寄 这等一下再看我们 还有另外专人讲这个 就是说 花钱办个活动 然后把口碑建立起来 就好比说那个Nokia办那个几乎派对 夏天花次聚之在 中生经验场前面造学 宣传品牌形象 他绝对比打广告还划算 为什么 媒体来报道的篇幅 绝对因果广告 而且广告一般 月天人排斥的感觉 广告不会理他 可是新闻报道会接受 那花钱打广告像Banner 这个东西叫Banner 就是那种长条线的Banner 横幅广告 也是个方法 所以我们这边列了这五个方法 当然那内容一定的好 那是不用讲的一定的 要花钱在那边买个广告 那这等一下会有Banner出来 这就Banner 台信银行回转式这个 各位网路行销是要帮你赚钱的 但是你这个网站还没有人家熟知之前 你要先花些钱帮他做行销 才有办法帮你的事业做行销 所以说我们这边列了五个方法 来吸引网路人潮 这个是五个信条 就是都可以做得到的 好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进行第二阶段 个案的介绍 很重要 人潮不代表什么 那没有人潮 一切都是空谈 那这边列了五个方法 一个是赞名响亮网址好记 第二个呢 在搜寻引擎要名列前茅 第三个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外部连结 能够把网友带来 第四个是要肇事宣传 花小钱来博那个大的报道 那第五个就是 网站固然是要行销企业的 可是在网站还不管为人质之前 你是要花钱 要先花钱来行销这个网站 所以当广告也是很必要的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一个 就是比较务实的这个部分 就是所谓病毒式行销 网路出现之后 才有这个玩意儿 那病毒式行销是什么东西 各位 如果你感染病毒 回家传染给别人 就是套句比方语实话 叫什么 纵标 纵标然后回去传染给别人 那今天你一个人 传染给十个人 对不对 就是说假设你被SARS或是轻流感传染的 这考虑一下摄影大哥 你被传染的 你回家传染给十个人 那这十个人呢 第二天去上班又传给十个人 每个人都传给十个人 这样经过八次之后 八番啦 总共有多少 一个人传染给十个人 对不对 接下来这十个人 每个人再传给十个人就好 在下一轮就变成一百个 对不对 然后一百个 每个人再传染给十个人 就变成一千个 好 那这样翻了八番 从十 从一到 从十到一 从一到十 第一番嘛 然后十到一百第二番 这样翻了八番之后 最后有多少人会感染 最后一轮有多少人 为什么八千万 猜的 虽不中 一不原义 多少 十八次方 多少 十后面 不是啦 一后面八个零 多少 一 所以你讲八千万 也算很接近 因为很了不起 很近 各位 今天我们很严肃来 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说今天 有人把一个这个 比如说 这个 我的新一流在爱心海 或是什么羊肉乳传奇 那些email给你 你看得很好笑 你寄给十个亲友 这十个亲友 仿造病毒感染的方式 每个人再寄给十个人 各位不要小看 在一夕之间 有可能就 第八 第八番 第八回合就一亿了 如果你把这一到八回合 total加总起来 多少 一亿 11111万 又 11111 疯 非常害人听闻 这叫病毒式行销 Viral marketing 就是数位时代的口耳相传 各位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剑兔 下剑的剑兔子的兔 那个兔女娘的兔 剑兔 那它是韩国人画的一个卡通 各位 这辈子第一次接触到它是在哪里 网路 多数人都是在网路 那可能少数人是在T恤 或是什么背包 或是什么视频上看到的 他是韩国人画的一个网路动画的主角 那他没有花钱拿广告 没有 是不是靠亲友的贾赫道 喜优伯的心态 就让他走红了 那就叫病毒式行销 那我们刚刚讲过嘛 网路时代为什么特别适合做病毒式行销 第一个 数位资讯可以容许大量的复制 你大量复制资讯要不要花钱 不需要花钱嘛 你把它寄给十个人 你要花什么钱 上网费你寄给十个人 你跟寄给一万个人 应该一样 你寄给一个人 十个人 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都是几乎一样钱 他可以大量复制 那像我们过去小时候 有收过那个连锁信嘛 各位有没有印象 就是莫名其妙有寄一封信给你 那里面讲说 请你要隐印二十份 抄写还是隐印 隐印 寄给二十个还是十个人 那如果照做会怎么样 中爱国奖券 那时候爱国奖券 那时候没有乐透才 就爱国奖券 那不知道说会怎么样 那出门会被车撞死 那多数人心生恐惧 就是隐印二十张 寄出去 我有借到学生寄给我的这种连锁信 而且上面还写老师对不起 就是里面那张影印 只能在写老师对不起 他可能就是因为被恐吓到吓到了 他就从通讯物上面抄 那又想说害老师无端受累 就写老师对不起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种连锁信 你说要寄一百封 要购到多少钱 影印一百封就一百块 邮票五块 五百 信封五角吧 我们要钱要嘛 电书机交水 所以加一加 寄一百封要花六七百块 被弓装定拿去投地 折 然后引力还要折一点 然后人家可能三天之后才收得到 可是如果在网络上进行 大量复制 不用花什么钱 然后迅速传递 一系之间滑鼠按下去 地球对岸人收到了 第三个特色是什么 数位资讯会不会因为你大量复制而品质变差 应该不会 MP3会不会因为你复制很多手 像小时候我们借人家录音带 拿回来听都很担心 对不对 因为听到那个磁带不清楚 或者是磨损了 可是数位的东西 你借它一张光碟 假设你是自己烧录人 他们把你弄坏又烧一张给你 你有没有损失 没有 品质都一样嘛 因为是数位讯号 过去用传真机 像八号分机在传统器犯的照片 传到派出所都已经黑成一团了 当年逮捕那个 那个什么 陈进行犯罪机会的时候 就有这种情形了 请认署八号分机到 异方派出所已经模糊不清了 但是你透过网络来做这些事情 第一个 容许搭量复制 然后呢 快速传递 品质不变 而且不花什么钱 所以因为网络出现 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 病毒是行销 那我们过去知道嘛 以前我们小时候国小一本课 国小课本里面 国文课有一本课 不知道各位没印象 好像是邻居有一个赵先生 咳嗽 吐痰 然后带有血丝 然后大家口耳相传 到后来变成那个赵先生突出什么 为什么会突出一只耳 口误啊 但是吐痰有血丝怎么跟耳有关 吐痰 吐痰然后吐痰有血丝 羽毛状的血丝 然后吐出羽毛 吐出耳 就这样辗转传利传坏的 可是你 那是无意的 不小心就是口耳相传讲错了 可是数位时代的口耳相传 只要你不去恶意创改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会不会你在转记 剑兔转到后来就不清楚 或是动画少了五秒钟 不会 一样 好 这边我们讲一下 病毒是行销呢 难道这么简单吗 就是你 自己好笑的给人家吗 好 我们这边刚好有几个动画 我们借这个机会来检讨一下 我们先放一则的剑兔是比较成功的 这东西很简单 但是呢 要做成功很难 因为很容易理解 但是要做成功反而很难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回事 跟部落格一样 进入门槛很低 大家都可以做 但是要成功反而很困难 因为大家都会做 好 我们现在看一则算是比较成功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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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剛剛有人在笑,明顯的你們應該沒有看過這部片子,還是穩固之心的笑出來 如果說我把這個劍兔的動畫Email給各位,那有人覺得有去就把手機給10個人 我們翻了8番就變成,第8番就變成1人了,他一氣之間走紅 但是病毒事情要這麼簡單嗎?又弄個好笑的動畫幾乎就好了嗎? 這個只是外在是這樣,內涵不是這樣子 大家好像認為說弄個動畫長就永遠不覺得無限制的傳出去 好像一夜之間就會爆紅,第二天醒來就準備接受煩固一樣 事實上是不是如此?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一切是如此美好,幸福像是會永遠持續下去 你覺得愛情重要還是麵包重要? 我覺得只有錢是最真實可靠 討厭啦! 但是,最近這一年來,經濟的嚴重衰退,瓦解了Andy的公司,摧毀了他的人生 唉,我已經沒有能力給你好生活了 那個晚上,Andy選擇不告而別 從此以後,我在Andy最愛的東西上寫下我的答案 希望從咖啡店找出去的紙鈔能傳到Andy手上 錢財能有所不可耐,卻是我重拾幸福的曙光 是讓我堅持下去的唯一信仰 香蕉你個拔啦! 居然是偉超! 選擇有經驗有能力的國民黨,重新找到幸福 各位,這都是2001年,大概將近五年前,同一個時期的作品 譬如日期要很簡單嘛,好像看起來是好笑的東西 大家轉記,然後一夜都會爆紅 那事實上呢,前者跟後者高下離盤對不對 後者恐怕轉記的動機比較弱一點 來,詠祥問你一下,你覺得兩者比較? 差別在哪裡? 不知道劇情內容,不知道說什麼,還有什麼缺點沒有? 跟低者比起來 各位覺得他有哪些缺陷?除了內容,情節,不吸引人之外呢? 太複雜,還有呢? 太複雜,還有呢? 好,因為你記的話,怕被人誤會你是長棍 所以我覺得最後那一幕拿料還比較好一點 國民黨不要露得出來,就是只要那些意識到就好 好,然後呢? 造型,你說那個美工設計,視覺設計太差對不對? 娃娃就不可愛嘛,配樂,還有整個繪畫風格,太總長對不對? 那時候寬品還不普及,2001年,撥接下了這個罵死人 而且是黨公寄給你的,選舉的時候黨公寄給你,你會幫他轉記嗎?不會 對,如果說一樣是劍兔,他是那個動畫公視界 你恐怕不會幫他轉記,因為你覺得在幫他廊廣告 你就不願意寄了,如果是親友寄給你,你就會願意幫他寄 所以病毒式行銷,看起來很簡單 那我們來看一下,事實上他這邊有提到三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說,他固然是數位時代的Cover相傳 一傳十、十、十、百、百傳千、千傳萬 但是有兩個特色,要注意到 第一個要雙贏,你才會幫他寄 什麼叫雙贏,你要看著高興,要舒服,要快樂,你才會幫他寄 像剛剛監兔那裡,你看著就happy,你才會幫他寄 如果你看著自己又一肚子,你怎麼幫他寄 所以就不能雙贏,就是說你獲得愉悅 然後呢,在你獲得愉悅,你幫他轉記 然後這個業者的生意也被你宣傳了,這是至高無上的境界 第二個呢,病毒式行銷,不能由生意人自己來寄 必須由第三者來寄,才有說服力 以剛剛監兔為例嘛,所有那個韓國的動畫公司寄給你 你根本就不理你,因為懷疑他在做廣告 你覺得說你幫他轉記是個可恥的行為 那如果說是你的那個父母兄姐親友老師寄給你 你可能就不願意幫他轉記,因為你覺得說不是在做廣告 我是假賀到修本,我把好康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說病毒事情要很簡單,但是要難,說難也難 那這邊有幾個例子,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稍微成功一點 一樣是國民黨做的,但我們不能做人家不好的 我們要做他還不錯的,這樣才公平的 這個可能各位就有意向了 這個可能各位就有意向了 ёл 0 0 0 3 3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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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支持民进党的记者好像也无所谓嘛 大家就亚蜀共产笑一笑 然后呢 你记者也不怕会被误会成党棍嘛 因为这个比较好笑啊 所以说 是不是这个大家感觉起来愿意就帮他记了 所以说 这一台是当年网络转机排行榜榜第一名的 所以多数人都还有印象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讲到 这是病毒事行销的一个很经典的个案 大概在三年前 Sony出了一个导致出了一个导致出了一个导致机 不知道各位没印象 有没有在网络上接到人家准备这个给你 因为那时候 这个照相数据相机出来的时候还蛮大台的 导致机是画素不高 但是却是第一台做到这么精致的 你看 这个导致铁子放得下去嘛 筷子也夹得动嘛 所以它叫做导致机 就跟一个握导致差不多大小 那就有人在好事之途在网络上转机免费帮他宣传 你转机这个你不会觉得说你要帮他广告嘛 你觉得好像有新发现跟看了Discovery一样帮他转机 有转机什么笔记型电脑可以有什么很小的啊 或是有时候有什么汽车有什么新锐造型你也帮他转机嘛 对不对 或是有什么好笑的动画什么你也帮他转机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是很成功的一个病逐室行销案例 没花什么钱 因为造型很炫 要稍微炒作一下 可能由这个公司内部的员工在还没上市之前 先转机两个月轻友轻友再帮他寄出去 那就红了 那当然这个 他成功的地方在哪里 数位商品生活化嘛 这东西是很生活化的东西嘛 不会是说很遥远的东西嘛 如果他是 他推销一个什么精品或是什么药品 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这很生活化的东西每个都用得到 然后他价位 因为他是低阶路线的 只有100万花束阿板小的 品牌很便宜的价位 那很小的玩意就很大的创意 小小的幽默 然后呢 这个数位商品也可以做到这么精致这么小 那据说呢 只靠他们自己推估啦 公司内部推估就是光靠病毒性行销 就让这公司赚了2000万 因为他没有花什么钱搭广告嘛 都是你们帮他转机的嘛 一毛钱都省下 一毛钱的广告费都省下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 是统一超商的年度行销网 当然我们列的比较快哈 就是说 当时哈 他在2003年的时候 推出一个童年福利社 有卖那个什么 螺旋饼啊 大猪公啦 小王子变 还有吉利果汽水 各位还记得吉利果汽水吗 我们那个年代第一品牌 对不对 喝起来跟苹果新的 常常差别不是很大 现场找不到的 那他就为了 他这个目标对象 当然主要不是找七八年级生 还是找吴佑连吉生嘛 然后他就是 做一个网路的这个造势活动 一个campaign 那 网友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注重把他转机 那他这个是怎么操作呢 不行 关掉了 他会帮你打分数 比如说 我们到创始版去 那 各位 小学生乐此不疲的下课游戏 是什么 跳歌词 哪位选手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 赢得举重青样级铜牌 蔡文艺 你看这个年轻人都讲不出来 那他没出生 马盖仙 红片全台连带 曾经拍过哪个商品的广告 为本土商品代言 书跑对不对 小龙女和武则天风靡全台的攀影子 不曾和谁大胆过 为什么 不一样的世代 如同那个白光没有跟那个罗志祥和上过一样 摩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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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之洞扑扒 活笔扑 这是什么 太子龙是什么商品 全制服 后来到 搬家到木柵的四季东园 以前在原生的邻居是什么 儿童乐园 怪盗亚生罗品是哪家出版社的畅销术 东方出版社 我记得是黄色的封面 跟那个神探胡尔摩斯是各一系列 那个据说是翻译日文的 因为日本有这一系列 然后东方出版社是翻译日文 而不是翻译英文 就是他先从英文翻日文 再从日本翻中文 两个眼睛看多多 一个嘴巴 持多多 是不是这样唱是不是 这什么 然后他做的是不是有点人脸的造型 微笑的脸 描述凯多尔跟曼菲斯 跨越时空的哀恋 这个漫画叫做 牛和牛和牛 由这种有淡热的甜 淡热的辣 外表如窗帘的小零食 是吗 这我倒是没吃过 上面这个吗 那我们就看吧 膠券 出哪一体 这个题目是不是不好 那你是不是 你如果要转记 你要觉得好玩 你就这样转记嘛 电子邮件传送画面 不是啊 那我们自己看这个题目 如果说你觉得有机女 就要把他转记出去了 那他就收到了 那这一题是什么 他们花钱去造势 没有 而且网友还出一个 后世的网友还帮他出一个网友版 就是网友自己在网路上 帮他编一个网友版 就这个 而且他每一次题目还不一样 就这个 这有兴趣各位回去慢慢玩 第一题是什么 阿翔 紫药是不是 紫渊 紫渊 是什么 光真 五花半合上闪 这个都不知道了 那可能五言级 比较早级的 桌尼丘是谁唱的 包美圣 包美圣 忍者贵的师父 老鼠 彭虹飞音三叔的是谁 飞音三叔是谁 帮文林 丘海症 宜人静 对不对 吐蕃是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 蟹蟹吗 蟹蟹吗 蟹蟹 我那边是叫 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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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上不好 云周到处想是谁 霹音猫 霹音猫网是什么 它有很多猫 什么爆猫猫猫 那里面当霹音猫网是谁 石猫 对不对 天空一个网 笑语笑不买 蜜语 鸟窝 那里交卷 一百 你要再考 它又新版的题目给你 各位 统一超商官 它有没有发什么钱 就是弄个网站 然后发现个创意 了不起请个公共公司 来帮他七万 几十万而已 但是各位有没有联想到 网友好事之徒 还帮他做个网友版 然后源源不觉传递出去 这是最高境界 这等于是 什么意思 一开始 就是说他先放在网站上 然后有人上去玩觉得好玩 就帮他转记了 把他网址 就很好玩哦 这个让我勾起同年回忆就记了 大家玩一玩不错 又告诉别人 一开始他先漏个网站而已 但是没有花什么钱 没有花钱他网告 大家觉得不错 就推荐给自己亲友了 就这样慢慢走红了 这是最高境界 但是这种东西用讲很简单做很难 大家都知道嘛 我这样一讲全场大家都知道 知行 有时候是两回事 知意行难 人人都有投票权 他里面不止这个 还有那个怀旧随汤考 因为实验有些我们讲重要的地方 就是还有一个怀旧随汤考 就是说他怕玩腻的嘛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所谓的怀旧随汤考 青春十一症 他是另外一种 就是考国小的国文课本的 没有玩过嘛 比如说他会这样问 那个 爸爸干什么去 怎么还不回家 风这么大 什么 来补鱼去 之类的 他到现在这个已经过了三四年都很回来玩它 就表示说他这个魅力很够 他拿到当年的一天下网络行销网票选第一员 当年最杰出的网络行销推案 那最高境界 比如杂杂钱来讲 创意够 然后网友自然而然来帮忙 好就是国瑜客嘛 好 哪一个 好 快快 剩下几秒钟而已 第一个 好 哪一个 补鱼了 刚刚讲的 好 这是谁 梁什么梁老师都不老师 他妈妈很凶还会掐他嘛 但他就对他很好 好 这是国中国文课本 福生六计 还有数学 之类的 好 就大家这样 这位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玩玩看 就是说 这是一个网络行销很好的典范 那他还可以投票 就是说 他的风链福利是很多商品 那你有投票选 可以投票 然后后来票选 最受欢迎那个商品 你也可以抽奖什么 多管齐下 那商品随入可得 因为统一超商有3000加分4 他卖东西到处买得到 不会有距离感 那品牌需求 就是引爆了话题 因为吴又琳吉森 恭喜吴又琳吉森的回忆 因为这种东西 我们现在看到的不容易 然后鸡婆网友 还帮他做这个 接力创作的新版本 这是很厉害的这个 做法 那网络行销我们列了三个趋势 第一个就是说 任何产业都能依行销 很多人想到网络行销 有一个错误关键是什么 就只有资讯科技 或网络服务人 做网络行销 事实上呢 像刚刚的售试机 或是那个统一超商 这个都不是 不是什么科技产品 前者是 后者不是 还是可以做网络行销 对不对 那打动人心 因为网络行销固然是科技 没有错 但是重点还是要打动人心 科技的目的还是用来打动人心 让消费者受到感动 那第三点 整个行销 很重要 因为讲到网络行销 很多人都把推给公司的资讯部门 反正你们负责管电脑 你们负责 弄网络 就只负责 事实上是错的 他们是负责网络行销 在执行方面 那些 软硬体方面的一些 资商或建议或执行 那事实上还是要是行销部门来做 不是说网络行销就推给网络电脑部门 但这边有一些失败的例子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就先跳到 这边可以讲 各位 病毒是行销 不是只有讲刚刚那几个例子 像哈梅尔 各位知道哈梅尔吗 全世界最大 也是第一个免费的email信箱 还有雅虎奇摩 免费email信箱也是 各位你回忆一下 你收到免费的email信箱 寄来给你的信 在信件文本的最后部有什么 下半部有什么 哈 广告的一些用语嘛 雅虎奇摩 因有尽有 你今天KIMO了吗 就是说假设你是用雅虎奇摩来发信嘛 那收信者是不是自动跟油错一样 会盖上这些广告用语 那如果你寄东西给人家 人家会帮你转寄 是不是就很多人知道了 转来转去越来越多 是他厉害的地方 而且免费信箱好用 你推荐给别人家 你寄给人家 人家也不会去人家做广告嘛 假设到学博 他赶快又去用 所以他没有花什么钱 走红的 那时候推出的时候 有没有花钱拿广告 没有嘛 他觉得很好就去用了 因为email信箱要钱嘛 那线上游戏呢 有人在 有时候不是偷网路 他送那个四玩包 对不对 就是资讯展示送那个 一包有光点 然后有那个点数 还有一个软体 那也是一样道理啊 好 他有没有限制你不能道尻 或是自己那个 烧路 不行 没有嘛 你愿意烧路他 感激都还不及 等到一定规模 比如说几万人的时候 他才开始收费 对不对 那微软呢 一开始有人讲说 当年盗版比这个时候 更严重 那时候他有没有出来抓 十年前 对啊 有养育策略嘛 十几年前 那时候盗版比现在几乎 不要说 我那时候政府单位 政府单位服务 还在首乱秩序的台北市政府 盗版绝大多数啊 就算本来装正版 后来别人拿盗版的更新版盖过去 那时候有没有错 没有 那有人讲说 就这个方式 他打败了 DOS加ET3加P2 对不对 让他最后系统慢慢的普及 然后像以前的什么 那个Lotus啊 DOS3啊 都被干掉了嘛 慢慢走 建议大家 这些瘦度很高 在抓盗版 那ICQ MSN Messenger也是一样啊 那些网路传讯软体 你不用广告 你的亲友为了跟你 跟你能够网路上 做其实传讯 是不是还要跟进使用 跟那个老鼠会一样嘛 你一个人用 你的亲友跟着用 那他彼此间平台 还没有互相通嘛 慢慢就拓展了 那免费折家券 有时候各位 有没有在网路上接到 那个Starbuck 什么免费的咖啡券 有没有 要先列印 然后拿去西门町换 对不对 一些好康的 或是一些什么 什么算算锅吃到饱 然后非常壮观 一艘那个什么牧船 装的满满满 都是什么生鱼片 都是什么料理 有没有 当然也有不好的 像那个以前美丽华 有一家叫做怀石料理 叫什么 日本料理 叫什么 有乐可比的 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那吃不好就骂 那有时候你会发觉 是不是故意 把它写这么好吃 然后转记 什么地方的食忌 吃得很好 那IKEA那时候 也有做失败过 就是说那时候 他做过一个网路活动 就是说你推荐亲友的 把这个亲友的名字 登录在上面 他们就可以收到 你登录是个亲友 你就可以收到折下券 那导致于就是说 有些人就是上去乱登录 那因为他为了赚值下去 乱登录嘛 导致于那些收到 被登录的那些人 收到广告信用反弹 所以造成那个网路的 那个环保问题 垃圾性乱窜 这就造成问题 那刚刚国民党的例子 也不是成功嘛 对不对 第一个 第一个 他很难搞定的地方在哪里 它是个集合名词 电视广告 报纸广告 就是那一回事 点多黑白彩色 秒数时段的分别而已嘛 报纸广告版面为止差别 可是网路广告是个集合名词 它是有这个 甚至可以讲到说 数十种在网路上的广告物的集合 这第一个问题的地方 困难的地方在这里 因为它集合名词 以前我们学英文课嘛 上英文课最怕遇到集合名词嘛 单复数都很困扰 第二个困扰的地方是什么 报纸广告或电视广告 那种平面或网店免贴的广告呢 数十点如一日 报纸广告跟一百年前有没有什么差别 变彩色印刷比较好 那电视广告跟三十年前有什么差别 没什么差别嘛 创意比较多 然后花枣电脑动画比较多而已 但是网路广告有些不见 有些又出来 有些出来明天又不见 因为它是一直在变化的 像以前各位有看到什么 Flash广告吗 以前没有嘛 那现在很多就是 一进去荧幕 他一进去网站 他怕你不看来 强迫出来 霸占你五秒钟才跑掉嘛 那以前没有 现在有啊 那有可能 以后大家很讨厌 又没有 那像搜寻引擎的广告也算啊 那第三个是什么 它的价位非常混乱 满天喊价就利还钱 尽管等一下会看到那些定价模式 但是可以下烧到三则四则 那有时候他不让你杀 但是他附赠的商品 还比你买广告那些还贵 有这种情形 因为目前网路广告定价 很混乱 那如果还要再加上一点是什么 它的效果很难测量 因为网路广告才太多种了嘛 有的是算点选的 有的是算看到的 有的是算是你 产生回应行动的 因为它太多种 所以效果这样很困难 而且网路 跟传统媒体也有互动产生 你今天看了这个网路广告 而产生购买欲望 是真的网路发挥效果吗 有可能是电视广告发挥效果 是很难理清 所以目前他有这些困境 但是呢 为了接触到网路图群 他还是这个第一选择 那网路广告的格式呢 我刚讲过它是个集合音词 我们可以分成三大类 第一类叫做Webbase 就是以网页为基础来呈现的 那第二类呢 Emailbase 就是Email寄给你的 前者是在网站上呈现 你必须主动去看才看得到 那后者呢 是Email寄给你 你被动收信就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网路广告的格式呢 各位 PC Home 这边有一个非常详尽的 我的网址都有写的 这个档案会提供给各位 所以各位不用太花时间 再做笔记 PC Home 呢 自己就有把这个网路广告 做很多分配 比如说 Banner 长条形的 各位看到这个澳洲交换学生 这个就是一个Banner 长条细细长长叫Banner 专业术语叫Banner 那中文的翻译叫横幅 横幅广告 就是 那个 横竖的横 幅度的幅 那横幅广告 是不是随便做一个细长的幅 就可以 不行 它有规范 各位有没有看到 在我画鼠比的地方 468乘60pixel 是什么意思 宽468个画数 高 60个画数 就是说X轴 水平轴呢 有468个画数 那高呢 Y轴呢 有60个画数 然后大小不能大于45k 因为 网站有时候来很多人 太大会影响到讀学数率 那不规则的形状 像这个一个方显 就叫Button 比较小 事实上基本上 对我们来讲差不多嘛 那为什么我们讲一个名字 一个叫Banner 一个叫Button 然后呢 这边还有这个 Bearboard 大看板 就是比较大的Button 这也算是一种 那事实上看起来 没什么差嘛 反正就是一个图档而已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又有这个 Skyscraper 摩天 因为它是细长长的 跟摩天大楼的形状 Shop很像 它一样规范 120x300pixel 45k以内 事实上对我们来讲 好像差别不大 然后呢 Testlink 这也是广告 各位 它故意荧幕混珠 弄得跟新闻一样 你不小心去点 后来发现是广告 对不对 那叫Testlink 这边也故意 荧幕混珠放在这边 因为它用广告 你不会去点嘛 那用很类似 很像文字一样 你还以为是什么重要性 就点下去 那这是广告 而且它有轮播的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个经验 今天这个网页刚进去 广告是这个 或者是它文字是这个 然后等一下你过了10秒钟 20秒钟 廣告换了 那叫轮播 好比有时候广告看板 会旋转换一样 那叫轮播 极致Rotation 固定比较贵 轮播就比较便宜 那浮水印 就是你滑鼠移到哪边 它跟到哪边 很讨厌的 躲不掉的 那是浮水印 叫floating 无动的 那也是一种广告 那pop up 强迫收看 硬是跳出一个小视窗的 也算 什么网站 这种东西最多 琴色网站 最多 关都关不完 对不对 关的速度还速远 要开始速度 好 那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是主动寄email给你的 那 主动寄email给你的 它主要是 就是你接收的方式 它如果把它做成一个 电子报方式 email给你 这叫EDM 不是热色信 热色信是乱记一通的 这是EDM 是有根据会员特色 来记的 你要寄EDM很便宜 外边有卖那个 光点新秀资料库 花个五百块去买 号称一百万笔资料 那个不要理他 那个里面 假设一百万笔 里面可以用的 恐怕不到五十万 而且恐怕更少 而且呢 乱记一通 乱枪打鸟 引起人家反感 那为什么他有人寄 因为他成本很低嘛 而且他都卖一些 南里上戴 资糖的东西嘛 他也找不到什么地方 可以可以 登广告嘛 所以各位热色信都卖什么 光碟嘛 盗版的 琴瑟的 卖药的 借钱的对不对 借贷的对不对 那些罪头嘛 因为你对他形象差他也没关系嘛 又很便宜 他就算了 所以效果很差 但是还是要用 那这种东西叫EDM 记忆封可能要四块钱 因为他会依据PC Home 当初会员登陆一些资料 人口变相 性别 年龄 职业 居住地区来发送 那就比较贵的 基本上都差不多 还有e coupon 折下券 反正 放在网站上 你要去看的那就是webbase 那其中寄给你就叫email base 有可能它是相同类的 但是一个是寄email给你 一个是你要自己去看 那第三类是什么 就是另类的 像flash动画 像刚建兔那个就算是网路广告 那Screensaver 有一个萤幕保护程式 有没有 有嘛 那也有那个桌面 工具列 Tourbar 那以前有提供 那个什么 免费的滑鼠免费键盘 那上面有那个广告的 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 拿过一个叫做 那个喷射键盘 这个键盘呢 跟存储键盘一样 最上面多了四个键 键盘免费送给你 但是呢 这四个键是干嘛 代表十个购物网站 比如说第一个是亚马逊 第二个是eBay 第三个是什么什么 最后一个是结帐键 就是那个网站有跟他合作 结帐 按这个最后一键 马上挑结帐 不过后来我拿到这个键盘 那效果测量方式呢 因为它很多种 所以基本上我们分成三类来做测量 这各位了解到一句好 第一个是曝光性指标 像那个banner啊 它这个网页被读取几次 那叫impression 就是说这个网页集 是今天被一万个网友读取 那广告出来一万次 那就叫曝光性指标 那有的网站就是 它广告计费就是用曝光性的 曝光多少次收多少钱的 那有的是让你买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看的人多 你赚到看的人少 你倒霉 跟你去吃那个自助餐一样 吃到饱了吃的多 你赚到吃的少 你赔钱 那也有这互动性指标 像刚刚那个关键制广告 你必须点选才收钱的 那叫互动性指标 那有行为性指标 比如说 你在上面停留多久 然后隔多久来造访一次 因为网路广告形式很多元 效果测量也很复杂 所以定价也很麻烦 所以等下各位看活花绿绿 你会看的吓死 那网路广告的价目表呢 好 这边 我们以这个PC home为例 各位看的头都晕了 价格表 几十种 看到眼睛都滑掉了 他把你整理成一个Excel档 就知道很复杂了 各位看 而且很讨厌的是什么 网路广告的形式很多元 但是不同网站之间 叫的名字又不一样 这个叫什么 这个PC home叫T-Bar 那精选看板 那什么版面多少钱 然后什么Button 还有多少钱什么的 头条文字 热门推荐 哈梭推荐 个人 这个几十种 有空你慢慢看 很麻烦很复杂 那你如果说看那个番薯腾 他又另外叫一个名字 明明同样的东西 他叫不同的名字 那很麻烦 除了说你经常在接触 不过这学问不大 说人生巧而已 你看喔 他又叫什么 标签式广告 首页黄金文字 什么的 什么好康报文字 首页醉库文字 发明一些奇怪的名字 很困扰 几十种洋洋傻傻 看到你头都痛了 好 那 雅武奇某以前有公布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变成就是你要写email 给他才公布了 而且他现在也有那个 关键字广告 雅武奇某的关键字广告 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 来我们再试试看 他跟这个Google一样 也都有这个搜寻的广告 只是呈现方式不一样 以电脑为例 这个电脑是一个上级很大的名词 生活剖析率很高 一定有很多广告 各位 这个检索结果从哪边开始 这个地方 写一二三个地方才开始 上面这个地方是什么 广告 这是出了钱比较高的 他会把你列在这里 如果出了钱比较低的是放在右边 就有点像刚刚的关键字 右边这个有点像是关键字广告 那左边这是直接买广告 那你不要以为这是检索结果第一笔 在下边 那跟那个Google差别在哪里 Google没有上半部 就右边这个关键字而已 所以还是有广告 这是关键字广告 所以他等于是想尽办法要赚钱就对了 好 那刚刚讲到Google的这个AdWords呢 AdWords不用我多讲 因为刚刚已经试过了 陈水扁 你是连赞就买陈水扁的关键字 那人家输陈水扁就会 顺便找到你连赞的网站 那外边这个AdSense是什么 它是一个广告联播网 刚刚这个AdWords是你花钱来做广告 那AdSense是你花钱 那就是Google花钱来买你网站的空间 如果说你有加入过这个AdSense的广告联播网呢 就是说Google会把陈水扁的广告呢 OK 就是说如果你有买AdSense 这个AdSense广告呢 就是说你把你的网站的空间提供给Google 那Google会把跟他买广告的 他陈水扁的广告在你的网站上做联播 那你可以赚钱 所以一个是花钱打广告 一个是提供你的版面给人家做广告会联播的 同学如果有兴趣 自己去上面看 写的很详尽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 要破解AdWords呢 两个方法 故意去按它 把它钱用光 第二个就是出更高钱把它压过去 这是我们都有实战经验的 那个案研讨呢 我先跳下一者好了 好 这个也被票选为去源的网路行销第二名 他是2004年年底推出的一个活动 谁让明某安妮未婚怀孕 有没有印象 明凯兄 谁让他未婚怀孕 当然不是你啦 但是你能不能回忆一下 他整个来龙去莫是怎么一回事 各位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不是很红吗 广告展很凶吗 很不小心成这样啊 怎么样 那他这个整个剧情结构是怎么一回事 他这个故事啊 还记得吗 彩虽比较多 他就是 就是自己编一个故事啊 就是由 有这位女生啊 来担任名模啊 后来他 这个在这个广告露眼之后 后来改行正式做模特儿了 就是说他办一个名模叫Annie 那他 就类似林志玲这种地位的 后来他未婚怀孕嘛 那 线索呢 有四个男人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他的经纪人 那一个是 呃 日本男模 那一个是富商 就是这四个人有可能是 让这个明某怀孕的那个人 因为明某已经怀孕三个月 这个消息被踢爆了嘛 那 这是雅虎奇摩推的一个网络行销活动 为什么雅虎奇摩推这个活动 这跟雅虎奇摩有什么关系 雅虎奇摩不是国内的第一品牌吗 对 好 因为他 一来是 藉由这个活动 增加他们自己品牌知名度 让顾客上网看一看 二来是什么 他里面有很多线索 他 公布很多线索 就可以揭露答案 但是你必须使用他的搜寻引擎 去找才找得到 就是强迫人家 用他的搜寻引擎 各位知道 这边有一个行销的观念 叫做体验行销嘛 基本上是这种体验行销 那网友上去找 知道说 他好用 如果各位去资讯展 看到有人在试玩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PSP嘛 一样公车 然后在公车里玩PSP 或是 这个到美食展可以免费试吃 那是属于体验行销 让你的感官 你的味觉 嗅觉 触觉 心里面感觉 听觉 让你都有这个 体验到 来 说服你购买产品 基本上他也算是 一种体验式行销 那刚刚讲过嘛 增加雅武奇姆的知名度 然后弄很循序的剧情 然后在网站上放线索 你为了找出线索 非得使用他的搜寻引擎 而且呢 你要玩这个游戏 还要去登陆 会员才可以 你说不登陆会员 雅武奇姆有会员嘛 你不登陆可以检索 对不对 那登陆才可以玩这个游戏 那他里面还有一百 他是从十一 十一月开始 到二月初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分四次公布二十五题 总共有一百题的小考题目 谁答对最多题 就这个 可以拿到这个奖品 参加抽奖 那他这题目就跟林某怀孕无关 他就出一些很冷僻的知识 比如说一些专有名词啊 或一些特殊的人名 你要去孙酋学院 找 才知道答案 那后来呢 各位知道 他就 他就花了一百万 顾了一个侦探 就是有一个影迷 这个林某的影迷呢 对谁让他怀孕 很有 Franklin 就花了一百万 顾了一个侦探 要去找线索 你就是要扮演那个侦探 他会定期放线索出来 这最后是谁干的 很多人都猜错 那我也猜错 偵探他的自己 为什么是enn自己 因為偵探曾經在那個三餐不濟 也就是狀況非常差 那個走投屋的階段 曾經去金子銀行捐過金子 那就是那時候賺外貨去捐金子 後來他改行去做偵探 然後這個明某呢 就是用他所捐贈的金子來 就是因為他的 事實上他真實的蘭柳不孕 他們不孕 就是去金子銀行 要到金子讓他受精懷孕這樣子 金子是有點 太 是不太不可思議 但是不至於太離譜 確實有這個可能性 只是說可能性很低而已 但是總比說什麼是外星人啊 或是那個 莫名其妙的理由還好 因為 那時候雅虎其謀這個企劃團隊有想過 一般推理小說或偵探小說 就是過程再怎麼曲折的理情 最後的答案 一定不能違背原則 比如說 這是外星人幹的 是外星人把他殺了 不能這樣子 好 然後第二個呢 絕對不能是無名小卒 比如說路邊 路邊的一個乞丐 或是什麼 這個超商的一個店員 把他殺掉的 因為無名小卒 其實不能當 偵探小說的主角嘛 那第三個不能說 這個什麼淋濕奇異 比如說他突然兇性大發 或是他突然那個什麼 科藥 把他砍死 就是說偵探小說 不能用這些清潔 然後基本上這個還算合理 還算OK 那據說呢 沒有花什麼錢 就是有帶來了很多的網友的流量 而且讓這個 整個淋濕奇異 在那時候都紅了起來 我想這是2004年年底的一個行銷案 各位多數人都還記得有這回事嗎 這是他的網站 那他已經結束了 GY人試玩版 iPad公佈名單 等等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試試看 好 那這個我們挑下一頁 因為時間有興趣 我們講關鍵字行銷 關鍵字行銷很重要 我們剛剛有稍微提到一點點 但是呢 我們特別要舉個例子 來說明這個關鍵字行銷 我們剛剛講過嘛 一般我們 網友的監索習慣 搜尋引擎帶出監索結果 都往前面這幾筆比較有吸引力嘛 後面那些通常 隨著他的距離 他吸引你的程度會乘反比對不對 越遠就越小了對不對 好 那 今天有沒有一個搜尋引擎 一個網站做到在任何搜尋引擎 都可以找到他是第一筆 這叫做關鍵字行銷 或搜尋引擎行銷 好我們來試試看 剛剛同學會想到 那有什麼了不起 我花錢去買關鍵字廣告 或是廣告就好了嘛 那就排前面嘛 但通常廣告我們點選的意願 比較低一點對不對 你可以花錢買廣告 但是你點選的意願低啊 那怎麼辦 你想辦法 想方設法 讓你的檢索結果 變成檢索 就是讓他名列前茅就對了 以吉他為例 如果你有在玩樂器的話 我們出吉他 好吉他 好吉他 前面這個廣告不稀奇啊 這我出錢就買到上面了嘛 那各位慢慢來看喔 小心的吉他管 檢索結果 排平第一 好 一個搜尋引擎排平第一 還不足為期喔 我們到房子園看看 哇這廣告也不稀奇啦齁 這花錢買廣告的嘛 欸 還是小鮮的吉他管 好 那我們到Google看看 Google不知道有沒有 我不曉得啦 看有沒有那麼神 欸 小心的吉他管 這不是廣告喔 廣告在右邊喔 還是上面喔 好 PC Home 欸 小心的吉他管 還是小心的吉他管 新浪網 不死新浪 五大說句影響都把它用光 那邊時間還沒用啦 我們算啦 希望這個不是啦 這樣才有話題 欸 還是小鮮的吉他管 喔 這邊我先做個題外話齁 各位 我們有五大收尋引擎 但基本上只有兩個技術 一個是Google系列的 像帆薯騰 他就是跟Google合作的 最後 Powered by Google對不對 那Google當然自己是用Google的 PC Home 也是Google 新浪網 也是Google 各位知道那個台塑自己有做汽車嗎 他的引擎是台塑做的嗎 不是 韓國車的引擎對不對 有點這個原理啦 台塑 台灣自己用韓國引擎 那這個我們收尋引擎呢 台灣的收尋引擎 因為開發這種技術 花錢 又費時 就直接買外國的這個技術 來做為收尋引擎的這個核心 那有時候 各位有沒有這個經驗 番薯騰跟Google 或PC Home 新浪網 其實好像大同小域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是用相同的引擎 但是加權指數那地方有調整 就是有微調 不一樣 那第二個系列是亞武騎網 這是他自己的系統 那我們以小新吉他款為例 這個網站 何德何人 在搜尋引擎排名第一 那我要跟各位講一下 搜尋引擎的一個檢索機制 好厲害 沒有花什麼錢都排第一名 這最高境界 跟剛剛那個 同一超商 懷舊隨想考的一樣 這是最高境界 先把它關掉好了 收尋引擎 今天檢索到 各位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興趣 回去檢索 用自己的名字去檢索 或是用自己想念人 或討厭人的名字去檢索 看看 比如說當年宣言時代 曾經追過誰 那 終於沒有好的結果 那是你去檢索一下他的名字 那看這名字 看起來 應該是他 看他的狀況很好 你覺得很欣慰 或是他現在很有成就 證明自己當年沒有看錯眼 我們看得上眼都是很好的 好 好 你如果有興趣回去 用自己的名字 或是你的這個 跟你有愛恨情仇 那些人的名字來檢索看看 他的資料有可能很多筆 那憑什麼來決定排序結果 第一點 被點選的頻率 好 比如說一樣 你輸入中博仲三個字 找到 一百筆資料 裡面某一筆經常被人家點選 他久而久之 就把它排到前面去 因為最多被人家點選代表重要 對不對 還有 被他站連結多寡 如果說 你已經發現 同樣這個關鍵字 所在的網頁 別的地方有 一百個網頁連到這個地方 一百個網頁有連結連到這個地方 另外一個網頁呢 雖然也有提到你的名字 但是只有一個網頁連在這裡 他當然連結多寡會排在前面 因為連結多代表很多網友可以連進來 曾經有一個網友 就自己進一個網站 他這個網站是發表個人文章的 然後他把每篇文章都加一個 回到首頁或文章 彼此之間關鍵字的項目連結 結果呢 就檢索結果就排在前面 就是說 link 超連結 如果這個網頁 跟外站的超連結越多 就是外邊有更多的連結 可以連到這個網頁 比起 連結比較少的 那會排在更前面 如果有同樣關鍵字的話 然後呢 關鍵字出現的次數 這個網頁關鍵字出現一次 那網頁出現三次 那個排在前面 那如果關鍵字呢 出現在這個網站的站名 就比出現在內文還排去更前面 如果這站名就要吉他 跟內文有吉他 但是站名為先啊 那這邊還有多重關鍵字的符合度 比如說你輸入好幾個關鍵字 做複合檢索 他同時對重了 五個關鍵字對重三個 那就排在比較前面 五個對重兩個就排在比較後面 或資訊新舊 網頁標題 資訊比較新的 有的會排在比較前面 就是每個收訊引擎裡面的 加權機制都不一樣 那基本上是這幾點的一個加權 每個收訊引擎的這個加權 情況都不一樣 那今天如果各位成立一個網站的話 要如何做到關鍵字行銷 剛剛那個小新吉他館 他沒有花錢拿廣告 但是我猜想他可能有花錢 請民間的這個資訊公司幫他弄 收訊引擎是禁止操弄的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的網站設計成 符合他加權 排序加權的結果的話 那不在此限 因此因為有些人 請到一些網路高手來 把他網站喬一喬 排序有排在前面 有這回事喔 各位不要覺得不可思議喔 比如說 原本他的這個 小新吉他館 他是叫小新屋 那沒有吉他嘛 他就把這個網站的贊名 加上吉他兩個字 排序是比較前面的對不對 就比其他的吉他出現在內舞的還前面的嘛 然後呢 他可能在首頁裡面做了很多吉他 然後做很多連結連到這裡 就慢慢 很多人又來點選 就慢慢排到前面 所以說各位要知道的這位是 關鍵字行銷 或是搜尋引擎行銷 想辦法讓你搜尋引擎拍在你前面 這比買廣告還要好 但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做得難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了嘛 這時候各位知道有這個絕招 不花錢 如果你真的有時間 你可以繼續去試試看 特別你會做網站的話 讓他排比較前面一點 那最後我們再講一下部落格行銷 部落格雖然沒有發揮打早 傳統媒體霸權 帝國主義的力量 但是拿來做行銷還不錯 以這個上山材料為例 不會知道上山材料嘛 一個廉價的那個 講廉價會不會對不起你們 有買的 走低價位的對不對 山材料應該走低價位的吧 因為 有一次我在大賣場買過 就是那個1000cc 那種柚子香味的 還不到100塊 99還多少而已 對不對 還有沐浴煮嘛 很大罐 他弄一個部落格 那請來這個美少女的代表 王心靈是不是 心靈王心靈 他弄一個部落格 那他這個部落格怎麼樣呢 就是請王心靈 他沒有花錢拿廣告 就是 花錢請王心靈來經營這個部落格 這個部落格 是在雅虎希摩上 成立的不用錢 那就上山材料成立的部落格 那幹嘛 我們來看喔 他這邊有個活動規則 這裡齁 看到這裡齁 就是 王心靈會自己每天寫一篇文章 對於上山材料的商品的 這個 使用的心得齁 那 網友如果有興趣呢 請你自己挑 六樣 因為上山材料賣好幾種配方品嘛 數十種上百種 你自己挑六樣 就是說 如果你出去旅行 你會挑哪六樣 然後你這六樣 使用次序是什麼 寫一篇文章 然後登在自己的部落格 然後自己的部落格裡面呢 跟王心靈這篇文章 做一個這個 引用的連結 這樣就符合報評資格 前三十筆 就送那個價值九百元的 這個什麼 紅酒面膜 就是你不用花什麼錢 你在你的部落格 PO一篇文章 然後呢 講一下 你會出去 這個 要遠行去外地旅行 會帶哪六樣 上山材料的商品 使用次序如何 這樣寫一篇短文 然後再跟王心靈的 這個文章做個連結 這樣就可以報評參加 那據說呢 在兩個月之間呢 有將近兩萬人來 花的錢不多 就請個王心靈來 然後每天上去發表一篇短文 不是每天啦 兩三天啦 那各位可以看 他上面的文章 隨便一篇文章 就一百五十三個人回應 那是後來的這個 這不是王心靈的 對啦 對 王心靈對 沒錯 就上面的連結 就是你 你有寫文章有連結 你們刪除了 這個人就是上工 我的上山材料 潤白接近密集大公開 那他不是自己成立部落格 他用現成的雅虎其母 樂多部落格 不用錢的 然後發一篇文章 然後跟王心靈做結合 這樣就可以參加 所以這我們叫部落格行銷 那部落格行銷 這邊有特別有經驗 跟各位做個說明的 第一點 部落格在目前 固然可以做行銷用途 但是根據目前的觀察 搞砸的 就是他出了皮肉的 好像比他做行銷用途還多 為什麼會出皮肉 因為很多人成立部落格 然後在部落格裡面 講公司機密 洩漏機密 或是商品有什麼瑕疵 在那邊聊得很開心 或是把自己 研發到還沒上市的商品 先照相在那邊炫耀 被他知道 所以說 目前為止 縱使那種行銷功能 多數反而都是不小心搞砸的 負面的功能 所以第一點 大公司都會規範 原工可以經營部落格 但是呢 要注意哪些規範 保密房碟 人人有責 小心匪碟就在你身邊 之類的 小時候這個標語 小心匪碟就在你身邊 第二個呢 迅速回應 過去發生過 在美國發生過 有人在部落格批評商品 他們理都不理 認為說這沒有什麼 後來就是 心心之火可以了原 互相轉記 互相傳遞之後 並無自行銷 搞得公司起舞攔下 如果說部落格上面 有人林擺表示不滿 比如說去某個餐廳 你發現他就趕快去回應 幹嘛 不要自自不理 後來被他轉記到 他就很麻煩 那主動跟部落格 建立合作 因為你要成立部落格 要花大錢 那你就用現成什麼 無秉小站 或是番薯騰 那些來用就好 那第四點呢 如果這個公司真的很大 可以成立自己專屬的部落格 以美國 這個GM為例 GM 他自己成立GM 他不是免費 部落格 他自己成立的 作為公司行銷專用的部落格 這也值得一提 那最後呢 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在最後跟各位 這個檔位提供給各位下載 這邊推薦兩個網站 一個是依天下行銷網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他依天下雜誌 這個剛好在座有天下雜誌來的 他已經停了 我覺得非常可惜 因為他格調太高 太精緻了 那他每一點都會辦一個依天下行銷網 連續辦了大概三年了 那這個非常具有可觀性 就是他把歷年來得獎的這些行銷案例放在那邊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像剛剛那個名模未婚懷孕啊 就是裡面的這個一個得獎者 等一下我們再切過來看 然後呢 有一個米樂的行銷世界 這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有一個人成立一個這個個人新聞台 專門都講行銷的 我的評語是什麼 寫的比教科書還好 這樣就夠了 各位有興趣 特別是有時候寫一些企畫案 總是要營約行銷理論嘛 那我會推薦 如果教科書不在手上 去找這個米樂的行銷世界 他已經停刊了 但是呢 光是憑那幾十期 就錯錯有約 因為他寫得很好 我覺得都比教科書還好 比我老師講得還好 比我當學生時代 老師共交行銷的講得還好 這邊好了沒有 好 像這個有沒有 LG幻想數是去年第一名 Nissan你上了嗎 咖啡廳心事說給你聽 LG幻想數 像是blog傳說 這就是得獎者 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他立年的得獎名單 然後這個PCOM的個人新聞台呢 《米樂行銷事件》寫了幾十篇 就是七篇 三年多前已經停止發刊了 但是這種經典的東西 不受到時間的淘汰 各位有興趣可以先操操看看 那非常謝謝各位捧場 因為時間也到了 那時間有限 不能講太多 那我們這個檔案會提供給各位下載 請你來看 請問你 請問我來說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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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